女人正在马桶洗她那漆黑的粉发 从外穿到此多熊手的寿室 没想到刚一睁开眼就失去了清白 天生无忍无欲的熟受 此时正强行和女人贴贴 检测到副主正在观看本视频 是否签到获得变美系统 售价三斗头 起初签下以为这只是剧烈运动产生的幻觉 直到发现自己真的变美才不得不惜 签下看着面前这个大冰柜子两眼一亮 纯人工节能环保冰箱 连续24小时使用只需一坨肉 这个就叫冰柜 可以存放保鲜我们的食物 签下温温柔柔地盼着两眼 玄奇正准备喊签下吃肉的时候 洞口传来了声音 签下 韩川在家吗 这个声音 是不是酋长的声音 是我阿福 我出去看看 下下来吃肉了 不然一会儿就凉了 签下文言马上入座 玄奇立刻把装满肉的碗地上 正吃着 签下就看到韩川带着酋长吃衫 和一个年长的雌性走进 手上还拿着不少东西 韩川满脸笑意 下下 我阿福阿姆看我节旅了 给我们送了些东西过来 签下赶忙放下手中的碗站起身来 求着 我应该怎么称呼呢 你就跟着韩川喊阿福阿姆就好 苍蓝笑得一脸的慈想 好的阿福阿姆 签下甜甜地叫了一声 这些是我和你阿姆的一点心意 就当是签下你和川儿的节旅客喜 施山一边笑着说一边 把手上的东西都递给韩川 阿福阿姆做 哎 签下你家里怎么有个大冰块 这个是冰柜 用来储存食物的 签下温柔地讲解冰柜的用户 施山和苍蓝被签下的这番话给惊到了 原来冰块还能这么用吗 签下真的是太聪明了 这个冰柜是我伴侣玄奇用冰锡异能凝聚出来 到了明早如果效果好的话 我让玄奇到您家里给您也做一 哎呦 不用了不用了 这多麻烦啊 苍蓝改了白手拒绝 没事的阿姆 就是用一点异能的事情 不麻烦 是不是呀 玄奇 签下看着玄奇找个费 不麻烦 等一下我就跟你们回去给你们做一 你们每隔两天半就给冰柜注入一些能量 以保证这个冰柜能够一直维持 那真是太谢谢了 施山有点激动 这可是个好东西 有了这个冰柜 就可以保存很多食物了 一战寒暄过后 施山和苍蓝向签下告了别 签下呀 要是川儿惹你不高兴 你来告诉阿姆 阿姆训他 苍蓝做事还威严了两句 看得签下心里觉得好笑极了 寿舍的父母和现代的父母还挺像的嘛 谢谢阿姆 寒川会对我很好的 若是看得我不高兴 那就让我的第一兽夫去教训 日辛苦阿姆动手 阿姆 签下 你们怎么这么想我呢 我是那样不懂事的兽吗 寒川表示不服 他可是有负得的好兽 此时一旁的玄奇悠悠的来了一句 你也不是没有这个疼 你死开 臭蛇 你这头兽狮子你挑的是吧 目送酋长服辅离开后 玄奇看了一眼欲言又止的寒川 下下 我去坐桌子 有些话 你也该告诉寒川了 签下一时间有点冷 回过神后等我点快 他知道玄奇的意思 签下和寒川面对面坐着 签下拿起碗继续吃东西 而对面的寒川却表现得很紧张 寒川你很紧张吗 签下有些好笑 我不知道 只是你要把你的秘密告诉我 我就 我就 寒川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自己就是很紧张 说话都磕磕巴巴 签下放下手中的碗 郑重地看向他 寒川 我这个秘密可能有点不可思议 希望你先做好心理准备 签下突然的郑重 让寒川复然变得凝重 我没事的 我能接受 寒川你真的是反差感 太好玩了 太可爱了 签下真的要被寒川可爱到了 还别说 在外人面前 寒川是威严的 霸气的 就像那些领导者 但是跟他结履以后 发现他是有点 憨憨的可爱小奶狗的感觉 吓吓 寒川又羞又闹 好了 不逗你了 你是不是很好奇 我为什么会懂这么多 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 寒川点点头 签下所做的这些 在寿室 至少是在这片森林内 都是前所未有的 寒川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我是从另外一个 时空穿越而来的灵魂 其实我没说错 真正的签下是真的饿死 然后我来到了 他的身体重生 很不可思议 对吧 签下说的很淡 而寒川却是很震惊 他完全没想过 会是这样一个情况 灵魂穿越 不可置信 对 对不起 寒川慌乱 对不起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寒川让自己冷静下来 今晚已经失态了好几次了 往常我都会对部落巡视一群 而那段时间 我刚好快升街了 一直专心忙着冲街 所以 那一句对不起 是对原来的签下说的 听了寒川的话 签下微微一笑宽慰他 不需要道歉的寒川 跟你没有关系 他是在采摘队的那次 就死在了外面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 如果事情按照你说的那样 那我也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 不会和你相遇 更不会和你结成半年 寒川欲言又止 算了 听寿神安排 既然让他遇到了现在的签下 那就顺其自然 同时 他终于明白当初签下 为什么对奇纳和虎约的态度 那么强烈 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跪下道歉 因为千夏真的死了 被他们的贪心害死了 寒川看着千夏 犹豫了会儿 夏夏 我去把符月打一顿 千夏吃惊 而后一副明白的神情 寒川这是想给他出气 也是给原主出气 千夏狡黠一笑 也不是不行 千夏此时又生了逗弄他的心思 他靠近寒川 细血地看着寒川眼睛 你不怕我啊 我可是一时穿越而来的灵魂 寒川被他逗笑了 他直接一把捞起千夏抱在怀里 我只是吃惊 怕什么 你又打不过我 夏夏 你来看看这个桌子怎么样 是你想要的样子 山洞口传来了玄奇的声音 当千夏看到玄奇做好的桌子时 他不由地对他竖起了一个大帽 真的是太棒了 这是夸我的意思吗 你可真聪明 这都知道 是夸你厉害的意思 这张桌子是玄奇用新木头做的 只是先做了个样子出来 表面还有点粗糙 我不知道你想要多高的桌子 所以我就没切短 你看看想要多高呢 桌子先这样 我们得先做出椅子出来 有了椅子才好决定桌子的高度 玄奇和寒川相识一眼 两兽疑惑 椅子 椅子又是什么 于是 千夏把想法告诉了两个兽 两个兽当即就要去砍树造凳 看着今晚的天色 千夏要求一起去 毕竟点子在他脑子里 有他指导速度肯定会快一些 应该能赶在太阳彻底落山之前坐完回家 于是三人向水平抵去 寒川和玄奇看好了一棵较大的树 然后两兽开始动工 千夏在一旁坐直到 千夏看着水面 他总觉得好像忘记了什么 等玄奇和寒川在坐凳子的时候 本来是坐着的千夏突然站了 完了 BBQ了 我说给珊瑚做刺刺兽的 我给忘记了 没事 明天咱们再做 我估计珊瑚自己也都忘记这回事了 不然也没听他提起不是 玄奇宽慰着 刚刚千夏猛的站起来 给他是吓了一跳 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结果是因为这个 有千夏的指导 凳子很快就做出来 寒川用剩下的木头做了两套碗具 然后又赶紧的去挑了一个大鹅卵石准备做石锅 下下你看这块石头做石锅可以吗 寒川寒情默默地问 这快可以的 寒川微微一笑准备动手 忽然旁边传来了玄奇悠悠的声音 他今天忘记做石锅了 刚刚才想起来的 明明早就已经看好了那块石头 还非要问千夏一组 好一个会装的兽 他才不给他这个机会 不得不说 玄奇真相了 寒川瞪了玄奇一眼 都怪他 还不是他非要跟他动手 不然他怎么可能会忘记这个事情 千夏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这是妥妥的争重了 好了 谁没有忘记的时候呢 快做吧 天快要飞了 我又开始饿了 听到千夏又开始饿了 两兽立刻收起神色 寒川做石锅玄奇也帮忙 两分半就做好了 玄奇赶忙把东西一收 兽型一变 尾巴把千夏一卷放在自己头上 快速往回赶 玄奇此时满脑子时 千夏饿了 宰子也饿了 得快点做饭 寒川被玄奇这一套 行云流水的动作给震住 他都还没反应过来 玄奇已经带着千夏游出去一小段路 该死的蛇兽 说完立刻变成兽型 朝两人快速跟着 等等我呀 等千夏回到家时 看到地板 又惊住地问 哎 我们不是去做地板了吗 玄奇一货 不是去做凳子的吗 不是夏夏 地板是我明天带着迎风去做 跟在后面回来的寒川赶忙说道 千夏被无语住 怀孕真的会使人寄性变得这么差 千夏有些无奈 怀了宰宰 寄性变得好 我回来看到地板的时候 我吓了一提 我以为我们是去做地板 最后做了个桌一份了 寒川走过来摸摸千夏的脑袋 这种情况部落里 其他怀宰宰的雌性也会有 正常现象 夏夏不用担心 你只管吃好睡好就好 家里的一切事情 由我和玄奇 吃饱喝足以后 千夏坐在灶台边 看着玄奇和寒川在整理山洞 看着看着就昏昏欲顺 玄奇本来在整理冰柜的肉款 瞥了一眼千夏 发现他已经困得头一点一点的 有点可爱 但是下手 玄奇赶忙丢下手里的东西 快步走过去将人抱起 然后往小洞走去 看着熟睡的人 玄奇轻轻地将手放在了他小腹上 其实千夏的小腹已经隆起了 只是他目前太瘦了 明天就是怀宰宰的第45天了 玄奇收回手 转身出了小洞 寒川刚把玩具清洗干净摆放好 转头看见玄奇出来了 夏夏睡着了 明天你起来早点 哎 算了 明天早上的饭我先做吧 你做后面的饭 都收拾得差不多了 去陪夏夏睡觉吧 听到玄奇说让他去陪千夏睡觉 寒川很是意外 不是说他陪千夏睡 看寒川半天没动 玄奇眉头一皱 他又发什么电 你还不去 想干什么 没有 我就是有点意外 寒川撇帖子 玄奇直接就是一个白眼 这手脑子不好吧 他今天第一天和千夏节目 当然是他陪千夏休息 难不成上次开玩笑的 他当真了 玄奇觉得应该是 有人他脑子不喊 寒川若是知道 玄奇是这样想他的 他高低要跟他打一架 他只是敬重他这个第一受负而已 长夜漫漫 大家都做了一个美梦 千夏是被恶醒的 他睡着着午睡着着午 只觉得好啊好 饿得有点迷隐发疼 玄奇 寒川 千夏迷糊的喊着 他还是觉得好困 听到千夏的呼喊 玄奇立刻快步走了进去 醒了呀 肚子乐不饿 好饿好饿 肚子乐得有点痛 他真的好困难 但是又好饿 听到他说饿得肚子痛 玄奇心口都发慌 赶忙抱着人坐下 然后往小福输送能量 果然 今天是第45天 症状开始了 看千夏在他怀里纷纷欲睡 玄奇朝洞口喊了一句 寒川 快进来 寒川早早的就醒了 虽然玄奇昨天说 他负责做早上的食物 让他做后面的 但他还是起得比玄奇早 他没有照顾慈性的经验 也不了解千夏的习惯 当然是要多跟玄奇学学 早上玄奇做的是肉汤 寒川一步一步地跟着学 肉汤炖上了以后 他就去隔壁找银峰了 今天要带银峰做地板呢 此时寒川和银峰正在山洞门口 正打算切割他们当回来的大事物 忽然听到玄奇有些焦急的喊 寒川赶忙跑进洞里 你装食物为夏夏 崽子反应太强了 我要给夏夏收能量 玄奇的脸色不是很好 他没想到这个反应竟有这么强烈 千夏不是困 是快晕过去 他刚刚往小福输送能量 崽子们的反应特别强烈 一直在吞噬他的能量 夏夏不要睡夏夏 吃点东西进去 不然你要撑不住了 醒醒 不要睡 玄奇一边轻晃着一边着急地喊着千夏 寒川则是赶忙装起肉汤 千夏被玄奇晃醒了 睁开困顿的眼睛 就看到寒川正要给他喂肉汤 把碗给我 玄奇的话千夏听到了 他知道今天是第45天了 怪不得他这么饿 都饿得发痛 千夏接过汤碗 直接就是大口大口 喝了起来 一碗温热的能量肉汤喝下去 千夏整个人都输出了不少 哎呀 我好饿 足足是喝了三大碗满满的肉汤 喝了肉汤以后 千夏又吃了一碗瘦肉 然后他又开始困了 千夏入睡以后 玄奇又感受了一下宰子的情况 还好 总算是稳定了下来 玄奇一颗悬着的心 总算是落了下来 真是受神保佑 还好千夏自己醒了 若是他没醒 而宰子就在他体内疯狂吸收能量 那后果不堪设想 玄奇从小动出来的时候 寒川正一脸焦急的在外等着 夏夏怎么样了 情况稳定了 从现在开始 夏夏身边一定不能离了人 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 或者等你回来 可不能再让珊瑚帮忙照顾 因为我种族特性的原因 我们随时可能需要 给夏夏输送些能量 玄奇把情况给寒川讲了一遍 寒川眉头紧皱 原来刚刚情况是这么的惊喜 你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多注意一下千夏的情况 越接近生产 宰子吸收能量的需求就越大 不能再出现今天这样的状况 仅仅是我疏忽了 玄奇很是愧疚 寒川看了一眼小洞里睡着的千夏 轻轻扔了一声 又饿了又饿 千夏睡醒后又饿了 怀孕真是遭罪了 人气回首掏出一个视力甲 千夏两眼放光 不敢置信地揉了油松油 原来拿的是兽皮给我擦领油 看来已经热得肠心犯着了 千夏小声地嘀咕着 他现在真的好没 这食量是他以前的好几倍 锅里还温着肉汤 想吃吗 还是想吃煎肉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都想吃 家里还有水果吗 真的得亏他的消化系统还不错 吃了这么多天的肉 他都没便利 我叫寒川去摘点 家里之前放的坏了就被我吃了 玄奇抱着千夏走到洞口 洞口外寒川和迎风正在奋力切割 寒川 先停一下 夏夏想吃水果 你去摘点回来 好 我去沾水果 夏夏你等等啊 说完病病化圣身快速奔走了 迎风看着千夏 又看了看自己家的山洞 千夏你身体好点吗 珊瑚一直想找你来着 听到珊瑚想找他 千夏有点好笑 怎么感觉珊瑚好像不是睡觉就是找他玩 他都怕他的寿夫们吃错 我休息好了 你喊珊瑚吧 我在家里等 说完后玄奇就带着千夏进了山洞 千夏坐在崭新的餐桌上 玄奇将一碗肉汤放在他面前 先吃肉汤 我现在去煎肉 夏夏等等 玄奇此时要多宠溺就有多宠 千夏千夏 你终于睡醒了 我都想你好久了 声音传来的时候 珊瑚已经来到了千夏面前 哎 这是什么 珊瑚看着崭新的餐桌 眼里放光 果然千夏就是最聪明的慈性 他总能做出很多令寿惊奇的东西 这个叫餐桌 平时我们做好的食物就可以放上面 不用担心烫手了 听千夏说完后 珊瑚的眼里是满眼响心情 珊瑚还未说谎 千夏已经开口了 让迎风来跟寒川学 千夏说的有点贼兮兮的 但是转头一想 突然觉得寒川有点可怜是怎么回事 寒川像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板 千夏忍不住发笑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 迎风和寒川都是风气异能 最适合用来切割打 没一会儿 寒川抱着水果回来了 夏夏 你看看想吃哪个 剩下的要放冰柜吗 现在在寒川的眼里 冰柜什么都能放 他真的是被寒川可爱到 听到冰柜 珊瑚在一锅中看到了 另一边靠墙放着的一个大冰柜 他刚刚进来的时候怎么没发现 这么老大一个呢 水果就放桌上好了 水果放进冰柜就冻硬了 再解冻也不好吃了 不是什么都能放冰柜的 谢谢我的大狮子给我摘的水果 一句谢谢我的大狮子 让寒川小脸充分 他微微低下头 企图不让千夏看见 寒川有些慌乱的 把水果放在桌上 结果还滚了两个掉下的桌 他更慌乱了 而在一旁尖肉的玄奇 看到寒川这么样 心里轻斥了又是 还是相处时间短 想当初他也这样 现在他已经开始脸不红了 千夏笑着解释 又招呼珊瑚吃水果 只见珊瑚盯着大冰柜出神 千夏伸手在珊瑚眼前晃了 回神了 等会我让玄奇去你家给你做一个 啊 谢谢千夏 珊瑚心里乐开了花 此时他心里正盘算着 要怎么感谢千夏 昨天银松回来后 拿出了一大块的能量瘦肉 说是玄奇给们家 送了一头迷雾森林的巨牛兽 现在又加上餐桌和冰柜 珊瑚走到千夏身边 一把把千夏抱住 千夏你对我太好 还不完 根本还不完 千夏手指戳了戳珊瑚的额头 还什么还 谁要你还了 瞎说什么呢 当初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只有珊瑚对他毫无保留的 对他付出了善意 玄奇端着一碗煎好的肉 走过来放在了千下面前 夏夏先吃 我去做个冰柜就回来 说完便转身出了山洞 寒川刚把水果捡回来 就看到千夏对他笑眯眯的 辛苦你了寒川 那个地板呢 我跟你说 先这样 再那样 千夏赶紧把地板的事情给交代 趁现在记得 不然等下可能就忘了 吃过饭后 千夏和珊瑚在洞口 看寒川和迎风做示板 千夏用烧过的木炭 在石块片上画了一个正方形 然后让寒川按线条切割 这样就得到了一块正方形的地板 剩下的石块片 就按照这样切割就可以了 千夏你真聪明 珊瑚简直就是千夏的头号粉丝 在千夏的指导下 很快地板就铺好了 整个山洞看起来 似乎更宽敞了一点 光线也更亮了一点 而且显得特别干净 除了千夏以外 千夏和玄奇就在家里整理布置 珊瑚 我上次说做刺刺手 结果忘到了现在 等下地板铺好了 我们就去抓刺刺手 哎呀 千夏你要是不说 我都忘记这回事了 好呀 等下我们就去 果不其然的 玄奇说的没错 珊瑚自己也不记得 这个时候千夏突然又想起 他当初说要种辣椒的 千夏服饿 怎么都忘了 等珊瑚这边铺完了 千夏又饿了 珊瑚你先忙 我回去吃点东西 晚点我让寒川过来 喊你去抓刺刺手 珊瑚点点头 千夏刚转身要走 玄奇已经过来了 怎么样 饿了吗 玄奇现在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千夏肚子饿不饿 他已经想好了 每次煮食物就多煮一些 吃不完就装好放到空间里去 反正他的空间可以保鲜 嗯 肚子饿了 锅里煮了肉汤 煎肉也煎好了 玄奇直接把千夏抱回了家 千夏一边吃饭一边 想着去哪里抓刺刺手 现在部落所去的水边 这个水边的源头 是一处从高山上留下的瀑布 这个瀑布还不行 就这个水流 这底下估计也很难有 思考两久后 千夏决定去后山 他最后那次都还在后山抓到了鱼 现在都这么久没有去抓了 鱼怎么说也多了几条 除了抓鱼 一方面也是想看看后山的小溪边 有没有合适的地方 种点辣椒生姜什么的 寒川 你去叫珊瑚吧 我们去后山去 快 珊瑚带着迎风和奎泽过来 当千夏一行人到后山的时候 千夏果然看到小溪里 有好几条正在悠闲游着的大飞鱼 快快快 有四五条刺刺兽 刚刚好 几乎是千夏话音刚落下的瞬间 璇琪和寒川两人也直接释放了异能出去 璇琪是凝出了五根冰针瘦 而寒川直凝 刺刺刺刺刺刺了下去 千夏一眼难尽地看了一眼寒川 这道雷劈下去 这鱼不得熟了 璇琪一掌拍了寒川的后脑手 你小子是不是有点毛病 你用雷电炸刺刺刺啊 寒川本想发作 结果他一抬头就看到千夏的表情 雷电批刺刺刺刺 不行吗 主要是这刺刺刺在水里 这个风异能不太方便 所以他才使用雷电异能的 我 寒川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没事没事 怪我没说清楚 千夏安抚着寒川 一旁的珊瑚 凝峰和奎泽低着头 三人身体一颤一颤的 谁懂啊 他们三个笑得快憋不住 水面平静之后 果不其然地飘着五条鱼 同时 寒川收获了一波注目 寒川 你把刺刺刺捞上来看看 千夏目测 这个鱼好像还能行 很快寒川就把鱼都捞了上来 一条焦黑的 另外四条倒是一点痕迹没有 千夏猜想 可能就是这道雷刚好 踢在了那条鱼身上 然后这个威力把其他的鱼给震死 总的来说 还是能吃 寒川成功松了一口气 还好没搞砸 你们看啊 这个刺刺兽身上的这些叫做鱼鳞 我们吃刺刺兽是不吃这个的 所以要给它刮掉 然后开膛破肚 把里面的内脏清除 这样的刺刺兽就处理好 你们看懂了吗 几个瘦乖乖 那好 刚好剩三条鱼 银风和奎泽你们来试试 剩下一条鱼怎么办了 千夏看着玄气和寒川 你们谁想试试 玄气二话不说的 直接指向了一同的寒川 他是新来的兽 要多学多做 反正自己已经看会了 我来试试 寒川选择用他自己做的大石刀 来处理刺刺刺刀下去 直接就把一面鱼鳞刮得七七八八 寒川很是惊喜地 看着手里的大石刀 这真的是太方便了 按照千夏教的 走了一小段路后 最终决定山脚下 靠近水源的地方种植 寒川用风卷在地上 钻出了一个小坑后 千夏把整株的辣椒放了进去 然后盖上土 珊瑚用叶子装了水 浇灌了根部 同样种好生姜后 千夏吩咐几个熊兽 去找一些大树制回来 他要把这小片地方围起 以防有什么小动物来搞破坏 一切都忙好了以后 就打到回府 回到山洞 千夏先吃了一碗煎肉 他实在是有点热 珊瑚一家也都到千夏的山洞了 今天是两个家庭的首次聚餐 人多了 这位置就不够了 于是千夏吩咐寒川 带着迎风去做桌椅 其他的兽就打下手 乐风是吧 把两个锅清洗一下 逐一是吧 你把那些毛球果砸开 把板栗取出来 板栗记得开个口子 感觉两个锅不够 珊瑚 把你家的锅拿来用吧 看着忙碌的大家 千夏感到很充实很美好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平淡而幸福了 肉汤刚煮好的时候 寒川和迎风回来 迎风手一挥 一个的圆木餐桌和六张凳子就出现了 然后两个桌子拼上 餐桌就位 看到两人回来 千夏开始准备教训 好了 人都齐了 开始教你们做刺刺兽了 众兽赶忙围在了千夏身旁 千夏两个锅各放了一条大飞鱼 煎到两面焦黄的时候放一片生姜 然后加入烧开的水 等它炖煮一会儿 另一个刚刚烧水的石锅 千夏又起过烧油 煎鱼的话 还是一样煎到两面金黄 这个时候把刺刺兽先推到旁边 放点 哎 你们都能吃辣椒吗 千夏刚想把辣椒放进去 猛的才想起这个事情 可以的 能吃能吃 听到肯定的答案 千夏放心的把辣椒放进锅里翻炒一下 没有办法 辣椒是目前唯一找到的调味式子 此时 鱼汤的香味已经充斥着整个山东 好香啊 这居然是刺刺兽的味道吗 我都不敢想它会有多好吃 胆小鬼 我就敢想 千夏甚是好笑 等煎鱼出锅的时候 鱼汤这边也熬好了 哇 这个汤好白 像奶汁一样 珊瑚看得两眼放光 再撒点盐调味 就可以出锅了 千夏本来还想盛汤 却被玄器阻止 玄器直接把千夏抱起 然后往餐桌走去 将它放在了凳子上 接下来的这些事情 就交给我们这些雄性来就好了 你的教学已经结束了 辛苦你了 下下 千夏甜蜜一笑 好呢 接下来就是 盛汤的盛汤 白碗的白碗 众人开动前 千夏特意叮嘱了一句 大家吃刺刺瘦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吃到刺了就吐出来 众人应了一声 然后正式开动 很默契的 大家的第一动作 都是先装了一碗鱼汤 哇 好好喝 好香好鲜 原来刺刺瘦这么好啊 我尝尝这个肉 珊瑚从汤里扒出一块鱼肉 小心地咀嚼着 千夏 这个刺刺瘦好好吃啊 这个肉好软好嫩 珊瑚转头一脸 看向千夏 千夏 你要是雄性就好了 话音刚落 玄奇和韩川纷纷看向珊瑚 我的伴侣 这我可舍不得 千夏开玩笑着 缓和了这诡异的气氛 我就是随口说说 千夏怎么可能变成玄性 哎你们两个什么眼神 真的是 珊瑚撇撇足 他看到韩川和玄奇的北极 在各种的感叹声和赞美声中 首次的家庭聚餐圆满结束 吃过饭后 千夏饭了困 韩川抱他去睡觉 珊瑚也被迎风抱回了家 其他人则是收拾整理余下的所有东西 你们的桌子记得搬回去 玄奇叮嘱了一番 当千夏睡醒时已经是晚上了 玄奇环抱着他 睡醒了 现在想吃东西吗 玄奇起身把千夏抱了出去 此时的韩川正好在煎肉 看到千夏被玄奇抱了出来 他微微一笑 下下睡好了吗 我煎了肉 尝尝看我煎的肉怎么样 千夏微微一笑 立马加了一块放入口中 很不错哎 刚好是我喜欢的肥嫩肥嫩的感觉 谢谢韩川 很好吃 得到夸奖的韩川一脸的幸福 以及心满意子 而一旁的玄奇暗暗的鄙视了一眼 也不知道是谁 一下午费了三头猫猫牛 他当初只费了两头呢 韩川 你过来一下 我有事想问吗 千夏一边吃着一边看向韩川 韩川有些意外 落作在千夏对面 我想问 我们部落附近的部落是哪一个 千夏想的是 既然园主当时是在狮王部落附近被捡到了 那有没有可能 他的阿母和兄弟姐妹也会是在这附近呢 距离我们部落最近的话是非狼部落 韩川疑惑 怎么突然问这个 还记得之前我睡了一整天吗 我在梦里见到了园主千夏 玄奇点了点头 表示对那天可是印象颇深 说实话 我总觉得他是来特意见我一面的 他真的是个很好的慈性 没有跟我抱怨一句他生前的不如意 也没有说过一句部落的事情 只希望我能帮他找到家人 仅此而已 这件事情我去查 巨像和狐足部落这边我也去问问他 韩川面色凝重 这时候 就很想和虎岳切磋一下 韩川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咬牙切齿 问算我一个 臂旁的玄奇悠悠出声 韩川看向他很是意外 两人对视间 完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决定 哎呀 我当时怎么忘记问清楚 我想想 当时他说的是兄妹姐弟 园主除去自己阿富以外 还有另外四个阿富 最主要的是 他们是什么兽人也不清楚 牵下没细想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兔兽人 结果现在才想到了这个问题 完了完了 当时我光顾着问他这个世界的事情 他跟我说这些 我当时也没问清楚 牵下此时莫名的交集起来 一交集他就想哭 夏夏你不要急 没事没事 我能处理的 我们部落就有好几个 其他部落过来的雄星 我到时候去问问他们 韩川说的没错 夏夏你不要太过担心了 一个部落有没有新来的兽人 只是很好查 韩川又是酋长之子 他去问问就知道了 韩川和玄奇温和的话语 让牵下平静了下 到时候我一起去 这样更好找 看到我了 他的阿母和他的兄妹姐弟 总能认出来我了 玄奇和韩川对视了一眼后 我觉得夏夏你再痒一痒 长点肉了再去 韩川说的对 你现在太瘦了 相貌上还是有点差别的 万一去了人家没认出来怎么办 牵下沉默 好像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他现在已经不是原主 可能以前原主 有的一些生活习惯 现在换成了他就没有了 而且 他的脑海里 已经记不起阿富阿姆的样子 只能是等对方主动认出他 天下我们的打枪了 每天不是吃吃喝喝 就是昏昏欲睡 这样过了大半个月 让天下感到欣慰的事 他长肉了 这两天玄奇和韩川 总是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见 也不说什么原因 反倒是珊瑚 一来找他就惊叹一下 一直夸他好漂亮 让他可开心了 他好想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梦 玄奇 我们今天去水边玩玩吧 我好久没注目了 想出去看看风景 天下撒娇地说道 好 等寒川回来了我们就去 把珊瑚叫上 一起去玩 我这就过去跟他们说 玄奇说完转身 就往珊瑚家走去 没一会儿 珊瑚就蹦蹦蹦蹦地过来 身后跟着玄奇和他的一众受服 天下天下 你今天又变美了 他没想到 天下评论狗头以后 竟这么好看 虽说寿世里对肤色没有要求 但是大多数的雌性 都是有点毛黑的 这跟他们日常喜欢晒太阳有关系 哈哈哈哈 你又逗我开心 我可没有逗你 我说的是实话 迎风 你说是不是 被点名的迎风十分真宠的表辱 说实话 千下长肉了以后 简直更换了一个寿司的 非常好看 那些当初没有跟千下截履的 拍大腿了 哎 今天是有什么安排吗 此时寒川刚从湿山那里回来 就看到自家里站了一群人 一般这种情况下 就是有情况了 千下说想去水边看看风景 就等你回来后出发了 玄奇刚收完桌面的水 环川直接在洞口变成兽型 带大家走呗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部落门口走去 哎 那是千下吗 哇 他怎么变得这么好呢 听到这些议论声 珊瑚转头一脸傲娇地看着千下 看吧 我说的是实话 你真的好好看 好好好 知道了 又开心了 千下眯着眼睛 虽然自己感觉好像没胖多少 但是好像美貌是回来了 到了水边以后 千下看着自然景色 整个人感觉舒服得不行 千下转头看向大家 玩耳一笑 我们来也参满 于是 一群雄性开始忙碌了起来 该铺兽皮的铺兽皮 该准备食物的准备食物 甚至还临时从水里找了个大鹅卵石开始做工 千下走到水边 看着水里的倒影发呆 再长点肉估计会更好看些 忽然一双手从他身后拢住了他的腰身 性感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小心点 别掉进水里 千下转头看向旋起 甜甜一笑 我也很小心哦 旋起宠意地刮了下他的鼻子 兽皮铺好了 我们回去坐 珊瑚此时已经坐在了兽皮地板上 冲着走来的千下兴奋了 千下快乐 这种坐在水边 吃着美食 看着风景的感觉简直不要太大 千下入座后 看着眼前的景色 就在千下发呆的时候 寒川和迎风突然拎着一个手臂粗的 他们不知名的动物走了过来 还未等他们开口 千下已经看到了 小龙虾 不对 这都不知道是寒小龙虾还是大龙虾 这个体型也太大 下下你知道这个东西 寒川惊喜地看着千下 千下看着这么大的小龙虾 很是兴奋 这么大的小龙虾 吃起来不得爽三天了 清蒸 水煮什么的 应该能吃吧 千下此时已经在构思 怎么烹饪这个小龙虾 下下 这个东西能吃吗 不能吃我就扔了 能吃 这个叫小龙虾 很好吃的 千下赶忙回答 都说小龙虾生长在脏水的地 可受食的环境很好 更别说会有水污染 生活在这么干净的水域的小龙虾 那不是健康又美味 真的吗 走走走寒川 再去多找点 姗姗我去找龙虾给你吃 明风没等寒川说话 这会儿有新的食材 绝对不能放过 不是 哎 我还没跟夏夏多说两句话呢 迎风直接用风意能加速跑 寒川化动 坐完就看不见人影 千下有些好笑 迎风什么时候变得风风火火 他记得以前挺稳重的 千下 这个什么龙虾 很好吃吗 珊瑚好气宝宝上线 必须好吃 等他们抓回了我来 此时玄奇和珊瑚的另一个伴侣 乐风端着一盘煎好的肉走了过来 两人把肉放在各自的伴侣面前 谢谢我带老公 谢谢三老公 而为什么觉得有点羞羞的 看到珊瑚有些羞红的脸蛋 千下表示有被可爱到 此时 森林的另一面 福玉刚刚猎了一头野兽 那野兽喷了他一身的血 挨干净的他忍不了一眼 此时正拖着猎物往水边走去 他很少来到上游 只是今天追着猎物才到了这边 福玉一边嫌弃地看着自己身上的血迹 一边走出了森林来到岸边 一抬头 一个美丽的身影撞入了他的眼睛 千下本来低头看着流水中的脚丫子 一抬头就看到了对面 拖着猎物而来的一个高大声音 两岸相隔不远 他很清楚地看到对方的样子 这个兽人 长得好帅啊 好漂亮的眼睛 千下在心里偷偷地惊叹着 看着眼前这个俊美至极的兽人 千下想起他上辈子买过的高配版BJD娃娃 此时仿佛娃娃真人话 好看吗 福玉嘴角勾起一抹浅笑 而后放下手中的猎物直接入了水 清洗着身上的血迹 好看 千下回答得很诚实 听到他的回答 福玉嘴角的笑意更深了 眼前的这个小慈性很是漂亮 不过看起来有点憨憨的 皮肚是少见的白皙 他向他走了紧 小慈性 你是哪个部落呢 不然 他感受到了一瞬间的杀意 和一股来自高阶兽人的压迫 福玉心中一惊 森林里什么时候有了七阶以上的兽人 玄奇刚装好肉汤 一转身就看到了一个雄性正要接近千下 他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直接释放出了威压 感受到这股不寻常的气息 珊瑚的其他兽夫们也都起身走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奎则刚说完 就看到站在水里的高打声音 他正要说什么 一旁的乐峰倒是开口了 福玉 你怎么在这 乐峰倒是有些意外 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这个家伙 你认识 玄奇冷冷地开口 他是我们湖族部落的兽人 就是那个八尾施金湖 乐峰和大家解释着 千下看向对方 心中等他 原来是狐狸兽人 怪不得气质这么没有 看到乐峰 福玉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 他微微侧身 我为什么在这 不明显吗 此时众人才看到对岸的那头野兽 玄奇没再说什么 只是把手中的肉汤放好以后 去把千下爆了回 水里凉 先不玩了 喝点汤 玄奇此时的温柔和刚刚的冷漠 简直是判若两个 千下是雌性 自然是感受不到玄奇的威压的 但是他很明显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劲 该不会是以为 那个叫浮育的兽人要对他做什么 误会了吧 谢谢戴老公 刚刚那个兽人只是来洗澡了 看到了我就问了 我是哪个部落的 没有什么时候 千下解释道 此时珊瑚从一旁的树丛里钻了出来 哎呦喂 早知道听千下的话 不吃那么多红薯 一直在放屁 害他半天没赶回来 一边吃东西 一边放屁算怎么回事 他也是要面子的守候 珊瑚的出现打破了这诡异的气 与此同时 寒川和迎风也回来了 只是他们手上什么都没有 寒川刚想说点什么 却一眼看到了水里的身影 福玉 在寒川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一旁的玄奇也抬头瞥了他一眼 不过他很快就一开了视线 听到有人喊自己 福玉转过身 只见寒川站在对面 他的手里还凝聚了几个锋刃 几乎是一瞬间 锋刃飞出 福玉赶忙释放异能 几个锋刃被福玉一手碾刺 在场的一众兽人 看着眼前一幕不知所以 这个红发兽人是谁啊 寒川为什么要打他 他刚刚去放屁 怎么回来就打架 他错过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签下此时也有点猛 这是什么情况 一时间气氛有些剑拔猛张 不过下一瞬 气氛破冰 寒川咧嘴一笑 生气皆拉 福玉白了他一眼 转过身继续洗澡 寒川此时有些兴奋的 快步走到岸边蹲下 你也不行啊 比我晚了那么多天 福玉暗暗翻了个白眼 没回应他 寒川 你和他很熟悉吗 听到签下的疑问 寒川转过头 当然熟悉 毕竟是从小打到大的关系 签下点了点头 没再说话 吓吓对不起 这个龙虾也不知道 是不是只有这一只 我们蹲了好一块 都没再看到第二只 寒川有些委屈巴巴的 一旁的旋旗 直接翻了个白眼 没抓到猎物也好意思委屈 罪悟 签下微微一笑 伸手不留他的脑袋 说什么对不起 没抓到就没抓到 我们又不缺这一个食物 倒是辛苦你了 蹲了那么久 此时寒川感动的不要不要 他的伴侣果然就是最好的慈性 他没抓到猎物 没怪他就算了 居然还安慰他 还说他辛苦了 他最最最最爱签下 珊瑚看着签下和寒川的互动 他犹豫了一下 抬头看着迎风说 你也辛苦了 迎风受宠若惊 嘴角勾起笑意又被压下去 然后又勾起 谢谢珊珊 迎风内心 这种滋味豪爽是怎么回事 身后的对话都传进了浮宇的耳朵 他有些吃惊 吃惊的是那个漂亮小慈性 居然是寒川的伴侣 浮宇微微侧过身 看似在仔细洗澡 实则在用余光悄悄打凉的 这个小慈性居然怀孕了 他前面都没注意到 上一次见寒川是什么时候也不记得 那时候 他还是六阶 如今的寒川成熟了很多 可能是因为有伴侣的关系 浮宇的视线悄悄地看向了一旁的旋起 而后垂下了眼眸 这个兽人恐怕不止八阶 浮宇思绪有些复杂 这么高级的兽人 什么时候出现在这片森林了 还一点消息都没有 而且这个兽人很明显 也是这小慈性的伴侣 寒川也是 想到这 浮宇又看了眼寒川 此时后者正蹲在小慈性面前笑得灿烂 浮宇扶了扶额头 算了 就这家伙 他好久没有见他了 千夏第一反应是看向璇琪 只见他微微皱眉 璇琪此时有点无奈又觉得好笑 因为千夏和寒川两个人都在看着他 前者眼神小心翼翼 后者则是眼巴巴地看着他 左右那个叫浮宇的兽人也没做什么 又是寒川的朋友 吃顿饭而已 也不碍事 你自己做饭 璇琪淡淡开口 食物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现在邀请别人一起吃饭 食物可不够吃 自己的朋友自己做饭请客 寒川兴奋地站起来一把搂过璇琪的肩膀 福玉有些吃惊 居然邀请他一起 福玉转过身 他第一眼看的是岸上的那个高阶兽人 只见对方神色淡淡的 再看其他人 则是自己忙自己 福玉玩味一笑 好啊 那这头猎物就当做谢礼 你可要接住了 话说完的时候 寒川脸色也变了 只见那头猎物直接被福玉从对面甩了过来 寒川赶忙站起身 释放风亦能将这头猎物包裹住 然后缓缓丢到一旁的地上 你小子是不是疯了 万一我没接住怎么办 寒川有些气急淡坏 这小子说完直接就扔 要是他没接住就砸到其他兽 如果你没接住 那也就只能说明你也不过如此 福玉淡淡开口 然后朝对岸走去 牵下看着福玉的八块腹肌很渴望 不管知道这是什么 福玉的魅力 此时福玉上岸以后 寒川立马拉着他去干活 坐着等吃 不存在的 寒川开始烧火准备做食物 一旁的福玉满脑袋的问候 这是在干什么 看着这个中间被掏风的石头 他甚是不解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你小子运气不错 遇到了我 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世间美味 寒川一脸的得意 另一边迎风端来的几个烤红薯 珊珊 千夏 红薯好了 拿走拿走 我不吃 我坚决不吃 你们也少吃 珊瑚心痛地看着这几个烤红薯 忍痛拒绝 不是他不想吃 是他今天早上已经吃很多了 他不能再放铁 至少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再放了 迎风看了看手中的烤红薯 最后看向千夏 给我一个吧 剩下的你们吃就好了 迎风给千夏递了一个红薯 伴侣为什么突然就不喜欢红薯 但是既然是伴侣说的话 那就听 迎风走远了以后 千夏有点好笑地看了一眼珊瑚 他大概知道珊瑚为什么不吃红薯 千夏把红薯掰了一半递给珊瑚 诺 吃吧 半个红薯不会放屁 放心吧 珊瑚一时间差点感动地哭出来 千夏懂啊 来 尝尝看 寒川将煎好的肉装好递给福玉 并教他怎么使用筷子 福玉老半天都用不好 好不容易夹起一块肉 刚拿到嘴边用到的玩意 来回好几次后 福玉一把把筷子弄了 什么玩意 烦死了 福玉直接用手拿起一块肉品尝了起 指一瞬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寒川 再然后一碗肉就见你 哎哎哎 这是我了 我的 寒川紧紧地护着手里的那碗肉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这臭狐狸 吃完了又来抢他了 他还是跟小时候一样混 福玉一犹未尽 他看了看寒川护在怀里的那碗肉 并看了看一旁吃锅 我没吃够 你没吃够关我什么事 做给我吃 答应你一件事 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 那你说你不如我 我不如你 不是 你 寒川直接一个愣主 在谁不如谁这件事上 他俩从小打到大 哪怕是被他压着吧 这小子也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比他强 如今为了一碗肉 真是气死我 你吃个屁你吃 寒川气急败坏 三两口就不腿里的肉吃个精光 福玉看着他吃 咽了咽口水 寒川本来不想理他的 却看到他咽口水的动静 罢了罢了 不就是做个饭吗 多大点事 这小子以前小时候抢他东西吃 除了饭间以外 他是真的馋了 在福玉处理猎物的期间 寒川问起了千夏龙虾的做法 你直接烧水煮 记得放两片姜皮 看到外壳颜色变得鲜艳了就是熟了 滴下下 等我 寒川兴冲冲的去起波烧水 千夏默默的心里叹了不起 这手臂大小的小龙虾在这里只能是白水煮 只是很可惜的 没有蘸料啊 珊瑚一边吃着煎肉 偶尔在喝点肉汤 千夏 以后我们经常出来野餐吧 一边看着美景 一边吃着美食 爽死 这两天还可以出来 后面就不可以了 快到生仔仔的时间了 仔仔出生以后 玄奇就要复当了 我可不能抛下他自己出来玩 这一番话 玄奇很是感动 一想去就去 我没关系的下下 玄奇看着他满眼温柔 那不行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珊瑚两眼一亮 对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他家和千夏家 也是一家 龙虾煮好了 寒川小心地剥开外壳取出肉 一分为二后 端给千夏和珊瑚 珊瑚看着这小半块的虾肉 很是好奇 迫不及待地一口吞下 我觉得这个肉吧 还是好吃的 就是有点没味道 珊瑚两下就吃完了 而千夏的那份还拿在手里 是这样的 主要是现在我们没有合适的调味的东西 不过还是好吃的 对吧 千夏笑意赢赢 然后把手上的下小半虾肉 分成了三个 玄奇 寒川 你们也尝尝味道 闻言寒川和玄奇对视了一眼 两人都从彼此的眼睛里 看到了震惊和欢喜 糟糕 吃快了 夏夏你吃就好了 不用给我们 就是 明天我再去下游看看能不能再抓到 夏夏你吃 玄奇和寒川自然是不愿意吃的 本来就没有多少 怎么还能跟自己伴侣请食物吃呢 你们俩现在是不听我们了吗 千夏故作生气的样子 玄奇和寒川又相互对视了一眼 也没再搅情 拿起一块虾肉吃了起来 珊瑚看了看千夏 又悄悄偏了一眼凝风 然后低下头挽起了自己手指 千夏总是习惯性地想着自己的伴侣 和寒川都赶走了 只留下他们两个人 千夏坐过去和珊瑚贴贴 微微低头 怎么了 让我猜猜他 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 没有给伴侣分享虾肉呢 珊瑚文言抬起了头 有些吃惊地看向千夏 千夏你是不是有什么独心意吗 你怎么知道的 珊瑚说到最后的时候 语气变得微义 然后又低下了头 千夏一把拉过珊瑚的手 温柔地开导他 其实我觉得你自己吃会更好味 你五个寿服 但就这么一小块肉 分成六分 每个人都分不到一个手指头大小的肉 珊瑚抬眸看向千夏 没说话 但是这个眼神千夏看懂 你是不是觉得 就算不分给其他的寿服 那总要分给银峰是吗 毕竟这个龙虾 是他和寒川一起捕获的 对不对 珊瑚点头如倒散 千夏笑了笑 伸手摸了摸珊瑚的小脑袋 可是你想过没 你给了银峰 那其他寿服呢 虽然他们不会有什么意境 但总归心里会有些失落难过 你的本意是想平等地对待每个半年 但有的时候吧 就比如现在这个虾肉 这不好分的情况下 那就自己吃了 这样反倒是另一种公平对待 对不 千夏的温柔开导 让珊瑚瞬间恢复满血状态 千夏你说得对 我真的太喜欢你 珊瑚撒娇一般地 把脑袋靠在了千夏肩膀上 手腕着千夏的胳膊轻轻摇晃 以后我多向你学习 你都不知道 前面增下肉的时候 我看玄契和寒川的眼睛 那温柔 那爱意 千夏甜蜜地笑了笑 又摸摸了他的脑袋 真是可可爱的女孩子 千夏这边欢欢喜喜 寒川那边就是鸡飞狗跳 浮玉把猎物的皮包下来了以后 回头看了看石锅的位置 然后伸出一只兽爪 一层金光慢慢附着在了爪子上 他掐几下的功夫 这头猎物就被分成了好多块 浮玉看着掉了一地的肉块 眉头微重 他捡起肉块 又重新洗干净后 搬回了石锅旁 寒川一言难尽地 看着来来回回的浮玉 不是 他是不是脑子不太聪明 这地上不是有兽皮吗 他就不能洗干净了 放在兽皮上装好 再拿过来吧 玄奇没说话 他面色一片淡然 瞥了一眼 身旁的寒川后目光 又看向正在搬肉块的那个手 要不说他俩能玩到一块去呢 寒川目光瞥向石锅 不是我说 前面给你吃的肉材多大一块 你切的是多大一块 浮玉坐在一旁的石头上 淡淡地回答 不够吃 寒川无语 混红 阴沉沉地开口 你小子以前为什么抢我食物 是不是米辰 懒得去捕猎 所以你抢我呢 这次浮玉终于正眼看瘦了 没有啊 纯粹就是想抢你的 嘿 你小子 寒川气急大快地在他头上放了到高压地 他就知道 这小子就是纯犯剑 早在寒川凌雷的时候 浮玉就直接开启了自己的异能 几乎是瞬间 一层金光覆盖了他全身 随后一道灰黑色 小脸也生气 灵雾散去后 只见浮玉坐得板板正正 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气死我了 寒川一连释放了数到十万电斧 批向浮玉 虽然知道自己伤不到他 但是他就是想批他两下 气死他了 迎风来到玄奇身边 看着眼前的一幕不明所以 这是什么情况 他俩不是认识吗 怎么还打起来了 谁知道呢 这两个兽凑一起都凑不出一个完整的脑 他怎么会知道他们呢 对不起 浮玉突然开口道歉 寒川一时间愣住 你说什么 浮玉抬头直视着寒川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道 对 不不起 寒川猛地往后跳了一步 面色惶恐 这小子怎么不按常理出招 他居然会道歉 还挺诚恳 其实这真的是寒川想多了 浮玉只是不想跟他浪费时间了 也怕他太过生气就不给他做肉吃 干脆就到个歉算了 你是本兽吗 听到寒川的话 浮玉不解 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 这说的是什么兽话 浮玉无语 算了 既然你都道歉了 本兽就不跟你计较了 寒川一边说着一边开始重新叮 他要开始做饭了 玄奇 千夏再过几天就要生宰宰了吧 迎风搭着玄奇的肩膀闲聊 更还有七天就到生宰宰的时间了 说到千夏和宰宰 玄奇总是忍不住微笑起来 如今家里有一个寒川 在这方面上他可能更有经验一些 毕竟狮子是群居的 时间也没几天了 看来后面几天他要出去好好地捕猎一笔 正打算再说点什么时候 突然传来一阵怒吼声 你是多久没吃过饭了 寒川一边煎着肉一边气急败缓 他煎好一锅他吃一锅 煎的速度都跟不上他吃的速度 无疑犹未尽地清水下手指 你做得好吃 一句真情实义的夸奖 让暴躁的寒川瞬间眼齐吸 然后默默地煎起了肉 再不吭一声 围观的几个雄性忍不住轻笑出声来 头一次看到寒川吃饼 真是太好笑了 千夏他们那边干啥呢 珊瑚看他们俩的寿服都围成一圈的 很是好奇 我们过去看看 当千夏和珊瑚两人走过去的时候 只看到寒川埋头煎肉 一旁的浮育则是埋头吃 这是什么情况 千夏感受着这有些不同寻常的气质 身旁的玄奇轻揉过他的腰身 没什么 就是这个狐狸兽人很喜欢寒川做的人 千夏看了看着两个 又疑惑的看了也玄奇 他不信 这边寒川刚出一锅肉 另一边浮育已经快速接过了 你就不能吃慢点了 你好歹给我留点尖的时间了 寒川又绷不住了 他是多久没吃饭了呀 这肉刚出锅也不咸的 抓起来就是吃 他肉刚下锅没两分钟 一锅肉他就吃得七七八八了 吃完了又眼巴巴的看着他尖肉 真是受不了了 寒川扭头去把之前的筷子捡起来 你必须拿筷子吃 不用筷子 你也别吃了 福玉犹豫的看了一眼满脸凝沉的寒川 心不甘情不愿的接过筷子去河边洗干净 然后回来坐下开始用筷子夹肉 看着他的样子 寒川呼出了一口气 这学习用筷子够他磨一阵时间了 他终于能好好的煎肉了 谁懂啊 他煎个肉比捕猎还有压力 急死他了 千夏就这么看着福玉 好不容易夹起一块肉 手一捅掉地上去了 福玉看着地上的肉 眉头紧错 好可惜的肉 但是他脏了 要不洗洗 纠结半天后 福玉正打算把肉捡起来 一道温柔的声音响起 掉了就算了 还有很多肉呢 我教你怎么用筷子 千夏觉得 他可能有点洁癖 刚刚寒川从地上捡起筷子递给他的时候 明显在他的脸上看到了犹豫和嫌弃 最后他也是去水边把筷子洗干净了才试 千夏走了过去 拿过他手中的筷子 开始给他示范怎么用筷子夹肉 福玉忽然心肩一颤 抬头看向面前之人 此刻心跳得有些厉害 这距离有点 太近了 内心内 我有点困了 小水在你身上 此时千夏转身看着玄琪 谁懂啊 玄琪的兽形冰冰凉凉的 躺在上面睡觉实在舒服不过 要不我们先回家 玄琪有些担忧 没事打 今天大家出来玩心情好 我们要是先走了就太破坏气氛了 我就小睡一会儿 愣听你的 玄琪一把抱起千夏往回走 他要陪伴你睡觉 我们把一切都看在眼 顿时觉得手里的肉不香了 这种柿子居然有一个这么好的蛋 他嫉妒 不吃了 福玉直接把碗一发 韩川看着手里的最后一锅肉 冷笑一声 然后手心凝聚了一道不想 今天你要是不吃完这锅肉 咱俩今天势必有一个交代在这 刺激选了 他没有开玩笑 真是气死他了 前面他煎的速度都赶不上他吃的速度 给他着急忙慌的 现在煎好了 他说不吃了 倒也不必如此 我吃还不行吗 韩川 你截旅多久了 好像一个多月吧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 哎不对 你问来干什么 你该不会是 我只是很高级 就你这种木头是怎么找到办法 福玉快速地为自己解释 韩川服依的吐 看来看去 只见他神色贪然 姑且就幸运一会 当福玉吃完肉的时候 牵下这边也睡醒了 看着逐渐变得昏黄的阳光 该回去了 收拾一下吧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有空的话可以来狮王部落做主 我们就先回去了 韩川对着福玉很是傲娇地说的 改天我带头猎物上门看 福玉虽是对着韩川说话 但他的眼神早已穿过了韩川 看向他身后的那摩娇巧身影 韩川点点头 然后转过身变成了兽戏 一旁的旋旗将千夏抱起 将他送上了韩川的背上 福玉看着远去的众目 神色黯然 这么美好的氛围 真是令寿羡慕 千夏坐在韩川的背上 他微微地俯下身 轻轻抚摸着韩川脖子处的毛巾 韩川 你的瘦身真大呀 千夏夸奖一句 那是 和我同龄的狮子 我是最强的 瘦身也是最大的 说完韩川 还很是骄傲地养一下 一旁并排行走的 银风扭过头 开向韩川 嘴角隐隐有呲牙的样子 他还是和小时候一样讨兽戏 兽神在上 能不能给他毒养了 当千夏他们快到部落门口的时候 发现奇纳正站在门口 而他的兽夫们 正一个接一个地翻得东西出来 这是什么情况 他应该是要去黑狼部落了 珊瑚毫不意外地回答 离开部落 我倒是有点意外 前段时间 酋长家里有个冰柜的事情 传遍了部落 大家都很好奇 于是都来到千夏家里求冰柜 玄其为了千夏能好好地休息 左右凝聚一个冰柜 也不费多少亿名 就通通答应了 现在的狮王部落 可是更像小康的部落 家家户户都有地图 都用桌椅吃饭 都有一个冰柜用来保鲜食物 哦 有一家没有 在事情爆出来以后 其那一家在部落里过的病毒 被以前的朋友孤立 他决定离开部落 于是他和苍杀商量后 决定去苍杀的黑狼部落 于是就有了千夏看到的这一位 酋长不会挽留吗 千夏这时候就好奇了 怎么说都是一个雌性 他本来就是我们狮王部落的雌性 他是有权利离开的 只需要智慧阿富一生就可以了 再者 阿富为什么要挽留 他又不是什么好的雌性 韩川不以为然地说道 随着千夏一行人越走越紧 原本围观兽人 把视线都放在了千夏一行人身上 居然是当初瘦弱的千夏呢 他好白 也好漂亮 好羡慕珊瑚 他可以和千夏做朋友 珊瑚感觉也变得更漂亮一些了 议论声分歧 围观的兽人们眼中满是惊讶和惊艳 听着这些满是赞叹的议论声 其那脸上一阵煞白 千夏面上微笑着和这些兽人们打招 可插进韩川博耿尖毛发里的手 却是快速地轻拍着 此时千夏的内心 快走 好多兽啊 快走 感受到博耿尖的动作 韩川心神领会地直接走了两个大步 脱离了兽人们的视线中心 因为动作幅度有点大的样子 千夏在韩川的背上直接被颠的后脸 吓得玄奇直接变成兽人形态 直接飞速过去不住千奇 我怎么跟你说的 我说你走路小心一点 不要颠到夏夏 你是把我的话当耳边疯吗 玄奇的语气一长冰了 韩川直接打了个颤 好可怕 玄奇是真的生气了 刚刚千夏后仰的难 他心跳都快停止了 不怪韩川 是我示意他快点走 韩川也只是听我的话 千夏赶忙为韩川辩解两句 玄奇瞪了一眼 低着大狮子头的韩川 就算是夏夏你示意他走快起 那他也不该动作这么早 他是不知道你在他背上的 不是我说你 夏夏第一次坐你的瘦身 又怀着崽崽 你自己也不知道小心一些吗 我的错 我开心过头了 韩川此时还没有变成人形 狮子瘦身乖乖的坐立 低着头听讯 开心 开心什么 千夏一火 韩川抬起他的大狮子头 看着千夏 夏夏你第一次坐我瘦身 我很开心 哎呦喂 心疼我的大狮子 都是他的错 玄奇他是不是有病 夏夏过几天就要生宰宰 到那时候就是他全权照不下去 别说做他瘦身了 睡觉都是他陪睡 现在整着死出 他开始后悔当初选他做第二寿赴的这个决定 实力是有的 但是脑子不是很有 好了好了 说到底是因为我的事意韩川才这么做 玄奇你就不要怪韩川了 千夏只能使用撒娇攻势了 看到韩川癌讯的样子 迎从上扬的嘴角是怎么压都压不住 玄奇 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让你嘚死 瘦身大是吧 打不过你是吧 小插曲过后 千夏又重新做回了玄奇的头上回到了山洞 玄奇盘点着目前手里所拥有的食物 然后决定要去补猎 还有六天千夏就要生宰贼 他要囤不少的食物 以便度过后面这两个月 虽然他寿星饱餐一顿的话 可以顶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有了美味的食物做法 谁愿意吃那又腥又没味道的生食呢 他孵然是没法做食物 但是他可以让韩川给他做了 下下 我要出去补猎 韩川照顾你 我会和珊瑚一家说一声 韩川忙不过来的话 韩迎风 说实话 他是有点不放心韩川的 不过珊瑚一家再就放心多了 珊瑚那么喜欢千夏 使唤一下迎风 他应该是不会介意 若是珊瑚知道玄奇的内心想 珊瑚一定会兴奋的大碼 随便用 毕竟他最喜欢照顾千夏 千夏此时是刚睡醒的状态 听到玄奇话 他只是胡乱的眼睛 玄奇看着越发美丽的他宠溺一笑 然后转身离开了小冬去交代韩川去 谁能想到 当初那个兽虫皮包 不被所有兽人看好的慈性 现如今长得这么好看 还即将要给他生三个熊仔子 是的 60天的时候他感受过 三个生命力强大的熊仔子 遇到千夏真是他的好运气 交代好韩川以后 又到了隔壁珊瑚家又交代了一份 果不其然的 珊瑚兴奋的指点 又当工具人了 等千夏来够床的时候 韩川也煮好了食物 正吃着 珊瑚和迎风走了进来 珊瑚吃过饭了吗 要不要一起吃点 千夏微笑地说道 珊瑚猛地摇头剧 千夏现在怀仔展示得多 但他可没话 他早就醒了并且吃过了 千夏想到珊瑚昨天说的还想去野餐 今天还要不要去呢 珊瑚先是看了一眼凝风 然后又看了看韩川 想去 可是今天玄奇不在 这可以吗 现在的玄奇已然是两个家庭的主心兽 只要是两家的集体活动 那一定是先看看玄奇的态度 千夏正想说话 洞口却传来了一道声音 韩川 韩川你在家吗 韩川一时间只觉得声音有些熟悉 但是没想起来是谁 没等他开口 千夏先说话吧 在家的 进来吧 听到俏丽的女声 福玉唇角微微上扬 他把手中的两头猎物丢在门口处走进去 福玉进了山洞以后 看着眼前一幕震惊了他 他从未见过如此漂亮又整齐美观的山洞 不是 你来这么快啊 韩川看到福玉的到来很是震惊 这小子有这么想他吗 昨天说给你们的猎物最后被我吃光了 我很是愧疚 所以我等不及地要来送猎物作为补偿 福玉解释着自己的来意 但眼神悄悄地瞥了一眼千夏 千夏看着福玉一头红色长发 他在想 福玉的瘦身会不会很好的 毕竟是狐狸 哦原来是这样 猎物呢 我放在洞口了 福玉过来坐吧 千夏指了指他面前的作物 福玉走过来直接坐下 韩川则是起身去洞口看他带来的猎物 你小子还算有心 两头猎物 不过这两头猎物要尽快处理放入冰柜宝箱 听到这话 珊瑚眼前一亮 要处理猎物可不就得去水边吗 既然都去水边了 不如顺便饮餐 冰柜 福玉开始打量着这个山洞里的一切 千夏看着福玉疑惑的样子 他笑着解释了山洞里的这些东西 韩川走到福玉身旁一把握住了他的肩膀 你小子怎么知道我住这里的 此话一出 在场的四个兽琪琪看向他 面上一言难尽 福玉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对着千夏说 你是怎么看上他的 千夏福娥 可能是他之前和他接触少了 之前也没觉得韩川这么寒寒 韩川皱眉 喂 你干什么呢 你在我伴侣面前说我坏话 我用得着说你坏话 你要不要看看你刚刚说的是什么话 我不知道你住哪里 我还不能问你们部落的兽人吗 韩川忽然耿不住 说的也是 韩川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开始转移话题 不是说要去野餐吗 这不刚好吗 去野餐顺便把外面两头利物处理 说的有道理 珊瑚 银峰 你们去收拾一下呗 我们出发去野餐 珊瑚兴奋地刚想鼓掌 然后又冷静下来 可是玄奇不在 真的没事吗 倒不是珊瑚害怕玄奇 只是现在千夏是特殊时期 玄奇不在他自己也有点没 虽然自己伴侣和韩川实力也很强 但他还是有点担心 千夏握住珊瑚的肩膀笑着说道 我们就是去水边而已 韩川和银峰还有福玉都在 还有你的几个寿服 能有什么事吗 放心吧 快去收拾 而此时一旁的福玉很是精细地看见千银 他刚刚说什么 他说还有他 他也一起去 当千夏宣布出发的时候 一旁的福玉搜的一声 变成了一只火红色的巴罗福玉 一时间 所有人出发的脚步忽然一顿 而后福玉也跟着一顿 此时 众人心里十分惊叹于福玉的瘦身 原来这就是赤金红狐吗 真是太美了 千夏有些看呆了 同时他好像有点理解周王 韩川此时已经走了几步 却发现身旁没有兽跟上 于是边说边扭头 你们怎么没跟 他一回头 只见其他兽政呆呆地看着瘦身的福玉 而福玉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们 搞什么呀 不看是吧 喂 还走不走啊 韩川没好气得大啊 一时间 众人才回过神来 然后快步跟上韩川的部分 还好此时他们都是瘦身状态 要是瘦人行腿 这尴尬的脸红就藏不住 一群雄性对着一个雄性看待 这说出去像什么话 由于上次韩川颠倒了千夏 所以走到水边的时候 用了比平时卖一半的时间 终于到了 我今天要下去泡水玩 刚到水边 珊瑚就迫不及待地 跳向奎泽的瘦身 这让他的一众瘦夫下了一体 毕竟瘦身的到地面 还是有点高度的 迎风开始把东西全都放住 韩川和奎泽赶紧拿过兽皮 铺在了地上 然后让千夏和珊瑚先坐下休息 其他人则是开始洗锅搭造他 福玉原本打算去处理猎物 但韩川喊住了他 并表示他自己去处理猎物就可以 那我没事做 福玉皱着没说的 毕竟他又不会做那些食物 韩川看了一眼其他人 又看了看福玉 好像也是 他也就只能去处理猎物 算了 咱俩一起去处理猎物 你看着我怎么做的你就怎么做 不然你切得太大块了 千夏和珊瑚不方便吃的 于是两人各拖着一头猎物 到旁边处理去 千夏 珊珊 我去上次那个龙虾的地方 看看还能不能抓到龙虾 迎风还是想着那个大龙虾 珊瑚感到宰手 你去吧 要是有刺刺兽什么的 也可以抓一抓 对了 你把我的兽皮群拿两件出来 好 兽皮群放这里了 那我先去了 迎风走了以后 珊瑚就迫不及待地下水了 现在这个时候 阳光不是很强 泡在水里冰冰凉凉的刚刚好 千夏 泡水好舒服呀 可惜你现在怀着宰宰 不然一起下来泡多好 过几天就生宰宰了 等我生完宰宰以后 我们再来泡水 千夏一边抚摸着肚子一边看着珊瑚 好期待呀 三个熊宰宰了 珊瑚看着千夏龙起的小子 有些羡慕地说道 他想生个小狮子玩的 但是这么久也没还手 说到这个千夏就有点无奈 他原本很期待有一个雌宰宰 软软嫩嫩的小女孩 谁能不行 结果六十天的时候 玄契告诉他 肚子里的三个宰宰宰 都是熊宰宰 他小女孩的幻想就这么破灭 我想要个雌宰宰 软软嫩嫩的雌宰宰多可爱 那好乱 你下一胎给寒川胜 说不定就有雌宰宰了 珊瑚说这话的时候 贼嘻嘻 让千夏有点好笑 你别说我了 你不是说要生个小云风玩吗 怎么样了 我是想的 可是一直没有怎么办 珊瑚一脸无奈 他也不是一定就要小事 只要是怀上了 谁的都行 而且他也没少努力 有时候 两个寿司一起来 千夏有些纳闷 虽然知道寿司反眼不容 但也没有这么困难 要不然他怎么一次就怀上了 珊瑚 你上次来那东西是什么时候 千夏忽然想到这方面 那东西 什么东西 珊瑚一时间没转过神来 千夏耿住 他本来下意识地想说大姨妈 想了一会儿后 就是那里流血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的 哦你说这点 我想想啊 说起来千夏来到寿司后 都还没来过大姨妈就怀崽崽 珊瑚 我们雌姓是多久会流血一次 我怀崽崽一段时间啊 之前是什么时候流血的 早就不记得 千夏勉强地找了一个借口来问 一般是三个月会流血一次 一记会来两次嘛 但是这个也不好说 你还记得夺利吗 他就一记来一次 珊瑚说完又继续回想 自己上一次流血的时间 千夏呼出一口气 还好珊瑚没察觉到 有什么不对劲 他开始沉思 看来寿司的雌姓 是三个月来一次大姨妈 现代排暖七那一堂 用在兽人身上不知道能不能行 不是 你切的还是太大 再小一点 这还大呀 你以为雌姓和我们一样大口吃肉 算了 不说你 你单身兽懂个屁 怎么还带人身攻击 寒川给浮玉笔划了一小后 浮玉指头 咋子下去 你就按照这个大小切就好了 寒川说完后开始切自己手里的肉 切着切着 想起了什么 这么久不见 你去做了什么 没什么 就是离开了森林一亭 去了中大陆 寒川有些惊讶地看起来 不是 你跟我说说 你去中大陆干什么 我很久很久没见你了 这么多的日子你都在中大陆 别问了 问这么多干什么 切你的肉 墨姐 浮玉此时神色有些不自然 他赶紧低头切肉 寒川看着他这有些不对劲的样子 双眼微眯 你该不会是去的 说话说到一半 寒川把别人名字忘了 就那个谁 那个之前一直让你当他受服的那个慈性 他叫什么来着 我一时间想不起来吧 浮玉此时面上一片尴尬 不过他低着头 寒川倒也看不见 寒川知道浮玉之前一直有个慈性很喜欢他 那个慈性早就成年了 但他拒绝了所有求爱的凶器 他就要浮玉做他的第一授复 想到这里 寒川抬眸看了一眼浮玉 就他那张脸 哪个慈性能不心动吗 不对 心里刚想完 寒川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猛地坐直 然后看向了不远处的牵向 糟糕 牵向不会也心动吗 寒川转过头 看向浮玉的眼神都变得凶了起 这小子怕是不能留了 浮玉此时刚把手里的肉切完 他隐藏好情绪后抬头看向寒川 正想说肉切好了 却看到一脸凶向了寒川 你又出什么风 他不过就切个肉 他这一脸凶向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来找我 寒川恶狠狠的道 我不是说了吗 我来送猎物啊 再说了 不是你邀请我来的吗 说什么有空可以来部落作者 这不是你说的 浮玉面上是一副坦坦荡荡的样子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其实有点心虚 那天他回去以后 满脑子都是野餐食的所有饭 但最深刻的是他教他用筷子的话 他对伴侣温柔说话的语言 有关他的一切话呢 他一晚上没睡好 于是天一亮他就赶紧去不练了 寒川仍是恶狠狠地盯着他 试图从他脸上找到一丝坦荡以外的表情 不过很可惜 他盯了老半天也没盯出来 于是转移了视线 寒川没看到的是 他转移视线的那一刻 浮玉松了一口气 最好是这样 说完 寒川继续切肉 他得快点了 不然等会牵下和珊瑚等久了 他拿起肉就要往回走 突然一只手拉住了他 看着拉住他的那只手 寒川皱着没看向浮玉 干嘛 你把肉再洗一遍拿回去 寒川白了一眼浮玉 转头就要走 但是浮玉死死地拉住他 他一时间还真动弹不了 你洗 给我洗 寒川气闹 一把把肉块丢了 然后转身就走 最后 寒川坐在灶台边的石头上 看着不远处的浮玉先洗好兽皮铺 然后把肉一块块地洗好 放在兽皮上 也不知道他这个兽是什么的毛病 从小到大爱干净的药子 不会煮食物之前 大家都是不猎了以后 简单处理就直接吃了 他倒好 一定要去水电 先把猎物清洗一遍 然后包下完整的兽皮 再仔细地清洗一遍 这时候才能吃 所以小时候 寒川很多时候受不了 他要跟他打架 浮玉走到灶台的时候 奎泽直接顺手把兽皮接过去 然后招呼其他的兽妇开始做饭 浮玉看向一旁的寒川 眉头微皱 他不见肉麻 寒川本来坐在石头上 浅浅地欣赏着眼前景色 无意间瞥了浮玉一眼 然后就看到了他这副表情 他懂了 他们的手艺也很不错 甚至比我还好 操什么心 寒川白了他一眼 他差点忘了 这个臭狐狸有一点就是 喜欢的食物就会很喜欢吃 吃多少都不会拧 浮玉说完一屁股坐在了寒川旁边 而寒川又是一个白眼 两人静静地坐着 谁都没说话 身后是奎泽一行人的忙忙碌碌 寒川刚想去看看千夏正在做什么 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他看向一旁的浮玉 对了 你们部落有没有什么新加入的兽人 或者是你们部落有没有在野外捡到兽人什么呢 浮玉一脸疑惑 问这个干什么 不过部落好像是有一些新加入的兽人 他刚回来没多久 他也一向不太关注部落里的事情 好像有吧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寒川赶紧把事情跟浮玉说了一遍 并把希望他如何做也告知清楚 我知道了 回部落了以后我会去问清楚 当奎泽他们把食物快做好的时候 迎风也回来了 还是和上次一样 空手而归 千夏千夏 我想起来了 我上次流血的时候是前面十来天左右 珊瑚在水里说着 眼角余光刚好看到正在走过来的迎风 当迎风走到两人面前的时候 珊瑚笑呵呵地看着迎风 是不是没有抓到龙虾 迎风些许尴尬地点了点头 又我猜对了 珊珊你怎么知道了 迎风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珊瑚此时双手在暗边一撑 然后就坐在了暗边 脚放在水里泡子 你每次要是没抓到猎物的时候 你脸上的表情就从来没变得 我一看我就知道了 迎风有些好笑 他有表现得这么明显 说来也奇怪 按理来说 既然出现了这种猎物 肯定就不会只有一只 但我去了两次 连影子都没看过 真奇怪 哎呀 既然抓不到就不抓了 也不是多好吃 还没次次受好吃呢 珊瑚只能这样来安慰迎风了 不然他觉得他会一直想着龙虾这件事情 珊瑚你起来换兽皮吧 这么湿答答地穿在身上 容易生病吗 准备要开饭了 奎泽放下手中的食物刚想走的时候 千夏喊住了他 奎泽 韩川 你们拿兽皮扑在旁边吧 大家一起在这里吃就好 福玉此时默不作声地站在稍后一些的位置 没有人注意到 他的眼神一直没离开过千奇 千夏看着韩川和奎泽忙碌 又看看其他人 大家都在 只有他的大老公不在 此时千夏突然傲慕 怎么能少了玄奇呢 这一份美好和快乐怎么能少了他呢 千夏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维米不正 他好对不起玄奇 珊瑚看着千夏这个样子 立马坐到千夏身边 千夏你这是怎么 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他眉眼满是担忧 我看着大家都在 只有玄奇不在 我昨天还说一家人整整齐齐 今天我就 千夏越说越难过 这时迎风突然说话 千夏你别难过 玄奇早就想到你会出来了 他特意叮嘱我说 要是你想出门的 让我多看见你 再说了 是他自己有事情要去做 没办法在你身边 你不要多想 迎风放下了心 还以为多大的事情 千夏此时有点猛 同时珊瑚也有点猛 今天玄奇来家里的时候 他有这样说过吗 珊瑚疑惑地看向自己的伴侣 一梦了一梦 千夏想想舍舍了 这该死的怀孕综合症 此时迎风看着疑惑地 千夏解释的 玄奇跟我说 他要去一趟迷雾森林 这两天要囤积食物 来度过复旦的两个月 而且他还要赶在 你生仔仔的前几天回来 今天就是他出去 捕猎的最佳时间 他都想到你会出来了 他怕后面再出去的时候 万一有什么变故 那就赶不上你生仔仔了 所以就多叮嘱我照看你一些 千夏你不用难过了 听了迎风的话 千夏却是更伤心了 他什么都想到了 可他想着出来野餐的时候 每个兽人都是自由的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是偶尔分开活动 又不是说不喜欢他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是千夏心里 就是莫名的愧疚 夏夏我们吃饭吧 韩川一手端着肉汤 另一只手端着尖肉 走了过来 只是当他来到千夏身边的时候 他明显感觉到 千夏情绪的不对劲 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怎么就不开心了 说完韩川还看了迎风和珊瑚一眼 珊瑚也没等千夏说话 直接把事情给韩川说了一遍 夏夏你想多了啊 我们雄性才不会想那么多了 玄奇他是有事情要忙 又不是说我们自己出来玩 把他一个兽丢在家里 再说了 本来我也要出来处理猎物的吗 这不就刚刚好了 不准多想了 我们来吃东西 韩川知道千夏 这是怀仔仔的出现的症状 今天玄奇还叮嘱他呢 说月快到生仔仔了 情绪更容易敏感多想 前段时间也是 千夏看着天上的弯月 他都哭了小半夜 说为什么月亮他不远 怎么可以不远 他和玄奇两兽都傻了 可是 我觉得好对不起玄奇啊 千夏可怜兮兮的看着韩川 韩川一屁股坐好 后一把把千夏抱在了怀里 下下 我和玄奇是雄性 雄性们都有属于他们的责任所在 现在玄奇就是去做他身为阿富 身为伴侣该做的事 你心里这般想着他 已经足够令他幸福了 我现在的责任就是照顾你 让你开心 你自己也都说了 后面这些天要安心在家里等待生产 而且生了宅宅以后还要坐月子 更是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能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更要玩开心了 韩川的话语成功安抚了千夏 金色的阳光变得昏黄的时候 千夏他们收拾完东西开始往回走 凌峰和韩川两头狮子并排行走 身上坐着各自的伴侣 而福玉跟在韩川的身后 韩川走了没两步 总觉得哪里不对 他回头看了两眼 没发现什么问题 终于在他回头的第三次后 他终于知道哪里不对了 韩川停下走 扭头看着身后的赤金红狐 非常疑惑 不是 你小子不回家跟着我干什么 你的家又不在狮王部落 韩川就纳闷了 这都个回个家了 他还跟着自己是怎么一回事 听到韩川的话 福玉身子一脚 糟糕 他忘记了 福玉假装淡定的开口 就是想送你们一程 感谢你们今日的款待 只见韩川扭过头 他还不往前走 甩下了一句 不用送了 你可别忘记了我跟你说过的事情 回你的部落去 韩川走了 其他人自然是跟上的 只留福玉一个兽 静静站在原地 福玉看着远去的众人的身影 他的眼底满是落寞 不过很快他就打起了精神 因为他想到韩川交代他的事情 然后他搜的一声 转身朝对岸方向奔去 他要回部落办事去 等千夏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玄奇还没有回来 不知道为什么他竟有些不安 韩川 玄奇有说他要去多久吗 太阳都要下山了 他还没有回来 他倒是没有说要去多久 但今晚要是不回来的话 第二天应该是会回来的 之前不也这样吗 所以夏夏你不要担心 再说了他可是久接兽人 虽然韩川这么说 但是千夏还是有些不放心 他心跳的厉害 看到千夏一副担忧的模样 韩川宽慰他 玄奇肯定没事的 他这么厉害能有什么事呢 夏夏你要不要睡会儿 千夏点点头 然后躺下了 此时迷雾森林的玄奇 正在进行一场恶战 他变化成巨大的兽体 来硬抗对方的攻击 玄奇打得有些艰难 因为对方的等级跟太阳 都是九阶兽人 而且对方是飞行兽人 他是陆行兽人 可以说是直接被压制住 玄奇看着在上空飞行的 巨大黑龙 他很是疑惑 什么时候这里出现了 一个九阶兽人了 而且还是个龙兽人 现在算上他的话 那就是有三个九阶兽人了 在地上燃烧了起来 玄奇见状释放兵异 能想要灭掉这火焰 一年火焰燃烧蔓延烧掉森林 可没想到的是 玄奇已经把火焰冰封了 可这火焰居然还在 他的冰里燃烧 没一会儿他的冰 就被火焰融化 然后这个火开始燃烧 起一旁的植物来 什么 这个火灭不掉 怪不得他刚刚会觉得 这个火焰很危险 看着有燃烧趋势的火焰 玄奇当下也顾不得什么 他朝天空之上的黑龙大声喊道 黑龙落在那处火焰前 变成兽人形态 他抬手一挥 原本正在燃烧的火焰瞬间熄灭 玄奇看向对方试探性地问道 你是来自西大陆的龙族 赤华没想到居然有兽之道龙族 他不由地正视了眼前之兽 但他没回应对方 看对方只看着他却不回应 玄奇于是先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玄奇 玄王蛇兽人 来自南大陆 向你道个歉 我追击猎物时不小心误伤了你 说实话 玄奇是有点点心虚的 刚刚对方兽形下来的时候 他明显看到了 对方翅膀上有一个小洞 没错 他干的 这个事情说来 真的是离谱 玄奇进入迷雾森林以后 就开始捕猎 外围的猎物捕了七七八八 然后再追着一头 大概是八街的巨羊兽的时候 进了迷雾森林的内圈 而内圈营绕着一层灰色迷雾 稍微拉开点距离 就直接是看不见终于 后来他在迷雾中 看见一个黑色的声音 他以为是那头巨羊兽 直接是一个火箭射了出去 然后他就听到了一声震天怒吼 他当时还有些纳闷 这八街的巨羊兽是这样的叫声吗 然后在迷雾中 突然袭来了一层 再然后他眼前的迷雾中 露出了一个龙头 说好的巨羊兽呢 这边浮玉回到部落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去找了酋长 从酋长口中得知 部落确实是有好几个新加入的兽人 其中还有一个是兔兽人 浮玉一听 急忙拉着酋长 让他带去看看这些新加入的兽人 这个兔兽人很有可能就是谦下的家人 而玄奇这边也把前因后果和对方解释了一遍 并且真诚地道了个歉 只见对方轻哼一声 好像是没有原谅的意思 思索几分 玄奇从空间掏出了一大把的零食 然后递给了对方 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有诚意的方式 毕竟能量兽肉这里随处都是 而零食可不一定会 赤华看到这一堆零食 他惊讶不已 因为这堆蓝零食里竟然还有不少的紫零食 和两颗红零食 该死 这个蛇兽可真负啊 给我了 玄奇看着对方惊讶的表情 然后点了点 这个龙兽喜欢零食 赤华高兴地拿过零食后 留下了几颗紫零食和两颗红零食 其余的全部放入嘴里嚼碎 赤华完全吸收了能量以后 一脸傲娇地对玄奇说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对我的冒犯 他这副死样子 怎么跟家里的臭狮子一个味道 赤华又拿出留下的几个零食 在手里颠着玩 他还是第一次见红零食 这红零食可不多的呀 这个蛇兽人居然就直接给了他两颗 富有 真是太富有了 赤华看着眼前的玄奇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这个朋友或许可以教一下 你说的没错 我是来自西大陆的龙族 我叫赤华 玄奇点了点头后 你刚刚是睡着了 赤华有些尴尬的点了点头 前面吃饱了就困了 然后就干脆睡一觉 玄奇此时了然了 怪不得他说 怎么外圈猎物少了这么多 合着是这个家伙吃了不少 我很好奇 你一个西大陆的龙族 为什么会来到这个迷雾森林 龙族在兽人里都快成为传说了 他当时也就听听没当真 如今他却真的碰上了一头真龙 龙族生性高傲 他们也看不太上一般的兽人 所以他们几乎不出事 只在他们的地盘生活着 正因为他们鲜少出现 所以自然而然的 就当成了传说来看待 别人跟我说 这里的猎物会有零食 所以我就来了 只因路过两个部落 我想去换点东西 都说要临时交易 玄奇看着眼前之人 他有些不确定 这个兽人是真憨 还是只是因为没见过世面 但他大概能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兽是被耍了 从开始到现在 他从未释放过威亚 在有迷雾而看不清的情况下 他没有第一反应 释放出自己九阶兽人的威亚 来警告对方 他只是那么呆呆地出来 为了验证猜想 玄奇又问 你有和别的兽说过自己的阶级吗 或者是展现过自己的实力吗 释华摇摇头 没事放到玩意干啥 所以就是 没有别的兽知道你的实力阶级 你问的这个兽人 也不知道你的阶级 而这个兽人 直接就告知你 迷雾森林的猎物身体里有灵石对吧 那你知道迷雾森林的性质吗 释华点点头 然后又摇摇头 面上一片疑惑不解 有什么问题吗 玄奇有些无语地扶了扶额头 还好他实力强劲 要是他没什么实力 他都不敢想 这小子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迷雾森林是只有八阶以上的兽人才能进入 因为这个迷雾是有毒的 八阶以下的兽人 若是吸入这迷雾会去见兽神的 玄奇给他解释着 只见下一秒对方却说 哎呀 我应该问清楚的 玄奇 重点是这个吗 玄奇抬头看了看却看不见的天空 眼里满是惆怅 他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会遇到这些憨憨的事 忽然间又想到了寒川 然后最近又碰到了一个狐狸 这个狐狸没怎么接触不太好评见 但他和寒川玩得不错 看起来也有点白 怕是不好说 如今又碰到这个 该说他纯真的还是该说他憨呢 你为什么会来到这片大陆呢 龙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事了吧 玄奇试探性地问道 这片大陆不是西大陆的接壤大陆吗 所以我就过来了呀 北大陆也和你们西大陆接壤了 你为什么不去北大陆呢 只见赤华白了他一眼 因为我想来中大陆 不想去北大陆 因为我想 问的这是什么问题 真的是 玄奇善善地摸了摸鼻子 有些尴尬 你来找零食是为了升级还是为了交易 为了交易啊 士华听到他这么问 玄奇看着他面色复杂 憨是有些的 但没见过市面也是真的 玄奇没去过西大陆 不太清楚西大陆的情况 但他说的他那边都是以物换物 很可能那边就没有什么超级部落 并且受口牺牲 是这样的 你路过的部落是超级部落 而里面的兽人比一般部落的兽人实力要强一些 猎物兽皮什么的 他们没有这个需求 所以在超级部落里 零食成了主要的交易货币 如果你是路过其他的小型部落 以物换物是可以的 小型部落吗 食物最重要 玄奇给他解释着 士华有些诗经 原来外面的世界还分大小部落呢 那你生活在的部落是超级部落还是小部落 士华看着他发出疑问 士华的话一下子就给他问你 玄奇开始思考 世王部落到底算多大的部落 感觉也不能算是小部落吧 中部落 我生活的部落应该是属于中部落 就是不太大但也不太小的部落 士华一听 来兴趣了 什么 超级部落和小部落以外 还有个中部落 想去 嘿嘿 那我能跟你去你的中部落吗 士华说这句话的时候两眼放光 玄奇一过看着眼前之手 你为什么要跟我回部落 我没见过中部落呀 我好奇 果然 真诚就是必杀机 你还没有说 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的意思是 你为什么好好的龙族不带 不远万里来到这里 这个呀 我阿富阿母逼我截履 我不想截履我就跑出来了 士华说的很是随意 在他眼里 截履有什么好呢 天天就是围着雌性转 他喜欢自由 逼你截履 玄奇倒是很惊讶 你阿富是酋长吗 还有为什么要逼你截履 酋长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听他话的那个 是的 我阿富是组长 至于为什么逼我截履 因为我厉害 来了来了 第一次出来看世界的宝宝龙 遇上高棱小蛇蛇 此时玄奇嘴角抽了抽 因为你厉害就要逼你截履 我阿富说 我这么厉害的血脉的必须要有传场 他以后绝对绝对不会对他的宰子这样 哪怕是他宰子天赋再高 想到宰子 玄奇突然意识到时间问题 都快天黑了呀 果然 刚想完没多久 光线开始逐渐暗了下来 刷的一声 两处火焰同时生气 玄奇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收起了自己的火焰对他说 我找点树枝什么 然后用你的不灭之火点人大 入夜 玄奇和赤华两兽围在火堆旁闲聊着 说实话 我来到了中大陆以后我才发现 外面的世界竟是这么美好 赤华看着周围一片黑暗感叹道 在龙族 从他阿富的阿富那一带开始 就流传着说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不堪 外面的兽人血脉是何等的普通和平凡 在他没出来以前 他也是真的这么认为的 可是出来以后 他看到的是满只绿树的山川 是清澈见底的河流溪水 是温暖舒服的阳光和微风 土地肥沃 野兽众多 食物非常之充足 而兽人们之间的相处都十分的亲切友好 这些都是西大陆感受不到的 至于族里一直流传说外面的兽人实力很弱 那真的是大错特错 这不 他随便碰上兽人实力可是跟他一样强 而他在龙族可是勇士第一兽 到底是那个老祖宗说外面的兽人实力差几 谣言 全都是谣言 赤华思绪回神了以后 他期待地看着眼睛的玄旗 我能不能跟你回你的部落 什么时候回去 你为什么要跟我回去 你自己找个部落生活不好 你实力这么强大 想留下你的部落多的是 玄旗 不好意思婉拒了 赤华一听直接起来坐到他身边 一双非常清澈干净的眼睛看着他 因为我就认识你 这一路下来 他就只知道他这一个兽人的名字 玄旗无语 这也能成为理由 你跟我回去 我最多也就只能让酋长给你安排一个煽动剧主 我接下来的时间忙得很 我可没功夫带你玩 玄旗很是隐晦的婉拒 忙 忙什么 我的伴侣过几天就要生宰宰了 等生了宰宰以后 我就要进行两个月的孵蛋 玄旗一边说着一边无聊地往火里丢干起来 赤华站起身又做回了玄旗的对面满脸疑惑 截旅有什么的好的 怎么一个两个的都要截旅 天天围着雌性转 一点自由都没有 不过你是我的第一个朋友 你孵蛋的时候我可以出去捕猎给你送 你猜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捕猎 知道我来捕猎 我还需要你送猎物吗 再说了也用不着你 我的伴侣还有其他的寿服 要是食物真的不够吃 他自然会去捕猎 哦那行 那你忙你自己 我自己玩我自己的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赤华已经默认自己要跟着对方回部落 玄旗看了看赤华这清澈憨厚的样子 算了算了 狮王部落多一个九阶兽人也是一件好事 你真想跟我回去加入部落 对啊 走吧 去哪里 玄旗看着眼前的老实兽微微一笑 捕猎 等什么时候杀够了 我们就能回去了 这不免费的强力劳动力吗 刚刚好 玄旗和赤华两人开始在迷雾森林寻找起猎物 很快的 森林里哀嚎声不断 火光时而亮时而灭 不宜会这片区域地上已经躺满了猎物的尸体 玄旗走过来抬手 猎物全都收进了空间里 你居然有空间 赤华有些吃惊 玄旗挑眉的看了他一眼 怎么 你没有吗 我没有 他本来只是想逗他一下 真的 玄旗看着他手中的火焰 火锋双戏 赤华点点头 然后另一边手又凝聚出了一个小工具 赤华收起异能看向他 你是火系和空间系异能吗 此时玄旗得意一笑 我是冰火双戏外加一个高阶空间异能 哦 赤华惊讶一下后又说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用冰系异能 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天是黑的 用火能照亮能看得更清楚啊 我忘记了 玄旗看着满空间的猎物 在检查没有留下火种后 开始心满意足地往外走去 赤华紧随其后 你跟着我 我需要先去水边处理猎物 然后再回部罗了 玄旗简单交代一句后 赤华点了点头开始飞上空中 一蛇一轮开始在黑夜里赶路 千夏突然就睡醒 明明一般都会睡得很沉的 但不知怎么办 今天他似乎心有所感 千夏看了一眼肚子后 他叫了韩川一声 夏夏怎么这个时候睡醒啊 韩川听到千夏喊 他就立马进来 我也不知道 就是很突然就醒了 我总感觉玄旗是不是要回来了 还是说 是他太想念玄旗了 所以才有这种感觉的 应该不会吧 他通常不都是第二天才回来的吗 饿不饿 想不想吃点东西 千夏甜甜一笑 想吃尖肉 要吃肥的那种 韩川轻笑一声 然后一把将千夏抱起走到餐桌旁 待千夏做好了以后 他开始去做食物 与此同时 逆蛇一龙处理好猎物后 朝着部落赶去 由于现在是晚上 找酋长给赤华安排洞穴的事情 只能是等到二天了 在快到部落的时候 在自家洞口的时候 发现自家的山洞还亮着火光 难道千夏还没睡吗 不应该啊 这些天他从来不会在半夜醒的 玄旗快步走进了山洞 赤华赶紧跟上 哎 玄旗你回来了 身后怎么还跟了个兽人 千夏原本想和韩川说他还想吃 却瞥见玄旗从洞外走了进来 而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高大的兽人 玄旗快步上前 紧紧把千夏搂在了怀里 嗯回来了 千夏拥抱玄旗一会儿后 从他怀里退了出 他拉着他的双手上下打 面上满是担忧 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下午的时候我突然很担心 很心慌 下午的时候 玄旗心头一颤 这不就是他和赤华在打架的那个时候吗 千夏居然感应到了 玄旗一手放在了千夏的肚子上 你的大老公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就受伤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我很担心你 在玄旗和千夏例外的时候 韩川看着站在一旁的赤华很是一呼 他一个跨步直接站到了赤华的身体 盯着他问 你是谁 赤华看着面前这个一头金色短发的兽人 露出一个友好笑 你好 我叫赤华 我是来加入部落的 加入部落 韩川上下打量着赤华 对方一头紫色长发 剑朔的身材以及和他差不多的身高 道歉 他没猜出来他是什么兽人 你本体是什么兽 为什么要加入部落 赤华刚想说话 玄旗却先一步开口了 赤华过来坐 韩川你也坐下 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 玄旗在千夏身旁坐下 在说这件事之前 大家都先有个心理准备 你说吧 到底什么事 韩川有些等不及了 该不会是突然宣布 这个带回来的兽人 是签下的第三兽夫吧 不行 绝对不行 想着想着 韩川的脸已经开始变臭 不动下一语 他的臭脸瞬间变成了震惊和黄 赤华 他是龙族 一头黑龙 九阶兽人 他想加入部落生活 什么 韩川惊得直接站了起 不可思议地看向一旁的赤华 龙族 传说中的龙族 居然还是九阶兽人 不是说九阶兽人 相当于传说的存在吗 这现在都俩 本来家里有一个传说就算了 怎么这个传说 还带回了一个传说的传说 赤华看着韩川微微一笑说 对 我是龙族 本体黑龙 我能加入部落吗 韩川第一时间没有回他的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你一个龙族的 为什么想要加入我们部落 因为我从龙族出来了 我没地方去 认识玄旗后我就跟他回来 赤华的话刚说完 韩川瑞丽的眼神 直接看向了玄旗 仿佛在责怪他 怎么随随便便就带手回来 玄旗也没看他 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这双眼睛不想要了 韩川立马眼神柔和了起来 面带微笑 韩川 该死 要不是我打不过你 否则 玄旗 小样 还治不了你了 你的龙体是什么样的 牵下很是好奇 不知道寿世的龙和现代 常说的龙是不是同一种 你想看吗 等一下 别 玄旗惊恐出声 只是还没等他说完 赤华已经大步走出去挤 刷的一声就变成了龙形 只见风的一声 洞里一片烟尘 待烟尘散去后 只见巨大的龙体 把整个洞口塞得严严实实 就连洞顶的石壁 也被龙脚顶出了个大洞 地上是碎石一片 隔壁的珊瑚一家 被这一阵突然惊醒 什么什么 地震了吗 天杀的 我辛辛苦苦修整的山洞 韩川此时接近暴走 玄旗有些头痛的 俯了俯额头 后悔 真是后悔 早知道不带他回来了 赤华尴尬地夹在这个洞中 最后视线看向下方的牵下 而这个就是我的兽体 说完后 他快速地变回了人形 看着自己造成的一切 赤华尴尬地笑笑 我陪你们猎物行吗 你是不知道你自己兽体有多大吗 你就不能变成小一点的兽体吗 玄旗现在怪他都懒得怪了 真的 三个人领 一个气急败坏 一个心如死水 只有牵下一个人觉得惊艳和兴起 不是现代所说的腾云家屋的龙 是像权力游戏里的龙 像那只叫卓梗的大龙 天啊 他以前就超级喜欢权油里的三条龙呢 还一度幻想自己要是像龙妈一样养条龙 会有多美妙 牵下看着赤华手足无措的样子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实在是他没忍住 夜很深了 把家里赶紧收拾了吧 又要辛苦我的大蛇蛇和大狮子 赤华这是你干出来的事 那你可要多做一点哦 赤华尴尬地点了点头 此时牵下已经有些困了 嘱咐了一番后 就让玄旗把他抱回去睡觉 在清理好最后一块十块后 韩川扭头看着赤华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 讨厌兽 赤华 弱小无辜 但是不怕 玄旗看了看韩川又看了看赤华 思来想去 好像也只能这样 韩川 赤华今晚就和你一起睡 人正在马桶洗他那漆黑的粉发 心意外穿到此多熊爽的兽事 没想到刚一睁开眼就失去了清白 天生不韵不育的熟寿 正强行和你能贴贴 此时迎风看着疑惑地牵下解释道 玄旗跟我说 他要去一趟迷雾森林 这两天要囤积食物来度过复旦的两个月 而且他还要赶在你生宰宰的前几天回来 今天就是他出去捕猎的最佳时间 他都想到你会出来了 他怕后面再出去的时候万一有什么变 那就赶不上你生宰宰了 所以就多叮嘱我照看你一些 千夏你不用难过的 听了迎风的话 千夏却是更伤心了 他什么都想到 可他想着出来野餐的时候没想到他 出来了以后看着大家都这么开心 他忽然就觉得自己好自私 看着千夏没有一丝开心起来的样子 珊瑚又担心又不解 千夏你为什么要难过呢 每个兽人都是自由的呀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是偶尔分开活动 又不是说不喜欢他了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是千夏心里就是莫名的愧疚 夏夏我们吃饭吧 韩川一手端着肉汤 另一只手端着尖肉走得过来 只是当他来到千夏身边的时候 他明显感觉到千夏情绪的不对劲 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怎么就不开心了 说完韩川还看了迎风和珊瑚一眼 珊瑚也没等千夏说话 直接把事情给韩川说了一遍 夏夏你想多了啊 我们雄性才不会想那么多呢 玄奇他是有事情要忙 又不是说我们自己出来玩 把他一个兽丢在家里 再说了 本来我也要出来处理猎物的吗 这不就刚刚好了 不准多想了 我们来吃东西 韩川知道千夏这是怀仔仔的出现的症状 今天玄奇还叮嘱他呢 说月快到生仔仔了 情绪更容易敏感多想 前段时间也是 千夏看着天上的弯月 他都哭了小半天 说为什么月亮他不远 怎么可以不远 他和玄奇两兽都傻了 可是 我觉得好对不起玄奇啊 千夏可怜兮兮的看着韩川 韩川一屁股坐好 后一把把千夏抱在了怀里 夏夏 我和玄奇是雄性 雄性们都有属于他们的责任所在 现在玄奇就是去做他身为阿福 身为伴侣该做的事 你心里这般想着他 已经足够令他幸福了 而我现在的责任就是照顾你 让你开心 你自己也都说了 后面这些天要安心在家里等待生产 而且生了宅宅以后还要坐月子 更是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能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更要玩开心了 韩川的话语成功安抚了千夏 金色的阳光变得风黄的时候 千夏他们收拾完东西开始往回走 凌峰和韩川两头狮子并排行走 身上坐着各自的伴侣 而福玉跟在韩川的身后 韩川走了没两步 总觉得哪里不对 他回头看了两眼 没发现什么问题 终于在他回头的第三次后 他终于知道哪里不对 韩川停下走 扭头看着身后的赤金红狐 非常疑惑 不是 你小子不回家跟着我干什么 你的家又不在狮王部落 韩川就纳闷了 这都个回个家了 他还跟着自己是怎么一回事 听到韩川的话 福玉身子一僵 糟糕 他忘记了 福玉假装淡定的开口 就是想送你们一程 感谢你们今日的款待 只见韩川扭过头 他还不往前走 甩下了一句 不用送了 你可别忘记了我跟你说过的事情 回你的部落去 韩川走了 其他人自然是跟上了 只留福玉一个兽静静站在原地 福玉看着远去的众人的身影 他的眼底满是落寞 不过很快他就打起了精神 因为他想到韩川交代他的事情 然后他搜的一声转身 朝对岸方向跟去 他要回部落办事去 等千夏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玄奇还没有回来 不知道为什么他竟有些不安 韩川 玄奇有说他要去多久吗 太阳都要下山了 他还没有回来 他倒是没有说要去多久 但今晚要是不回来的话 第二天应该是会回来的 之前不也这样吗 所以下下你不要担心 再说了他可是久接受人 虽然韩川这么说 但是千夏还是有些不放心 他心跳得厉害 看到千夏一副担忧的模样 韩川宽慰他 玄奇肯定没事的 他这么厉害能有什么事呢 下下你要不要睡会儿 千夏点点头 然后躺下了 此时迷雾森林的玄奇 正在进行一场恶战 他变化成巨大的兽体 来硬抗对方的攻击 玄奇打得有些艰难 因为对方的等级跟太野 都是九阶兽人 而且对方是飞行兽人 他是陆行兽人 可以说是直接被压制住 玄奇看着在上空飞行的巨大飞龙 他很是疑惑 什么时候这里出现了一个九阶兽人吗 而且还是个龙兽人 现在算上他的话 那就是有三个九阶兽人了 不然是个天空上的黑龙张嘴 向他吐出一口龙焰 这股火焰让玄奇有些心惊 他立刻变化人形 飞速往旁边躲闪 那口龙焰直接落在地上燃烧了起来 玄奇见状释放兵异能想要灭掉这火焰 以免火焰燃烧蔓延烧掉森林 可没想到的是 玄奇已经把火焰冰封了 可这火焰居然还在他的冰里燃烧 没一会儿他的冰就被火焰融化 然后这个火开始燃烧起一旁的植物来 什么 这个火灭不掉 怪不得他刚刚会觉得这个火焰很危险 看着有燃烧趋势的火焰 玄奇当下也顾不得什么了 他朝天空之上的黑龙大声喊道 你快灭了这个火 你想把森林都烧了吗 见黑龙不为所动 玄奇扶了扶额头又说 我向你道歉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可以跟你解释 你先把火灭了 这番话刚说完 只见黑龙落在那处火焰前变成兽人形态 他抬手无灰 原本正在燃烧的火焰瞬间熄灭 玄奇看向对方试探性地问道 你是来自西大陆的龙族 世华没想到居然有兽之道龙族 他不由地正视了眼前之兽 但他没回应对方 看对方只看着他却不回应他 玄奇于是先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玄奇 玄王蛇兽人 来自南大陆 向你道个歉 我追击猎物时不小心误伤了你 说实话 玄奇是有点点心虚的 刚刚对方兽形下来的时候 他明显看到了对方翅膀上有一个小洞 没错 他干的 这个事情说来 真的是离谱 玄奇进入迷雾森林以后就开始捕猎 外围的猎物捕了七七八八 然后再追着一头 大概是八街的巨羊兽的时候 进了迷雾森林的内圈 而内圈萦绕着一层灰色的迷雾 稍微拉开点距离 就直接是看不见踪影 后来他在迷雾中看见一个黑色的声音 他以为是那头巨羊兽 直接是一个火箭射了出去 然后他就听到了一声震天怒吼 他当时还有些难闷 这八街的巨羊兽是这样的叫声吗 然后在迷雾中突然袭来了一层 再然后他眼前的迷雾中露出了一个龙头 说好的巨羊兽呢 这边福玉回到部落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去找了酋长 从酋长口中得知 部落确实是有好几个新加入的兽人 其中还有一个是兔兽人 福玉一听 急忙拉着酋长让他带去看看这些新加入的兽人 这个兔兽人很有可能就是签下的家人 而玄琪这边也把前因后果和对方解释了一遍 并且真诚地道了个钱 只见对方轻哼一声 好像是没有原谅的意思 思索几分 玄琪从空间掏出了一大把的零食 然后递给了对方 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有诚意的方式 毕竟能量瘦肉这里随处都是 而零食可不一定会有 士华看到这一堆零食 他惊讶不已 因为这堆蓝零食里竟然还有不少的紫零食和两颗红零食 该死 这个蛇兽可真负啊 给我吧 玄琪看着对方惊讶的表情 然后点了点头 这个龙兽喜欢零食 士华高兴地拿过零食后 留下了几颗紫零食和两颗红零食 其余的全部放入嘴里搅损 士华完全吸收了能量以后 一脸傲娇地对玄琪说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对我的冒犯 他这副死样子 怎么跟家里的臭狮子一个味道 士华又拿出留下的几个零食在手里颠着弯 他还是第一次见红零食 这红零食可不多的呀 这个蛇兽人居然就直接给了他两颗 富有 真是太富有了 士华看着眼前的玄琪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这个朋友或许可以教一下 你说的没错 我是来自西大陆的龙族 我叫士华 玄琪点了点头后 你刚刚是睡着了 士华有些尴尬的点了点头 前面吃饱了就困了 然后就干脆睡一觉 玄琪此时了然了 怪不得他说怎么外圈猎物少了这么点 合着是这个家伙吃了不少 我很好奇 你一个西大陆的龙族 为什么会来到这个迷雾森林 龙族在兽人里都快成为传说了 他当时也就听听没当真 如今他却真的碰上了一头真龙 龙族生性高傲 他们也看不太像一般的兽人 所以他们几乎不出事 只在他们的地盘生活着 正因为他们鲜少出血 所以自然而然的就当成了传说来看待 别人跟我说这里的猎物会有零食 所以我就来了 只因路过两个部落 我想去换点东西都说要零食交易 玄琪看着眼前之人 他有些不确定这个兽人是真憨 还是只是因为没见过十年 但他大概能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兽是被耍了 从开始到现在 他从未释放过威压 在有迷雾而看不清的情况下 他没有第一反应释放出 自己九阶兽人的威压来警告对付 他只是那么呆呆地出来 为了验证猜想 玄琪又问 你有和别的兽说过自己的阶级吗 或者是展现过自己的实力吗 赤华摇摇头 没事放大玩意干啥 所以就是 没有别的兽知道你的实力阶级 你问的这个兽人也不知道你的阶级 而这个兽人直接就告知你 迷雾森林的猎物身体里有灵石对吧 那你知道迷雾森林的性质吗 赤华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 面上一片疑惑不挤 有什么问题吗 玄琪有些无语地扶了扶额头 还好他实力强劲 要是他没什么实力 他都不敢想这小子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迷雾森林是只有八阶以上的兽人才能进来 因为这个迷雾是有毒的 八阶以下的兽人若是吸入这迷雾会去见兽神的 玄琪给他解释着 只见下一秒对方却说 哎呀 我应该问清楚的 玄琪 重点是这个吗 玄琪抬头看了看却看不见的天空 眼里满是惆怅 他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会遇到这些憨憨的事 忽然间又想到了寒川 然后最近又碰到了一个狐狸 这个狐狸没怎么接触不太好评价 但他和寒川玩得不错 看起来也有点呆 怕是不好说 如今又碰到这个 该说他纯真的还是该说他憨呢 你为什么会来到这片大陆呢 龙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事了吧 玄琪试探性的问道 这片大陆不是西大陆的接壤大陆吗 所以我就过来了呀 北大陆也和你们西大陆接壤了 你为什么不去北大陆呢 只见赤华白了太一眼 因为我想来中大陆 不想去北大陆 因为我想 问的这是什么问题 真的是 玄琪善善地摸了摸鼻子 有些尴尬 你来找零食是为了升级还是为了交易 为了交易啊 赤华听到他这么问 玄琪看着他面色复杂 憨是有些的 但没见过世面也是真的 玄琪没去过西大陆 不太清楚西大陆的情况 但他说的他那边都是乙物换物 很可能那边就没有什么超级部落 并且兽口牺牲 是这样的 你路过的部落是超级部落 而里面的兽人 比一般部落的兽人实力要强一些 猎物兽皮什么的 他们没有这个需求 所以在超级部落里 临时成了主要的交易货币 如果你是路过其他的小型部落 乙物换物是可以的 小型部落吗 食物最重要 玄琪给他解释成 赤华有些吃惊 原来外面的世界还分大小部落 那你生活在的部落 是超级部落还是小部落 赤华看着他发出疑问 赤华的话一下子就给他问住 玄琪开始思考 狮王部落到底算多大的部落 感觉也不能算是小部落吧 中部落 我生活的部落应该是属于中部落 就是不太大但也不太小的部落 赤华一听 来兴趣了 什么 超级部落和小部落以外 还有个中部落 想去 嘿嘿 那我能跟你去你的中部落吗 赤华说这句话的时候两眼放光 玄琪一货看着眼前之手 你为什么要跟我回部落 我没见过中部落呀 我好奇 果然 真诚就是必杀技 你还没有说 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的意思是 你为什么好好的龙族不带了 不远万里来到这里 这个呀 我阿富阿姆逼我截履 我不想截履我就跑出来了 赤华说得很是随意 在他眼里 截履有什么好的 天天就是围着雌性转 他喜欢自由 逼你截履 玄琪倒是很惊讶 你阿富是酋长吗 还有为什么要逼你截履 酋长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听他话的那个 是的 我阿富是组长 至于为什么逼我截履 因为我厉害 此时玄琪嘴角抽了抽 因为你厉害就要逼你截履 我阿富说 我这么厉害的血脉的 必须要有传承 他以后绝对 绝对不会对他的宰子讲 哪怕是他宰子天赋再高 想到宰子 玄琪突然意识到时间问题 都快天黑了呀 果然 刚想完没多久 光线开始逐渐暗了下来 刷的一声 两座火焰同时生起 玄琪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收起了自己的火焰 对他说 我找点树枝什么的 然后用你的不灭之火点了他 入夜 玄琪和赤华两兽围在火堆旁闲聊着 说实话 我来到了中大陆以后 我才发现 外面的世界竟是这么美好 赤华看着周围一片黑暗感慨道 在龙族 从他阿富的阿富那一带开始 就流传着说 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不堪 外面的兽人血脉 是何等的普通和平凡 在他没出来以前 他也是真的这么任务 可是出来以后 他看到的是满只绿树的山川 是清澈见底的河流稀释 是温暖舒服的阳光和微风 土地肥沃 野兽众多 食物非常之充足 而兽人们之间的相处 都十分的精切友好 这些都是西大陆感受不到的 至于族里一直流传 说外面的兽人实力很弱 那真的是大错特错 这不 他随便碰上兽人实力 可是跟他一样强的 而他在龙族可是勇士第一兽 到底是那个老祖宗 说外面的兽人实力差劲 谣言 全都是谣言 赤华思绪回神了以后 他期待地看着眼前的玄旗 我能不能跟你回你的部落呀 什么时候回去 你为什么要跟我回去 你自己找个部落生活不好吗 你实力这么强大 想留下你的部落多的是 玄旗 不好意思婉拒了 赤华一听直接起来坐到他身边 一双非常清澈干净的眼睛看着他 因为我就认识你啊 这一路下来 他就只知道他这一个兽人的名字 玄旗无语 这也能成为理由 你跟我回去 我最多也就只能让酋长 给你安排一个山洞居住 我接下来的时间忙得很 我可没功夫带你玩 玄旗很是隐晦的婉拒 忙 忙什么 我的伴侣过几天就要生宰宰 等生了宰宰以后 我就要进行两个月的孵蛋 玄旗一边说着一边 无聊地往火里丢干柴 赤华站起身 又做回了玄旗的对面满脸疑惑 结旅有什么的好的 怎么一个两个的都要结旅 天天围着雌性转 一点自由都没有 不过你是我的第一个朋友 你孵蛋的时候 我可以出去补猎给你送来 你猜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补猎 知道我来补猎 我还需要你送猎物吗 再说了也用不着你 我的伴侣还有其他的兽妇 要是食物真的不够吃 他自然会去补猎 哦那行 那你忙你自己的 我自己玩我自己的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赤华已经默认自己 要跟着对方回部落 玄旗看了看赤华 这清澈憨厚的样子 算了算了 狮王部落多一个九阶兽人 也是一件好事 你真想跟我回去加入部落 对啊 走吧 去哪里 玄旗看着眼前的老师 说微微一笑 补猎 等什么时候杀够了 我们就能回去了 这不免费的强力劳动力吗 刚刚好 玄旗和赤华两人 开始在迷雾森林寻找起猎物来 很快的 森林里哀嚎声不断 火光十而亮十而灭 不疑会这片区域地上 已经躺满了猎物的尸体 玄旗走过来抬手 喂 猎物全都收进了空间里 你居然有空间 赤华有些吃惊 玄旗挑眉的看了他一眼 怎么 你没有吗 嗯我没有 他本来只是想逗他一下 真的 玄旗看着他手中的火焰 火风双细 赤华点点头 然后另一边手又凝聚出了一个小风具 赤华收起异能看向他 你是火系和空间系异能吗 此时玄旗得意一笑 我是冰火双细外加一个高阶空间异能 哇 赤华惊讶一下后又说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用冰系异能 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天是黑的 用火能较量能看得更清楚了 我忘记了 玄旗看着满空间的猎物 在检查没有留下火种后 开始心满意足地往外走去 赤华紧随其后 你跟着我 我需要先去水边处理猎物 然后再回部落 玄旗简单交代一句后 赤华点了点头开始飞上空中 一蛇一轮开始在黑夜里赶路 千夏突然就睡醒 明明一般都会睡得很沉的 但不知怎么的 今天他似乎心有所感 千夏看了一眼肚子后 他叫了寒川一声 夏夏怎么这个时候睡醒了 寒川听到千夏喊 他就立马进来 我也不知道 就是很突然就醒了 我总感觉玄旗是不是要回来了 还是说 是他太想念玄旗了 所以才有这种感觉的 应该不会吧 他通常不都是第二天才回来的吗 饿不饿 想不想吃点东西 千夏甜甜一笑 想吃尖肉 要吃肥的那种 寒川轻笑一声 然后一把将千夏抱起走到餐桌旁 待千夏做好了以后 他开始去做食物 与此同时 逆蛇一龙处理好猎物后 朝着部落赶去 由于现在是晚上 找酋长给赤华安排洞穴的事情 只能是等到二天了 在快到部落的时候 玄旗让赤华赶紧变回了人形 如果现在让守门的兽人 知道部落来了一个龙兽人 肯定被围观 当玄旗走到自家洞口的时候 发现自家的山洞还亮着火光 难道千夏还没睡吗 不应该啊 这些天他从来不会再半夜醒了 玄旗快步走进了山洞 赤华赶紧跟上 哎 玄旗回来了 身后怎么还跟了个兽人 千夏原本想和寒川说他还想吃 却瞥见玄旗从洞外走了进来 而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高大的兽人 玄旗快步上前 紧紧把千夏搂在了怀里 嗯回来了 玄旗突然很担心你 很心慌 下午的时候 玄旗心头一颤 这不就是他和赤华在打架的那个时候吗 千夏居然感应到了 玄旗一手放在了千夏的肚子上 你的大老公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就受伤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我很担心你 在玄旗和千夏溺外的时候 韩川看着站在一旁的赤华很是疑惑 他一个跨度直接站到了赤华的身体 盯着他问 你是谁 赤华看着面前这个一头金色短发的兽人 露出一个友好笑 你好 我叫赤华 我是来加入部落的 加入部落 韩川上下打量着赤华 对方一头紫色长发 剑术的身材以及和他差不多的身高 道歉 他没猜出来他是什么兽人 你本体是什么兽 为什么要加入部落 赤华刚想说话 玄旗却先一步开口了 赤华过来坐 韩川你也坐下 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 玄旗在千夏身旁坐下 在说这件事之前 大家都先有个心理准备 你说吧 到底什么事 韩川有些等不及了 该不会是突然宣布 这个带回来的兽人 瞬间变成了震惊和黄口 赤华 他是龙族 一头黑龙 九阶兽人 他想加入部落生活 什么 韩川惊得直接站了起 不可思议的看向一旁的赤华 龙族 传说中的龙族 居然还是九阶兽人 不是说九阶兽人 相当于传说的存在吗 这现在都俩了 本来家里有一个传说就算了 怎么这个传说 还带回了一个传说 赤华看着韩川微微一笑说 对 我是龙族 本体黑龙 我能加入部落吗 韩川第一时间没有回他的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你一个龙族的 为什么想要加入我们部落 因为我从龙族出来了 我没地方去 认识玄旗后我就跟他回来 赤华的话刚说完 韩川瑞丽的眼神 直接看向了玄旗 仿佛在责怪他 怎么随随便便就代售回来 玄旗也没看他 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这双眼睛不想要了 韩川立马眼神柔和了起来 面带微笑 韩川 该死 要不是我打不过你 否则 玄旗 小样 还知不了你吗 你的龙体是什么样的 天下很是好奇 不知道寿世的龙和现代 常说的龙是不是同一种 你想看吗 等一下 别 玄旗惊恐出声 只是还没等他说完 赤华已经大步走出去 刷的一声就变成了龙形 只见封被迷失 洞了一片烟尘 待烟尘散去后 只见巨大的龙体 把整个洞口塞得严严实实 就连洞顶的石壁 也被龙脚顶出了个大洞 地上是碎石一片 隔壁的珊瑚一家 被这一阵突然惊醒 什么什么 地震了吗 天杀的 我辛辛苦苦休整地煽动了 寒川此时接近暴走 玄旗有些头痛地俯了俯额头 后悔 真是后悔 早知道不带他回来了 赤华尴尬地夹在这个洞中 最后视线看向下方的牵下 而这个就是我的兽体 说完后 他快速地变回了人形 看着自己造成的一切 赤华尴尬地笑笑 我陪你们猎物行吗 你是不知道你自己兽体有多大吗 你就不能变成小一点的兽体吧 玄旗现在怪他都懒得怪了 真的 三个人里 一个气急败坏 一个心如死水 只有千下一个人觉得惊艳和兴起 不是现在所说的腾云驾雾的龙 是像权力游戏里的龙 像那只叫卓梗的大龙 天啊 他以前就超级喜欢权油里的三条龙的 还一度幻想自己要是像龙妈一样 养条龙会有多美妙 千下看着赤华手足无措的样子 哭斥一声笑了出来 实在是他没忍住 也很深了 把家里赶紧收拾了吧 又要辛苦我的大蛇蛇和大狮子了 赤华这是你干出来的事 那你可要多做一点哦 赤华尴尬的点了点头 此时千下已经有些困了 嘱咐了一番后 就让玄旗把他抱回去睡觉 在清理好最后一块十块后 韩川扭头看着赤华咬牙切齿的说了一句 讨厌兽 赤华 弱小无辜 但是不怕 玄旗看了看韩川又看了看赤华 死来想去 好像也只能这样了 韩川 赤华今晚就和你一起睡 不睡 凭什么呀 怎么不是你和他睡 凭我是第一兽夫 再说了 我还能陪下下睡几天 过几天我就要开始孵蛋了 到时候我想陪下下睡都不行 玄旗对于韩川的拿捏 简直不要太清楚 韩川一听 说的好像也是 看在他即将要孵蛋两个月的份上 算了 不跟他抢 他扭头看向一旁的赤华 大洞的最深处早就被他们铺成了很大的一个草获 睡三四个兽都没有问题 玄旗让赤华去洞口用水冲洗一下身体 刚刚落了一身的灰 可别把草获弄脏了 一阵忙碌不后 众兽都开始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 最先睡醒的居然是赤华 赤华看着草获另一头的寒川 对方还在熟睡中 他默默地坐了起来 他很少用兽人形态睡觉 所以睡得有些不安稳 赤华开始打量着山洞里的遗弃 所有的东西都让他感觉到很是兴起 这个部落里的兽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吗 感觉很是不错的 当赤华还在打量山洞的时候 一旁的韩川揉了揉眼睛后就站起了身 与此同时 玄奇也刚好从小洞里走出来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后 开始了前往洞口准备洗漱 韩川刚打开木桶想取水 结果却发现水桶里空空如影 两人同时扭头看向身后的赤华 赤华不明所以 只是有些呆呆地看着他们 他醒了之后啥也不敢 韩川深呼吸了一口气 他在心里告诉自己 冷静冷静 也就是现在千霞还在睡觉 不然他非骂死这条龙不可 玄奇看着赤华也是一言难尽 昨晚让他简单洗漱一下 好家伙 这么大一桶水他全用光了 算了 他去取水吧 玄奇变成瘦身 尾巴把大木桶一举 快速地往外游去 狐足部落 福玉早早地就醒了 他兴奋地有些睡不着觉 因为部落里新来的兔兽人 还真就是千霞的姐姐 想到这里 福玉干脆也不睡了 直接兽形一遍跑出去捕猎去 吃饱了以后 就可以直接去世王部落长千霞 很快玄奇取水回来了 两人快速地洗漱一番后 开始了各自的分工 玄奇把肉解冻 韩川则是开始洗锅洗碗 赤华好奇地看了眼 这个大冰柜 按照他们的方式 也进行了洗漱 第一次嚼清香木的 他直接是两眼放光 嚼完以后用水树一下口 整个嘴巴又干净又清香 天啊 他在龙族的时候 用的都是什么些东西 玄奇走出洞口 看了眼天空 感觉差不多时间了 然后从空间 拿出了一大块能量瘦肉 递给韩川 直接做吧 等肉解冻好就来不及了 等下我们吃解冻的肉就好了 韩川接过肉后 又用锋刃切割成小块 然后开始放入锅里煎肉 赤华看着两人的行为 很适一货 这又是干什么 这个大石头又是什么 不过 这么弄出来的肉好香啊 千夏迷迷糊糊转醒的时候 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 这一闻就饿了 玄奇 韩川 听到千夏的喊声 玄奇和韩川两受对视了一眼 然后玄奇示意韩川 去照顾千夏 韩川咧嘴一笑 屁颠屁颠的就去了 夏夏睡得好吗 今天煎肉和肉汤都准备好吗 要不要再来点红薯叶子 韩川一边说着一边 把千夏扶了起来 有人要吃 红薯给我烤一个吗 好 韩川一把将千夏抱起往外走去 在经过玄奇身边的时候 跟他说烤一个红薯 然后继续带着千夏去洗漱 玄奇默默地从空间掏出一个红薯 然后丢进了火堆里 赤华看着眼前两人的样子 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 明明这两兽也是围着雌性转 怎么跟龙族的那些手 感觉就是不一样吗 当千夏洗漱好 坐在餐桌面前的时候 玄奇也已经装好了肉汤端了过来 随后韩川又端来了 满满一碗煎肉 下下你先吃点肉 红薯一会儿就烤好了 玄奇宠密地看着千夏说着 韩川把放在大石桌上的 红薯叶拿到外面 用水精气干净以后 开始下锅炒青菜 试华有些惊奇 他们居然吃草了吗 他默默地走到灶台旁 看着韩川在这大石头里翻炒 千夏一口煎肉一口红薯叶 然后再来一口肉汤 简直不要太美味 玄奇看千夏吃得差不多了 就将红薯降了温后递给了千夏 等千夏吃饱了以后 玄奇和韩川开始收拾桌面 赤华一看 该轮到他们雄庆吃东西的时候了 我们什么时候出去捕猎 我都饿了 玄奇和韩川同吃白了赤华一眼 我们现在不吃生肉 赤华有点猛 不吃生肉吃啥 像刚刚那样子吃吗 怎么可能吃得饱吗 可是就那么点东西都不够塞牙缝的 狮王部落自从用石锅做食物了以后 便再也没有兽人以兽体形态进食了 兽人形态吃饱过后 只不过会饿得快一些而已 在美食面前没有兽可以拒绝 玄奇看也没看的 竟只走到冰柜前查看了柜里的肉块数量 普通的野兽肉块已经快没有了 剩下的能量兽肉也不多了 吃过早饭后他就出去捕猎 整点普通的野兽肉 以便满足他和韩川日常所吃 玄奇倒是想让韩川出去捕猎 可是韩川没有空间异能 最多也只能拿一头猎物回家 家里现在就两个兽夫 自然是不可能同时两个兽一起出去 所以与其让韩川出去捕猎 还不如他直接去更好 突然玄奇有了一个 令他自己都很费解的想法 他忽然觉得要是有多一个兽夫 就更方便一些 一个兽夫留在家里照顾千霞 另一个则是可以和他出去捕猎 这样的话捕多少猎物都可以 因为他有空间啊 或者是再找一个有空间的兽夫 赤华看玄奇在这个大冰块前 发呆不回应他的话 于是他走了过去 然后伸手在玄奇眼前晃晃 没反应 他想啥呢 与此同时 赤华这才看到了 这个大冰块里面是空的 并且还装了很多很多的肉 咦 这冰块还能这么用的吗 玄奇 你在想什么呢 赤华的突然出声 把玄奇拉回了现实 刚好这时候 韩川拎着解冻好的肉 肉解冻好了 玄奇猛地摇了摇头 他刚刚在想什么呀 他居然在想给自己伴侣找寿夫 韩川就算了 这现在怎么回 不过他想的也不是没有到 你就老实地等着吃吧 话太多了 玄奇白了赤华一眼 随后把冰柜里 仅剩的四五块 普通野兽肉拿了出来 之后开始和韩川 做他们仨的早饭 反正这个家伙 也就在家吃一顿 就当食物处理 况且等下 还要去补充新鲜的肉 千夏吃饱以后 就坐在凳子上 看他的两个老公们忙碌着 而赤华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这里看看 那里问问 怪好笑的 千夏千夏 你睡醒了吗 我要进来了 呀 是珊瑚的声音 千夏连忙喊一声 我睡醒了 你快进来 赤华疑惑的 看了看洞口方向 又看了看千夏 这么早就有人来串门 珊瑚和迎风进来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了 赤华的存在 两人对视了一眼后 珊瑚快步走向了千夏 而迎风则是 快步地走向了玄奇 千夏千夏 你心找寿夫了 哎玄奇 你家千夏找心寿夫了 两人一口同声 要不说呢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与此同时 千夏和玄奇的反应 也是一模一样 二人同样满脸疑惑 瞎说什么呢 乱说什么呢 珊瑚和迎风又互相对视了一眼 又看了看一旁的赤华 转头又开始各自发问 他是谁 这个雄姓氏 千夏无语 所以人类的本质就是吃瓜吗 想着赤华要加入世王部落 迟早也是要认识部落里的兽人的 干脆先互相认识一下好了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 他是玄奇的朋友 是来加入世王部落的 昨晚回来的太晚了 所以就在我们家住了一晚 你们不要瞎想 赤华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珊瑚 那位是他的第一寿父迎风 就住在旁边山洞 赤华笑了笑说 你好你好 我叫赤华 来自 赤华等下我带你去见酋长 赤华刚想说来自龙族 却被玄奇打断了 他不明所以地看向了玄奇 在看到玄奇脸上严肃的表情后 逃了一声 迎风眯着眼看着玄奇和赤华的互动 明白了这两兽之间 一定有什么不可告受的命 他顿时两眼放光 怎么有点兴奋起来了 牵下看着赤华一脸 纳闷又不知所措的样子 他强忍住笑意 主要是这样的一张脸 配上这个表情 真的是很好笑 有点呆呆的 真是太有反差感了 赤华过来坐吧 等会寒川和玄奇就做好食物了 你再稍微等待一下 赤华看着千夏点了点头 然后走过去坐下 坐的是昨天晚上的那个位置 寒川看了一眼中人 又白了一眼迎风 轻哼了一声继续煎他的肉 迎风这个坏东西 不说什么 相比起迎风珊瑚一点 也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 加入部落吗 当然是要去找酋长了 千夏千夏 昨晚地震了你知道吗 听到这话 千夏下意识地 看向了对面的赤华 赤华本来是歪头 在看玄奇和寒川他们的 听到珊瑚的话的时候 他还在想 哪来的地震 他怎么不知道 忽然感受到一股视线 一转头就看到了千夏正看着他 然后他又默默地抬眼 看了看前面山洞顶上 赤华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这个地震 不会说的是他昨晚吧 珊瑚自然是看到了千夏的眼神 他顺着千夏的眼神看去 赤华又顺着视线抬眸 看了看山洞顶上 好大一个洞 我就说地震了吧 吓吓你们没事吧 你们这个山洞 居然震掉了这么大一个洞 不过他和千夏家 都在同一个山脚下 怎么他家完好无所 而千夏家却这么大一个洞 珊瑚的一番话 让玄奇和寒川两人手里的动作 同时一点 而此时坐在他对面的赵氏兽 似乎很毛 明明手里什么都没有 却一直在不停地擦着桌面 珊瑚疑惑地看向赤华 只见对方说 有点灰我擦擦 千夏看到赤华的样子 实在是动不住 哈哈哈哈 赤华你真有趣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洞口响起 寒川 千夏 在家吗 寒川一愣 这不是福玉的声音吗 这么早他就来了 是福玉来了 我上次跟他说了找家人的事情 可能是有什么结果了 我出去看看 此时玄奇心灵 真的是 怎么一大早的来这么多人 他们早饭还没吃呢 找家人 什么家人 珊瑚一脸疑惑地看向千夏 于是千夏就把事情的 前因后果给珊瑚讲了一点 原来如此 等一下我就让凌川 回黑狼部落去问问看 说话间 寒川领着福玉进来了 寒川的脸上稍有喜色 吓吓 福玉刚刚和我说了 湖族部落里有个兔兽人 是你的姐姐 真的吗 太好了 千夏很是高兴 虽然只是找到了一位 但是也总算是有了一个好的节目 福玉上前一步说话 我已经问清楚了 这个雌性叫西娅 她也和家人分散了 在森林里遇到了我们部落的兽人 然后跟着回来的 现在她和我们部落的 两个狐狸兽人结履了 至于你阿富阿姆的情况 她也不知道 另外我也和她说了 你现在的情报 你阿姐让我转告的 她说很高兴 你现在过得很好 但是她就先不来看你 前些天不小心摔了一脚 肚子感到疼痛 看了乌一后 才发现刚怀上宰宰 不过宰宰没事 但乌一让她好好休养着 听到姐姐怀上宰宰还摔跤了 千夏猛的站了起 寒川心一惊赶忙过去扶着 夏夏 你慢点 千夏转头看向寒川 你拿几块能量瘦肉 给福玉带回去给我姐姐 然后给福玉也拿一块 福玉刚想要拒绝自己的那份 面前突然递过来了 好几块新鲜的肉款 她抬眼一看 是那个高级的兽人 突然发现自己 好像还不知道她的名字 一块是你的 剩下的都是夏夏姐姐的 福玉看着这几块肉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接下了肉 对着玄奇和千夏到了生气 不用谢 这是应该的 谢谢你福玉 千夏微微一笑 这一声温温柔柔的谢谢 是彻底地落在了福玉的心上 她赶紧低下头撇开视线 以便掩藏她有些微红的脸 没有人知道她现在心跳有多厉害 你拿着肉还不快点回去 留在这干嘛 寒川看着她似乎没有走的意思 十分不悦地说了一句 这个肉这么新鲜 还不赶紧拿回去吃了 无足可没有冰柜保存 福玉此时很是无语地 对寒川翻了个白眼 真的是该说的不说 不该说的巴巴巴 刚想对她两句 却突然看到 坐在桌边的一个陌生面包 福玉心头一挤 她才多久没来 她居然就有了新寿服 如果是要新寿服的话 那为什么不能是她 她很差吗 福玉很是失落同时又很哀赏 我走了 她小声地说出这么一句话后 直接变化受情 一把叼起地上的肉后 直接奔出了山洞 看着福玉突然低落的情绪 和迅速离开的声音 寒川一脸莫名 这小子又抽什么疯了 今天居然没嫌弃肉放地上 就直接叼走了 千夏也是一脸疑惑 她不明白福玉怎么一下子 从精神满满 突然变成了唯米不振 这前后也没人说她什么呀 此时赤华声音弱弱地响起 那个 什么时候可以吃东西 我饿了 饿千夏 我先回去跟凌川交代一下 先走了 凌峰走走走 回家 还没等千夏开口 珊瑚已经快步走出了洞口 期间还不忘拉了凌峰一把 千夏目送了珊瑚离去的背影 然后看向玄奇 食物做好了吗 她好像很饿 玄奇看了一眼赤华 又对千夏点了点头 然后开始把锅里的煎肉盛了出来 哎 你不怕汤吗 有筷子 千夏下意识地出声 赤华拿肉的手忽然一顿 抬眸看向千夏 筷子是什么 千夏指着玄奇手里的木棍说道 这个就是筷子 用来加取食物的 此时韩川也把肉全都下了锅 然后把肉汤装了满满一大碗端了过来 赤华看着眼前这一大碗 飘着金黄色油光的肉汤 又好奇又馋 这个又是什么 韩川白了赤华一眼 转身就要去拿碗和汤勺 千夏赶忙让他再多拿一双筷子给赤华使用 对于韩川来说 这一顿早餐吃得很是不愉快 因为他煮的食物大部分都被这条龙吃了 他很不高兴 赤华怎么学都学不会使用筷子 最后他是直接上手拿着吃的 而这个肉汤他是足足干了一大锅 虽然他感觉还没有完全吃饱 但是不得不说 这样子弄出来的食物 味道还真不错 韩川 你去把酋长喊来吧 韩川一声不吭 直接扭头出了山洞 他巴不得赶紧把这个家伙弄走 韩川走了以后 玄奇对赤华用一种非常郑重的语气说道 你要加入狮王部落 那你就要习惯用兽人形态生活 为什么 赤华十分疑惑和不及 为什么还要求他用兽人形态生活 你们龙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 你一旦显露出你的兽体和实力 一定会吸引来很多兽人来到部落 而他们的目的是让你加入他们 并为他们的部落提供保护 同时他们给你相对应的条件 玄奇一路走过那么多地方 别说九阶的兽人了 七阶 八阶兽人都已经被那些超级部落疯狂招揽 所以他从来不在外面展现自己的实力 就连捕猎也都要去到没什么兽区的地方才进行 突然想到了什么 玄奇一脸疑惑地看向赤华 那这个家伙从西大陆来到泥雾森林 怎么来呢 不变化兽体那我怎么捕猎 那我不就要饿死了吗 不能变化兽体 赤华很是不情不愿 今天吃的食物 你觉得你吃饱了吗 玄奇看着他发问 没有完全吃饱 但是也还行 其实他还想吃的 要不是看到寒川看他的那双虐待杀翼的眼睛 算了 他现在可是在人家家里 他要有礼貌 我很好奇 你应该是没有在其他兽人面前变化过兽体 在迷雾森林的时候 你也和我说你没有告知过其他兽人你的实力 那你是怎么从西大陆一路来到迷雾森林的 玄奇很是疑惑 而一旁的牵下听到说赤华来自西大陆 一双美眸里满是好奇 第一次听说西大陆 赤华双手一摊 不以为然的开口 我出了西大陆正式踏进中大陆的时候是黑夜 然后我就在边缘县的森林里捕猎 吃饱喝足了 我就找了一个山洞睡觉 等我睡醒了天都黑了 再然后我就继续赶落 就这样来来回回遇到了那什么超级部落 千夏 好好好 原来是搞时差事吧 千夏此事好想给赤华拍手叫好 老话说傻人有傻福真不是没有道理的 赤华的身份一旦被外界所得知他的存在 那么各大势力都会想要争取他来加入部落 以此来增强部落的实力甚至是侵略别人 但是这个傻傻的赤华在不了解外面世界的情况下 他没有做任何的掩饰 就这么水灵的一路从西大陆来到了中大陆 然后又来到了迷雾森林 最后是被玄奇遇见了他 而他在这一路里还去过了超级部落 还遇到了其他的兽人 他又没有对任何人有心理戒备 但凡当时要是有个人问他的情况 他一定是会告诉别人自己是头龙 而且还是个九届兽人 神奇的点来了 竟然都没有一个兽人问过他 服役回到部落以后 先是把肉交给了千夏的姐姐 之后就回了自己的窝里 然后这么以受体形态在窝里全成一团 鼓足球长胡落此时走了进门 看着自己的崽子正用他的尾巴 把自己盖个严严实实的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微米的气息 他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 崽啊 你这是怎么了 你跟阿富说说看 发生什么事情了 胡落小心翼翼地问着 生怕刺激到了他 主要他这个崽子真的是太有主意了 之前部落里有个非常喜欢他的慈性 对方拒绝了很多雄性的求爱法而来追求他 他不但拒绝了对方 还表示对方长得不好看 他是不会喜欢他的 那天那慈性的阿富阿母 直接就是找上门来要个说法 他赔了一块白熊兽皮才让对方消气 不喜欢就不喜欢吗 为什么要说人家不好看 明明就挺漂亮的 好歹是部落里数一数二的美慈嘛 不过对方也挺有耐心 在心灵受伤了两天以后又开始继续追求 他身为阿富 自然也是希望自己崽子能早点截旅的 对方又是部落里挺不错的慈性 他当时就劝了几句 结果这崽子直接就是离开部落再也没回来 一开始还以为是去外面捕猎 没想一连半个月都没有再回来 当时他就被伴侣给骂死 前阵子这臭崽子才回到部落的 当他回到部落的时候 那个慈性早已经截履 有了好几个兽夫 听到阿富的声音 福玉的尾巴稍稍抬起 露出那一双漂亮的狐狸眼睛 阿富 你当初怎么追求阿姆的 福洛一听 一只手撑着下巴开始回忆 突然 他猛地看向了自己崽子 这小子有喜欢的慈性了 福洛立马蹲在了福玉的眼前 语气兴奋 咋呀 快告诉阿富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慈性了 福玉扬起了自己的八条纹 又点了点头 喜欢就追求人家呀 不追求怎么有机会 我跟你说呀 当初我追你阿姆也是 你阿姆在成年里之前 我就去追求他 你是不知道 当初追你阿姆的雄性有多少 每个都想成为你阿姆的第一首富 我每天都给你阿姆送食物 送花 你阿姆想去哪里 我就陪着他去哪里 后来有次陪你阿姆出去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流浪兽云 他想抢夺你阿姆 我当时就是抱着 拼了这条命的想法和他战斗 最后他被打跑了 我也受伤不清 但你阿姆从此心悦于我 并在他的成年里上 选择了我成为第一首富 福玉听得很仔细 心里暗暗记下 追求 送食物 送花 想去哪里就陪着去 保护对方 突然他脑海里 闪过一个黑色长发的声音 原本亮起来的眼眸又暗淡了下去 一时间 胡萝有些猛了 这刚刚还好好的 咋呀 你又咋了这事 难道是那个雌性 已经拒绝过你了 不是 福玉闷闷的开口 他还没追求呢 哪来的拒绝 那没拒绝你 你现在这副样子是怎么回事 胡萝一过 才一两天没见 他又有了个新寿服 而且他的第一寿服很强 原来崽子喜欢的雌性 已经有了寿服了 但是对方比他强 什么 比崽子还强 胡萝蹲在地上开始思考 在这片森林里 年轻一辈的崽子 要是有实力出众的 那整片森林都会知道 他崽子现在是七节 可目前来说 这个森林里 于是他试探性地问 宰啊 你该不会是看上了 韩川的此姓吗 福玉没说话 只是那双狐狸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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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还真是 韩川真结履了呀 他的伴侣现在有几个兽服 不过有几个兽服 实力应该都不会比你强的 你也是七节呢 也就比韩川晚一点生计而已 福玉恼怒地 瞪着自己的老父亲 本来就烦 现在更烦了 胡萝一脸地问好 他话都还没说完 就赶他走 你和韩川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你和他同阶 难道是他担心你会比他强 所以 福玉此时有点无语 韩川不是第一兽服 第一兽服是个蛇兽人 实力可能不止八阶 韩川不是第一兽服啊 那他更 什么 不止八阶 胡萝又猛了 狮王部落什么时候 有超过七阶以上的兽人了 是不是你搞错啊 不止八阶 难道是九阶吗 九阶兽人就跟传说似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阿富 你别忘了 我的天赋可是高于你的 我会感受错吗 福玉白了自己阿富一眼 胡萝有些尴尬 崽子说的倒也是 哎呀 不管怎么样 要是雌性没有拒绝你 那你就去追求啊 不是是怎么知道 再说了 你不追求 别人能知道你喜欢他吗 你能不能有点我当年的风范 听着自己阿富的话 福玉一屁股坐了起来 眼神也变得坚定 阿富说的对 他要表明心意 想到这 福玉直接奔了出去 嘴里还说着 谢谢阿富 我要去加入狮王部落了 跟阿富说什么谢谢 什么 你个臭崽子给我回来 回来 谁懂啊 开导宰子开导到别的部落去 此时狮王部落 韩川和狮山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狮山的脸上是又惊又喜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宰啊 那真的是龙族啊 他真的要加入我们部落吗 他还是个九届兽人对吗 此时韩川的脸上 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是是是对对对 没错没错 您先别说了 玄奇说了这件事情要保密的 你再说 整个部落都要知道了 狮山立刻闭嘴 但眼里还是藏不住的激动 关于事情的七七八八 在狮山的山洞里的时候 韩川就已经尽数告知了 而这一路上 他阿富已经问了不知道多少遍 终于是到家了 狮山直接冲进了山洞 韩川看着自己阿富的背影 一脸问候 不是 这都到家门口了 这冲进去是什么意思 瞧你这不值钱的样 山洞里 千夏 玄奇和赤华都坐在桌边 看到狮山的到来 三人齐齐看向他 然后他身后的韩川正悠哉悠哉地走了进来 千夏看着两人的神情 莫名好笑 一个是紧张又惊喜 一个是超绝松弛感 两父子站一块怪有膝感的 阿富 快过来坐 千夏指着赤华身边的座位说 好好好 狮山有些手足无措地来到赤华身旁坐下 他先是看了看身旁的赤华 又看了看千夏和玄奇 不知道怎么办 他更紧张了 韩川看着自己阿富这般模样 轻痴一声 然后走到千夏身旁坐下 这就是狮王部落的酋长 玄奇朝赤华淡淡地开口 赤华看向身旁的狮山 一脸笑意地向他打招呼 酋长你好 我叫赤华 我想在你们部落生活 哦对了 我是龙族的九届兽人 狮山肉眼可见地激动起来 好好好 我等一下就给你安排个大山洞 你就放心地在我们部落中 有什么事情你来找我 此时的狮山激动得有点想哭 原来他阿富跟他说过的龙族是真的存在的 都说九届兽人堪比传说 在他任职酋长的有生之年 他的部落居然迎来了两个九届兽人 其中一个还是一条龙 怎么可能不激动 韩川看着自己阿富 心里默默吐槽 不就是条龙吗 狮王部落可就热闹了 天下再过两天就要生产了 生产以后我就要进行孵戴 这期间一定不能有任何的查识 关于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我知道了 这方面我会处理好的 狮山垂谋思考着事情如何安排 悬起转头看向赤华 那双金色的蛇谋突然变得锐利了起来 你要在这里生活 那你就得听我的 不许随便变成兽性 不许告知其他兽人你的来历和你的实力 当你想捕猎的时候你来找我们 我会让韩川带着你出去 若是你私自出去捕猎被别的兽 看到了你的兽性 那你也不要回部落了 你爱去哪里去哪里 现在是特殊时期 我不允许有一点危险的可能性发生 老实的赤华眉头一皱 双手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你是不是给我脸了 我直接给你坐下 玄奇的话让他感到十分不舒服 天下看到赤华的表情连忙说道 赤华 你要加入狮王部落生活 我们当然是非常欢迎的 但是你也看到了 我过两天就要生宰宰 而宰宰一落地 玄奇马上就要进行为期两月的复旦 对于他这一种族 一旦开始复旦就不能离开 否则我们的孩子很大可能会死在壳中 若你九届龙族的消息传了出去 到时候世王部落就会来许许多多的高阶兽人 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对部落做什么 毕竟世王部落也只是一个中古部落 万一他们动了坏心思 想要抢夺这个部落的资源和死心 你一个人能挡得住多少人吗 当然我只是假设一下 如果真发生了那种情况 我若是被抢走了 那玄奇一定会动手 但这样的话 他下意识地看向了一旁的玄奇 关于玄奇限制他的这件事 他原本很是不满的 可没想到 原来是因为这些 他很是惭愧 玄奇看向千夏的眼神里满是爱意 简直太懂自己的想法 玄奇拉过千夏的手与自己两手交叉着 而千夏对着他甜情一笑 两人之间满是甜蜜气息 韩川没有错过千夏和玄奇的互动 他吃醋地也拉过千夏的另一只手 放在他的手心里 诗珊是过来人 自然是看明白了眼前的这番情况 那个 我先带赤华去看一看他的山洞 诗珊说完就站起来招呼赤华一起往外走去 千夏和旁边的两个帅兽也跟着站了起 一时间 五个人面面相许 我们也一起去看看吧 好歹知道赤华住在哪里是吧 千夏率先打破这尴尬的局面 诗珊脸上笑意满满 视线在面前三人来回游走了一番后说 那就一起看看 我们走吧 一行人来到了珊瑚家旁边的山洞 这个山洞是我们部落里最大的山洞 如今就给赤华住好了 众人往山洞里走去 山洞因为长久无人居住显得有点慌乱 赤华看着这个山洞 脸上没有一点欢喜 这个山洞除了大以外就什么都没有 那个地上铺的东西 为什么这里没有 千夏看着这个山洞很是吃惊 因为这个山洞怕是有他家和珊瑚家家起来这么大 也不知道能不能装得下赤华的兽型呢 想到这里 千夏转头看向一旁的赤华 赤华 这个山洞能装得下你的兽型吗 赤华转身回望着千夏 他看到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 他的这个眼神在第一次他说 想看他的兽型的时候出现 他好像很喜欢他兽型的样子 赤华又打量了一下这个山洞 有些不确定 那天晚上我变化受体的时候 其实我还收着了 我的翅膀都没展开就已经撑满了 说实话 这个山洞是挺大的 但是我有点不太确定 我便一下试试 赤华说完以后是一打架往后退一步 别省得到时候出什么意外 待众人退出一小部分距离了以后 赤华搜的一声变化了受死 只见烟尘漫天飞舞 隔壁的珊瑚家 其余人也紧随其后地跟了出来 等他们在山洞外站定的时候 他们发现不远处的族人们 都还在跳舞跳舞 闲聊的闲聊 珊瑚和迎风众人面面相聚 这是啥情况 我记得昨天夜里的时候 好像也有这种情况 我还以为是地震呢 珊瑚在迎风的怀里一脸茫然地说道 迎风将珊瑚放了下来 然后对他说 刚刚的声音好像是从旁边 那个空的山洞传来的 我去看看 我也去我也去 珊瑚拉住要走的迎风 一脸的期待 山洞里烟沉散去 千下一行人 这才真正地看到了赤华的兽形 而诗珊的震惊程度 就差没把眼珠子瞪出来 众人在震惊赤华兽形的同时 玄奇却是在心里默默咕量着 若是他以兽形姿态 能不能完全搅住他 不过看起来 赤华的兽形要比他大那么一点点 但问题不大 赤华还是觉得这个山洞 装他的兽体的话 还是有点小 他有点活动不开 就连他现在的头都是低着的 刚刚变兽形的时候 没想那么多 他的脑袋直接是撞头顶的石壁曲 不疼 但是有点震的花 看千下好像非常喜欢的样子 于是赤华朝着他缓缓地低下了头 要不要摸摸看 可以吗 千下眼里的小光芒更亮了几分 而一旁的玄奇和寒川两人眼里 却同时闪过一丝寒光 两人心里都生起了一个相同的想法 这条龙不会是在聊千下吧 正当千下兴奋地准备摸一摸 这个龙头的时候 身后却传来了一声惊惊 众人回头 只见珊瑚一家正满是惊恶地看着赤华 而珊瑚双手紧紧捂住嘴巴 被这一打扰 千下收回了已经伸出去的手 赤华也变回来了受人形态 迎风错愕地看着赤华 而后又看向一脸淡然的玄奇 好家伙 原来他今天刻意打断赤华说话时 害怕他把自己是龙的事情说漏嘴 说好的好兄弟呢 迎风对着玄奇直接就是一个白眼 玄奇看着迎风 脑袋飘过问好 他是抽什么疯 珊瑚小跑到千下身边 震惊不已地看着赤华 千下 赤华居然是头龙 千下看了看珊瑚 又看了看他的兽夫们 然后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 对 赤华来自龙族 本来那想等他安顿好了再告诉你 没想到你们先发现 所以昨天晚上半夜那一声巨响 也是他干的 珊瑚看着千下问出心中疑惑 千下些许尴尬的点点头 他当时说的想看到他的兽型来着 珊瑚双手插腰 一张小脸气鼓鼓地看着赤华 你是龙我很惊讶 但就算你是龙你也不能老搞这大动静 昨天大半夜了 好好地叫你不睡你干什么 昨晚 半夜 那不是千下说想看他兽型的时候吗 赤华一脸无辜朝千下看去 而千下刚好也看向了赤华 千下赶紧收回视线 而后尴尬地对珊瑚解释 那个 珊瑚 昨晚其实是我想看他的兽型 赤华也没多想 一下子就被我变了 于是就 合着千下家里头顶的那个大洞是赤华搞定 怪不得当时他说地震的时候 千下默默地看向他 然后又看了看头顶 珊瑚面色怪异地看向千下 忽然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也没事啊 千下你怎么会想到让他在家里面受体的 你也不怕你家崩了 千下尴尬地挠了挠头没说话 他当时满脑子就是想看他是什么龙 哪想的那么多 而此时一旁的玄奇正被迎风围着转 眼神里满是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怪不得你今天故意打断赤华说话 原来你是怕他说漏嘴了是吧 我还当心了 你把我当游戏 他真的是错看他了 迎风气急败坏 玄奇斜眼看了他一眼 嘴里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有病 赤华看着众人在闲聊 他默默地靠近了诗山 然后小声地开口 你能给我安排一个像玄奇家里 铺着东西的那种山洞吗 小一点没关系的 诗山转头看向赤华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铺着东西的那种山洞 看着诗山一脸的疑惑 赤华眉头皱了起来 身为一个部落的酋长 怎么还听不懂他的意思 这可不够聪明 就是地面上铺着东西的那种山洞 你说地板啊 千夏家里的地板是玄奇和寒川做好铺上去的 如果你想要铺地板的山洞 我可以让寒川教你 然后让部落的大家一起帮忙制作 玄奇和寒川这么厉害呢 居然还会做这个 诗华有些吃惊 没想到这两兽还挺聪明 诗山欣慰一笑 他们两个是很聪明 这个地板是他们两个修整山洞的时候突然想到 后来千夏给了更好的建议 就有了现在所看到的地板了 托他们的符 现在我们部落每家都用上了地板 而且还有冰柜 说到这个冰柜 赤华就想到了洞里那个打冰柜 他看到玄奇他们从里面把肉拿出来 拿出来的时候肉是冻硬子 然后他又把新鲜的肉放进去 虽然他没理解这个行为 但也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建 所以他不是很了解 玄奇和千夏这边已经把关于赤华的事情和珊瑚一家说清楚 也交代明白了 也许是因为说的很郑重的原因 珊瑚一家六寿的脸上连带着都有一种凝重感 干嘛啦 怎么你们一个个脸上这么凝重感什么 这都是还没影的事情 我们只是预想了一个最坏的情况而已 再说了 赤华的事情也就只有我们知道 肯定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不用想得那么坏了 千夏开始活跃气氛 不然现在这个场面实在是有点压抑 忽然身后的赤华语出惊人 那个千夏 这个山洞没有地板 酋长说让其他寿人帮我做 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 要不我就跟你们一起做好 这样就不用麻烦别人了 赤华觉得自己这个想法很是不错 这样又不麻烦别人 他还能照看一下孵旦的玄奇 多好 只见下一秒 在场所有人都气气看见他 每个人脸上表情不一 不过他看懂了玄奇和寒川 他们好笑 想打他 我们都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赤华一脸猛圈 此时迎风突然出声 那个珊珊 刚刚不是食物还没吃完吗 走走走我们回去吃东西 可不能饿着 迎宗朝着奎泽他们使了个眼子 然后一把把珊瑚抱起往外走去 这回到珊瑚一脸猛圈了 他还想看看什么情况吗 这突然就给他抱走了 好家伙 此时不走更改何时 玄奇的脸都黑成什么样了 那啥 我先去把部落的事情交代一下 赤华 你有什么事情的话 到时候让寒川来找我就行 我就先走了 诗珊也随便找个借口赶紧离开了 这种小辈的爱恨场面 他还是赶紧走得为好 不然他在这影响他们发挥 看着一个个离开的声音 赤华一脸疑惑 他们怎么都走了 只见寒川咬牙切齿地回答 你居然还好意思问 赤华更迷惑了 他为什么不好意思问 额那个 大家都走了 我们也先回去吧 有什么回家再说 虽然知道他们两人不会随便动手 但现在的气氛属实不太好 所以赶紧出声打扰一下 玄奇一点眼神都没给赤华 直接搂着牵下转身就要离开 而寒川又瞪了赤华一眼后 也转身要走 赤华只觉得他们莫名其妙 但看到他们往外走了 他也下意识地就想跟着走 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这不是你的山洞吗 你该不会还想跟我们回去吧 寒川瞥见他的动作 毫不客气地讥讽出声 赤华抬脚的动作 忽然就顿在了原地 赤华你先跟我们回家吧 你想要地板的话 让寒川教教你怎么知 学会了就可以自己铺地板了 走吧 先回去 玄奇什么都没说 只是默默地看着 千夏所做的一切 而后又看了一眼赤华 寒川看着千夏 护着赤华的样子 他哼的一声转身就走了出去 走的时候嘴里还小声的碎碎念 夏夏你居然为了个陌生受说我 还让我教他做地板 我真是太难过了 当然 他说得太小声了 千夏是一个字也没听见 千夏有些茫然地 看着寒川赌气离去的辈子 然后又看向了玄奇 我是说错了什么话了吗 寒川怎么好像生气了 没事 夏夏你不用管他 他时常抽风也不是什么怪事 玄奇微微一笑 边走又边对赤华说 你先跟我们回去 有什么事情回去再说 赤华欣喜地点点头 然后跟上了步伐 诗珊从山洞离开了以后 就让人传话 大家都集中了起 然后又把关于 玄奇九届受人的事情 稍微润色一下 并且很严肃地 把最坏的情况 和大家说了一遍 一时间 众人脸上都很凝重 毕竟这种事情 可不是拿来开玩笑的 得到大家坚定地回答 诗珊满是笑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宣布解散 正当诗珊打算回家的时候 一头金狮正领着 一只火红色的狐狸 来到了他面前 这狐狸真是好看啊 不过怎么这么眼熟呢 酋长 这只狐狸说要见你 说我带到了 我先走了 浮玉变换成受人形态 他看着诗珊十分认真地开口 酋长 我要加入部落 你要加入部落 诗珊很是惊讶 下意识觉得狐狸 不去加入狐族部落 怎么跑来诗王部落 对 我要加入部落 我叫浮玉 哦浮玉 好名字 等等 不对不对 你叫浮玉 诗珊心头一惊 浮玉不是胡落那老小子的崽子吗 诗珊一脸复杂地看着眼前的浮玉 他要是同意浮玉加入了诗王部落 怕是明天胡落那老小子 直接就找上门干家了 况且这是不道德 浮玉啊 你和你阿富这是闹别扭啊 诗珊小心翼翼地发问 说实话 他除了想到这个理由之外 实在是想不到浮玉加入诗王部落的原因 没有 我就是想加入诗王部落而已 浮玉一脸老实地说着 仿佛他好像很喜欢诗王部落一样 那个 浮玉啊 你要是想来诗王部落晚几天 住几天 这都可以 我马上给你安排住的地方 但是你要是说你要加入诗王部落 那不行 为什么 我还是个七阶兽人 加入诗王部落不是更增加一份部落的实力吗 为什么不让我加入 听到浮玉是七阶兽人 诗珊很是赞许地看了他一眼 果然啊 他和老小子的基因都很不错嘛 不行就是不行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玩可以 但是加入部落就不要想了 那剩下唯一的一条路 就是和部落里的雌性截履了是吧 诗珊忽然一正 某种程度来说 是这么个道理 雌性在哪里生活 雄性就要跟到哪里 诗珊狐疑地看向浮玉 你看上我们部落的哪个雌性了 浮玉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不告诉你 你这小子 果然是他的崽子 这件嘻嘻的样子 真的是一模一样 行 不说也没关系 你回去吧 诗王部落没有山洞给你住 诗珊说完转身就走 身后的浮玉连忙喊住了他 您等等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 只是现在是我喜欢对方 还不知道对方喜不喜欢我 所以我才想加入诗王部落的 等以后要是感情增进 我再告诉你 您看行吗 诗珊转过身一脸 威严地看着浮玉 可以 那我就给你安排个山洞住下先吧 不过我可先说了 要是你那阿富来了 你自己去应付去 我可不管 浮玉小鸡啄米的连连点头 不就是他阿富吗 好吧 他最不怕的就是他阿富 看到浮玉答应后 诗珊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然后开始思考给浮玉安排在哪个山洞 突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两眼放光 浮玉啊 现在部落里空前的山洞暂时是没有 不过有一个山洞非常的大 你能接受和另一个兽人一起居住吗 诗珊觉得这个安排简直不要太完美 刚好两个人还可以一起收拾整理山洞什么的 想到这里 诗珊又补了一举 那个山洞就在寒川居住的山洞旁边 刚刚好了 他没记错的话 他崽子以前是和浮玉一起玩的吗 看 多么完美的安排 浮玉本来还在犹豫的 一听到山洞是在千夏家旁边的 他两眼放光 可以可以 我完全能接受 住千夏家是不可能的 但现在能住千夏家旁简直是天大的好事 此时一老一小都觉得这样的安排简直是完美 那行 你跟着我 我去和那个新加入的兽人说一下 然后你们就住一个山洞 剩下的你们自己在商量吧 这边千夏三人回到山洞时候 寒川正坐在餐桌旁生胖气 看到千夏进来 寒川本来想说点什么的 但看到身后的赤华他小脸一眶 玄奇将千夏扶到寒川身边坐下 他正眼看向寒川 淡漠又带着威严的开口 差不多得了 若是等下我回来了 你还这副死样子 我会让你知道是你的投影还是我的拳投影 本来正在生气的寒川在听到这句话后 一脸不可置信的看下 合着就只有我一个人受伤的世界大场了 玄奇能理解寒川吃醋 他现在这个样子也就是想让千夏哄哄他 他都懂 但他不惯着他 以后千夏不可能只有他们两个寿夫 现在还只是春季 越往后的季节越是艰难 到了那时候食物 水源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 多一个寿夫就代表多一份力量 就能多找一份食物 若是每加入一个寿夫 他就要整这个死样子 千夏会疲惫也会难过 四数亿多了 千夏会不会继续亲近他 这很难保证 再说了 现在赤华都跟千夏还没什么实际性的关系 他就搞这个动静 那要是截履了 他是不是要去死了 玄奇说完以后就静止走向外面 走过赤华身边的时候 他淡默地说了一句 你跟我来 赤华疑惑地看了看千夏和寒川 然后转身跟着他出去 玄奇和赤华出去以后 千夏转头看向寒川 只见他还是一副小脸气鼓鼓的样子 千夏心里暗暗偷袭 不过他面上没有表现出来 他伸手戳了戳寒川气鼓鼓的脸 怎么了 这么生气吗 看到千夏来哄他 寒川心头先是泛起一丝丝的甜蜜 嘴角很想上扬 但是他死命忍住 不行 这还不够 于是寒川继续板着他那气鼓鼓的脸 但此时他眼角的余光 已经时不时地看向千夏 而千夏又怎么会错过寒川的一举一动 他已经忍不住想要去逗一逗他 不理我是吧 那我也不理你 千夏说完直接收回视线 看也不看他一眼 最后更是直接扭头看向洞口的方向 寒川愣了 这怎么和预想的不一样呢 不是 夏夏 寒川急了 夏夏你别不理我 你撞回来看到我 那洞口有什么好看的 我不好看吗 寒川急得开始使用撒娇攻势了 他记得这招对千夏挺有用的 而此时在寒川看不到地步 千夏快笑疯了 由于寒川看不到千夏的表情 而千夏对于他的话又毫无反应 他一着急就直接走到千下面前 结果他才发现千夏正在偷笑 好好好 更气了 寒川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双手抱胸 气鼓鼓的脸比刚刚鼓的更大 千夏偷笑被抓包 尴尬了两秒以后他开始哄人了 怎么了 让我猜猜看为什么这么生气 是因为赤华说想住在我们家 所以你就不高兴了 千夏刻意贴近了寒川说着 因为他靠得紧 寒川还忍不住偷瞄了他好几眼 下下 你为什么好像对赤华那一番话 都没有一丝差异的感觉 还是说你已经看上了赤华了 千夏此时有点猛缺 不是 寒川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你怎么会觉得我是看上了赤华呢 寒川有些忧愿地看着他 然后用一种委委屈屈的语气开口 他说想要和我们一起住 你当时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如果不是准备接受他当第三首夫 你为什么这么平静 在赤华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他当时第一反应就是看向了千夏 可是他一点表情都没有 也没说过一句话 甚至后面还替赤华说话 这还不是看上了他吗 啊这 那寒川要是误会了 玄奇岂不是也要误会 千夏下意识地看向了洞口 玄奇不会是又要像当初那样 找赤华给他做第三首夫吧 千夏有些无奈地扶了扶额头 他看向寒川 那个我想问问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 当一个雄性对一个雌性说 想住在一起生活 那就相当于是截履请求 他虽然找了一个很拙劣的借口 说是因为这个山洞没有地板 所以想跟我们住 但是其实他就是想和你截履 而夏夏你没有拒绝 千夏惊呆 原来寿世里还有这样的说法 而如果此时赤华要是在这里 他听到寒川说的这一番话的时候 他脑袋一定是大大的问候 我真的就是觉得没有地板 千夏深吸了一口气 他做的板板正正的 然后拉过了寒川的双手 直视着他的眼睛 这个事情是你误会 寒川 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再说了 你看看赤华那个呆呆萌萌的样子 他哪有那个脑子呀 寒川此刻压麻呆住了 他有些心虚的挠了挠头 所以说 夏夏你没有看上赤华了 千夏美好气的撑了他一眼 不是来一个雄性 我就要看上人家好不好 他都没敢说 他当初都是个意外 玄奇可以说是先婚后爱 而寒川就是日久生情了 毕竟一开始的时候 他对于寒川 只是那么寥寥几次的接触 后来是玄奇主张 要给他找第二首席 而他在综合各种各样的考虑以后 他接受了这个安排 他是个现代人 在现代那个快餐世界里 他虽然没谈过对象 但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 也已经是见怪不惯 再说了 寒川的男人和现代的男人性质也不一样 他虽然和寒川节旅前 没有什么接触和感情 但寒川的男人 在确定关系了以后 会承担起所有的责任 并且方方面面都将伴侣照顾得很好 而伴侣只要负责开心就好了 所以他的接受程度才会这么高 但不管怎么样 他们爱他 他一爱他们 赤华跟着玄琪走出来后 就这么站在洞口外 两人之间诡异的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玄琪看向有些局促的赤华开了口 你是不是喜欢牵下 人正在马桶洗他那漆黑的粉发 从外穿到此多熊爽的兽势 没想到刚一睁开眼就失去了清白 天生不运不欲的熟受 此时正强行分明 此时赤华一脸猛 他什么时候喜欢牵下 玄琪从开始说话的时候 就一直关注着赤华的表情 但此时他的脸上除了一脸茫然以外 就什么都没有 这小子的反应 也不像是喜欢牵下的样子 可如果他不喜欢牵下的话 他为什么要说那一番话呢 玄琪 你说清楚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喜欢牵下呀 赤华一脸的莫名其妙 他之前不是说过的吗 他没觉得节旅有什么吼 天天都要围着雌性转 而他喜欢自由 你若是不喜欢牵下 你为什么要对牵下说想一起住 玄琪说完后 他看着赤华那一张憨脸 忽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他试探性的补了一句 你知不知道你说这句话代表了什么意思 赤华不理解 这句话怎么了还能有什么意思 我就是嫌弃那个山洞没有地板了 这跟我喜不喜欢牵下有什么关系 听完赤华的话 玄琪一脸无语甚至还有些头痛 果然 他就不能用常规的想法来看待这个兽 他说没地板想和他们住 他真的就只是觉得没有地板 别的兽可能是用这种方式 委婉地表达想在一起 但是对这条龙来说 他真的就只是觉得没有地板 他嫌弃而已 怎么感觉龙族和现在的兽数 完全是两个事件 玄琪深吸一口气 随后他十分认真地看着赤华给他解释 你们龙族可能真的是太久没有出来看过世界了 现在一些默认的规矩对你来说也是不得而知 就比如你对牵下说的想一起住的这番话 在我们看来的意思是 你想成为牵下的伴侣 想一起生活 赤华瞳孔地震 不是 我不知道你们是这么觉得的 他不理解 这么正常的一番话怎么会被这么认为的 在他们龙族 若是喜欢一个雌性 直接就是问对方愿不愿截履 愿意的话就进行交维 然后完成仪式 若是不愿意就算了 哪像这里搞这种弯弯绕绕 忽然间 他又觉得老祖宗们说的没错 这外面的世界真是奇奇怪怪 在我们龙族 一个山洞里也会住着其他兽人 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当时才这么问的 你可不要多想 玄其点了点头 他细细打量着赤华 而后带着些许深意的问 那你想不想成为牵下的兽夫 赤华看着玄其 眉头微皱 他一时间不知道玄其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成为牵下的兽夫吗 莫名的 他突然想到了牵下看他兽型时的样子 一双漂亮眼睛亮晶晶的 眼里似乎满是喜欢的样子 难道说 千夏喜欢他 但很快赤华就摇头否定了这个想法 他似乎只是很喜欢他的兽型 因为他受人形态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露出过一丝喜欢的神色 你在想什么 玄其看着赤华久久都没回答他的问题 于是直接出声打断了他的发带 回过神后的赤华指示着玄其 我在想你问我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意思 玄其沉默一顺而后回答 能有什么意思 千夏现在就我和韩川两个伴侣 你看兽是有哪个雌性是只有两个伴侣的 当时你说那番话的时候 让我误以为你喜欢千夏 那若是这样 你成为第三兽夫也不是不行 至少你实力很强 你说对吧 这番话听得赤华心里有些暗数 没错 他实力就是强 我想问 千夏找兽夫你不会吃醋的吗 玄其一论 没回答他这句话 他当然也会吃醋 只是他清楚地明白 只有他们两个兽是没有办法照顾好千夏的 而且他作为第一兽夫 他有他的担当和责任 韩川年纪比他小 他可以和千夏耍小脾气 可以撒娇 但他不一样 他要为以后考虑 崽子出生后他要孵蛋 届时他什么都做不了 那时照顾千夏的所有事情 就落到韩川一个兽身上 而且崽子以后是留在他们身边 和他们一起生活的 到了那个时候 他和韩川既要照顾千夏 又要照顾崽子的 根本不需要想 一定是忙不过来的 甚至现在他都已经觉得有些忙不过来 说实话 我还没想过杰吕的事情 我就是因为我阿富逼我杰吕 我才从龙族偷跑出来 而且我不觉得千夏喜欢我 算了这个事就先不说了 但是我可以给你承诺 在你孵蛋的期间 若是韩川忙不过来 我会帮忙照顾千夏的 赤华说得很是真诚 但玄奇就很无语了 正当玄奇想说点什么时候 一道声音打断他 哎呀 赤华 玄奇 这真是刚刚好啊 你们都在 狮山领着浮玉走到了两人面前 一时间除了狮山以外的三个兽面色各异 他来干什么 这不是早上那个兽人吗 这是第一兽夫在安排什么吗 看来他要好好表现了 酋长有什么事情吗 玄奇用一种不寻常的语气问道 诗山笑呵呵的看了看玄奇 而后看向赤华说 也不是什么事情 我来就是找赤华说件事 找我说什么事 赤华倒是有些惊讶 没想到是来找他的 诗山指着身旁的福玉笑眯眯的开口 这是福玉 他想在我们部落住一段时间 不巧的是部落目前已经没有空前的山洞 我想着你那个山洞不是很大吗 让福玉和你一起住你看怎么样 那个山洞也还没来地级收拾 你们两个兽刚好可以一起整理山洞 只见赤华转头看向玄奇 哭丧着脸 我真的不能跟你们一起住吗 玄奇淡淡地瞥了他一眼说 注意其也不是不行 听到这句话 赤华两眼放光 只不过下一秒玄奇又说 成为兽夫就可以 此时 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是一旁的福玉已经凌乱了 他刚刚听到了什么 这个叫赤华的兽人是新加入部落的 他不是千下的伴 还没等他高兴两秒就又听到玄奇对赤华说的话 心又凉了半解 这个第一兽夫想让赤华成为千下的第三兽夫 我想成为千下的兽夫 福玉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在场三人一时间都惊重 其中最震惊的还属世山 好家伙 你说你看上了我们部落的雌星 合着你是看上了我崽子的雌星 福玉啊 你回去吧 部落没有山洞了 以后你再来 世山拽着福玉就要走 他崽子和千下节履才多长时间 而且当初节履的时候千下就已经怀崽崽 都没过上几天滋润日子 好不容易快要生崽崽了 这时候来了一个情敌 这哪能行 我崽子的幸福我来守护 球长 这里没什么事了 你先回去吧 玄奇盯着福玉有些深沉的开口 听到玄奇的话 世山有些尴尬的松开了拉着福玉的手 视线在三人之间不停的来回打转 行吧 那有什么需要的话再让寒川找我就行 世山临走时又瞥了一眼身旁的福玉后才转身离开 福玉有些尴尬的站在两人面前 但是他面上还强撑着阵地 这下刚好了 这有个主动上门的兽夫 你可以不用担心照顾牵下的问题了 赤华幻笑着拍了拍玄奇的肩膀说道 玄奇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要是他成为兽夫的话 他和我们一起住 你就自己住那边吧 这下赤华笑不出来了 他苦着脸走到一旁的石头上坐下 开始在思考成为牵下兽夫这个问题 玄奇把视线从赤华身上转到了福玉身上 但他只是看着他却并未说话 福玉深吸一口气后往前走了两步 他认真且坚定地看着玄奇 玄奇 我想成为牵下的兽夫 我实力没有你强 但是我也不差的 往后我会更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的 我很喜欢牵下 玄奇还是没说话 只是看着他 福玉很是紧张 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但玄奇一丝一毫的反应都没给他 这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脑子一顿头脑风暴后 福玉也不管不顾了 他准备继续介绍自己 若是玄奇这个第一兽夫还是没有反应 不管怎么样 他都直接去追求牵下好了 我福玉 吸尽狐狸兽人 无足部落酋长之子 今年二十年轮 精细固化异能以及魅祸术 我另外还有个异能 但这个异能似乎没被揭开 我知道它的存在 但我还无法进行使用 我很想成为牵下的伴 想和你们一起照顾它 一起生活 福玉说的质地有声 眼里满是诚恳和坚定 你还有一个异能无法进行使用 玄奇对他这个无法使用的异能感到好奇 是的 从我觉醒异能的时候它就存在了 但是我一直无法使用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属性的异能 听了福玉的话 玄奇微微低头妈撒着自己的下巴 他头一次听到这个奇怪的事情 突然他发现 自从自己来到狮王部落 好多东西都是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雷电吸异能 第一次见龙 这现在又有一个第一次见的 不能使用的异能 真是怪了 一时间 玄奇感觉自己以前 好像白走了那么多地方 玄奇瞥了一眼一旁 在头脑风暴的赤华 赤华你几岁 突然被叫到的赤华有点猛 二十二年轮 怎么了 只见下一秒玄奇嫌弃出生 怪不得你阿富逼你截履 二十二年轮了还不早饭呢 不像我 我仔子都快出生了 赤华狠狠瞪了他一眼 然后又继续思考 要不要成为千下的兽夫这个问题 说实话 这个选择对于他来说有点难 玄奇看着赤华和福玉 脸上的微微笑意沉了下来 其实福玉和韩川在这个世界里 已经属于非常厉害的天赋型兽人了 只不过他们碰上了他和赤华 这种更为妖孽的存在 许多兽人都还以为 九阶兽人都是比较年长的 谁能想到他们才二十二年轮呢 这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不是光靠努力就能跨过的鸿沟 福玉和韩川才二十年轮 等到二十二这个年轮的时候 说不定他们也会是九阶呢 一切交给努力和时间就好 正当玄奇刚想和福玉说点什么时候 韩川从山洞出来了 玄奇 福玉你小子怎么在这 韩川看到福玉很是意外 这小子怎么又来了 福玉此时面对韩川有些尴尬 又有些心虚 还想着该怎么回应他的时候 他又说话了 算了 现在没空理你 玄奇 我要去办事了 你快进去照顾下下吧 我走了 说完也没给玄奇说话的功能 直接就变成瘦身蹲走了 玄奇看了看福玉又看了看赤华 随后他对福玉说 你在我这里合格了 但是至于能不能成为下下的寿服 这都要看下下的选择 跟我进去吧 福玉欢喜的点点头 随后紧跟着玄奇迈进了山洞 在玄奇和赤华出去的时间里 牵下把韩川哄好了以后 说起了找家人的事情 黑狼部落这边珊瑚家的凌川已经去了 现在就剩下巨像部落这里了 所以韩川现在就是出发去往巨像部落的路上 正当千夏吃着水果的时候 玄奇进了 只不过他身后还跟着一个福玉 福玉怎么来了 此时众人都进了山洞 而赤华还坐在洞口头脑风暴中 山洞里玄奇和福玉坐在了千夏对面 千夏笑盈盈地给他俩一人递了一个水果 赤华是去整理山洞了吗 怎么没见他 千夏一边啃着水果一边问 他在外面考虑住的问题 玄奇说完也要一堵水果 只是这一口下去酸的他脸都要皱成一堵 那个 夏夏 你不觉得这个水果很酸吗 他担忧地看着千夏发问 千夏看了看手中的水果 又啃了一口 我觉得不酸啊 挺好吃的 福玉看着眼前的千夏忍不住微笑起 他现在的样子真的是太像那些吃饭的柚子 可可爱爱 千夏转过视线看向一旁的福玉 福玉你是来找寒川的吗 他刚刚出去了 福玉连连摆手 我不是来找寒川的 夏夏 他是来找你的 他想成为你的第三伴女 突然的一句话让千夏正准备咬下水果动作猛的一顿 他一脸震惊地看向对面的脸 他以为的赤华 怎么突然变成福玉了 不过福玉怎么就想成为他的伴女 那个 福玉 你怎么想成为我的伴女 面对千夏如此意外的表情 福玉立马做得端端正正的 然后十分认真的看向他诚挚的开头 千夏 我喜欢你 想成为你的伴女 我想和他们一起照顾你 而且我实力也不差了 正当千夏惊讶到不知道该如何回复的时候 山洞口传来了一道声音 玄奇 我想好了 我做千夏的第三寿夫 赤华走进山洞的时候 头痛地扶着额头 呆 太呆了 而此时的福玉看着眼前的赤华 双眸闪过胸光 本来玄奇想让这家伙当第三寿夫的 他自己当时没同意 现在自己开口了 结果这个时候他又说他愿意 摆明了是想抢位置 一旁的玄奇感受到了福玉的战役 他手肘放在桌面 手撑着自己的脑袋缓缓开口 别想了 你打不过他的 他是个九阶兽人 玄奇的一句话让福玉仿佛被浇了一盘冰水 一股寒意从头动到九 九阶兽人 这个家伙居然是一个堪比传说存在的九阶兽人 忽然福玉像是想明白了什么 他猛地转过头看向玄奇 有些不可置信的开口 你是不是也是九阶兽人 他至今都还记得初次见面的时候 他释放的那股威样子 那一股令受如此心惊的感觉 脑子转得挺快 玄奇边说边站起身来到千夏身旁的座位坐下 而赤华也落坐在了玄奇刚刚的位置上 千夏此时脑子一片混沌 本来他大概率猜到了玄奇可能有会想收容 赤华想法 但是现在谁能告诉他是什么一个情况 玄奇拉过千下一只手放在手心抚摸着 他看着他温柔浅犬的开口 下下 我始终觉得 光靠我和韩川是没有办法好好地照顾好你 我孵蛋了以后照顾你的责任 就全部落到了韩川一个兽身上 若是他要出去捕猎或是要做点什么 那家里就没有兽可以照顾你 我思考了很久 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还是需要再加入一些成员 这样才能更好地照顾你 以及还有即将出生的崽子 说完玄奇看向对面的这个两个兽 他本来只是想再给千下找个伴 这样崽子孵化以后就不会忙不过来 也能更好地照顾千下 结果谁知道现在一来就来两个 要不 这两个你都收了吧 都挺强的 千下不可置信地咬了一声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对面的赤华和浮育 又看了看身边的玄奇 一时间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们都先出去吧 让我一个人好好想想 千下正色地说道 他现在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 好 我们就再动口 下下你有什么事情大声喊一声就行 千下看着他们三人的背影 一时间他思绪复杂 他知道玄奇是为了他好 才想着给他找伴 就像当初找韩川一样 玄奇既然能说出 让他把两个都收了这会儿 那就说明这两个人 在他那里是过了关的 如今只要他点头即可 在现代的时候没有谈过恋爱 一来到这里就给我来了两个男人 现在又来两个 还都是个顶格的大帅哥 关于感情方面 千下觉得自己始终 还是带着现代的世界观 他总想得要慢慢来 从陌生到熟悉再到相爱 可从他来到这 无论是玄奇还是寒川 都没有一个是慢慢来的 虽说先婚后爱和日久生情 现在都过得很幸福 但是他总是会被这种想法局限住 毕竟这不是现代 这个世界的感情观都比较直接 喜欢就原地截履 受试的男人甚至无需担心 他们的忠诚度 毕竟他们宁愿自己死 都要护好自己的伴侣 山洞口 玄奇和福玉两人都抱胸站着 而赤华蹲在洞口是左看看 右看看 一副脾里脾气的样子 福玉看似面上一副淡然 实则他心里已经紧张到不行 他很是害怕千夏会拒绝了他 甚至他都想好了 若是千夏拒绝了他 那他就离开这片森林故鬼了 而赤华就不一样了 对他来说 千夏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罢 他答应做受服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觉得他始终都是要找伴侣 而且不找伴侣 他回龙族又会被逼着截语 二是他对于千夏的感官其实挺好 谈不上多喜欢 但他很享受千夏看他受刑时的眼神 眼里亮晶晶的 而且千夏很温柔 还照顾他的感受 这就比他见过的那些雌性好太多太多 他自己也刚来一两天 和千夏接触也不多 但是玄奇这时候不错的 再加上这个柱的问题 思来想去 他觉得杰旅是个不错的选 之前本来是担心杰旅后没有自由 但现在有自由和没有自由已经没什么区别 那还不如杰旅 至少能住有地板的山洞 吃好吃的肉 玄奇此时心里也有点紧张 毕竟这件事情发生的有点猝不及分 他本来只是想看看赤华想法 结果突然出现了一个浮玉 然后事情走向就变成现在这样 玄奇 你们进来吧 我想好了 山洞内 玄奇 福玉和赤华三个人 齐坐在千夏对面 三人神太各异 此时的福玉正经微坐着 他面上一片淡然石则桌子下的手 都在微微发抖 玄奇坐得一本正经 但他其实有点小小的紧张 他是担心千夏会不会因为 他突然的这番行为而不高兴 但赤华就不一样了 福玉是假淡然 他是真淡然 他压根就没想过自己不会被选 千夏看着几人的神色 忍不住倾笑出声 那么福玉和赤华谁是第三兽夫 谁是第四兽夫呢 一时间 三人抬眸齐齐看向千夏 太好了 太好了 千夏接受了 太好了 夏夏好像没有不高兴 挺好的 有另外两个兽的加入后 一定能更好的照顾夏夏 我就说吧 我这么帅气优秀又迷人的龙 怎么可能不会被选呢 第三肯定是我呀 这还用说吗 赤华直接开口宣布自己的地位 但福玉可就不干了 玄奇给过你机会的 是你自己没要 我说了以后你才有说要的 凭什么你是第三兽夫 福玉有些激动地对着赤华 但他很快又收敛了自己的神字 稳住 他要给伴侣一个好的印象 不请你跟我打一架 赤华有些挑衅地看着福玉说道 赤华 你不要过分了 玄奇适时出生了 他一个九阶打一个七阶 这还有什么可打的 改名了欺负兽不是 被玄奇这么一说 赤华撇了撇嘴不说话 而一旁的福玉在桌子下的拳头 却是钻得紧紧 福玉心里暗暗发誓 他一定会努力提升自己 终有一天 他也会成为堪比传说的九阶兽人 此时的韩川还在去往去向部落的路上 丝毫不知道家里发生这个天大事 玄奇一脸温柔地看向千夏 吓吓 那你是怎么觉得的 那你又是怎么觉得的 千夏直接把问题抛回给玄奇 而玄奇略微思考之后回答 福玉第三 赤华第四 本来我确实是想着让赤华成为第三兽夫 但是我问他的时候他明显拒绝了 后来福玉出现了 千夏看着玄奇微微一笑 而后又看向了赤华和福玉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福玉此时真的是高兴坏 他的千夏和别的雌性就是不一样 说实话 若是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的雌性一定会选择让赤华当第三兽夫 因为他的实力强 但千夏他却没有 他没有在意谁的实力比较强 他只是很公平地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分配了他们的地位 福玉眼角的余光落在了玄奇身上 他在心里暗暗感激 玄奇他也很好 他是个非常棒的第一兽夫 他也没有因为赤华的实力强大就让自己委屈 他和千夏一样很公平地对待着人 我先说点事情 再过两天我就要生宰宰 生完宰宰我还要坐月子 所以在这期间 我们恐怕还不能进行交委 等我身体恢复了以后再进行交委和刻意 这段时间刚好可以和他们好好的相处相处 这样也算一个慢慢来的过程 一切都是刚刚好 我有些困难 玄奇你帮我去休息吧 千夏坐在草窝上有些担忧地看着玄奇 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得挺突然的 寒川也不在 前面还没说找第三伴侣的时候 寒川就已经很吃赤华的醋 如今这 玄奇扶着千夏缓缓躺下 他一手放在千夏的运度上输入了些能量 一边微笑地看着千夏 夏夏 这些事情你不需要担心 我会处理好的 你好好休息 如果寒川不时去地作闹的话 他不介意欺负一下他这个手 千夏看着玄奇温柔的模样 稍稍安心地点了点头 现在家里又多了两个人 那这个住的地方 夏夏你安心地睡 我会安排好一切的 不要担心 睡吧 玄奇温柔地打断了他的话 千夏看着玄奇那张帅气的脸 他眼里的爱意浓郁的都要划不开 一时间他有些红了眼眶 他刚刚猛地才意识到自己把他忽略了 寒川会因为赤华吃醋 那玄奇他也会的 可是他只哄了寒川 却没有哄哄他的这个第一伴侣 而如今又还多了两个新的伴侣 是他的错 千夏将他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脸上 而他也轻轻抚摸着他的脸庞 怎么了夏夏 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吗 是我忽略你了 对不起 寒川这么吃醋 那我的蛇蛇也肯定会吃醋的 我哄了寒川却没有哄我的蛇蛇 对不起 玄奇此时心头猛的一阵 不知怎么的他眼睛有些发酸 他连忙转过头看向别主 稍微缓和了以后 他才转回来看向天下 啥不啥 为什么要跟我道歉 你的其他伴侣都是我找 而夏夏你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找伴 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怎么会吃醋吗 不许乱想了 寒川年纪不大 想事情也想得简单 吃点小醋也很正常 再说了 夏夏你就我和寒川两个受负 这放在这个世界里 可是要被嘲笑的存在 况且我是你的第一受负 我就该为你安排好一切 说到这里玄奇哽咽了一下 夏夏你这么想动 我真的已经感觉很幸福 谢谢你夏夏 一瞬间 千夏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一颗颗硕大的泪水 砸在了玄奇的掌心里 烫得他浑身一颤 夏夏怎么哭了 别哭别哭 这不哭了不哭了 玄奇慌得手忙脚乱 一时间脑子混沌 不知道如何是好 千夏哭得一塌糊涂 一边是愧疚自己忽略了玄奇 一边是心疼玄奇这般处处为他捉起 懂事的令人心疼 玄奇 你是我的第一受负 你永远和别人不一样 千夏红着双眼哽咽地看着玄奇说着 只见下一秒一个冰凉的唇贴了上 外面坐在餐桌旁的两人互不搭理 气氛是诡异的沉默 终于在好一会儿后玄奇从小动走出来 福玉直接就是一个站起身来 然后看着他询问 那个 我们现在应该要做点什么 听到福玉的话 赤华也白眸看向了玄奇 似乎是在等待着他的指示 今天晚上的话 你俩都先跟韩川吉一起 玄奇一边说着一边拉开了凳子坐下 然后用一种严肃的神情看着他们 既然都是下下的伴侣 我希望你们有自己的分寸 不要随便给我整什么争风吃醋的事情 这样做只会让下下为难 还有你们两个这个顺序是我和下下定的 尤其是赤华女 可别在心里偷偷怨恨福玉 我给过你机会的 是你自己不要 什么话什么话 我赤华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兽吗 我心眼这么小吗 只不过地位这种东西 哪个雄性不会争一争啊 那既然你这个第一兽夫和伴侣都定好 我就接受了呗 我又没说什么 只见玄奇淡淡的瞥了他一眼 你现在在这里生活 你必须要习惯以兽人形态生活 睡觉也是吃食物也是 不许轻易变化你的兽性 兽人形态生活也不是什么难事 你只需要习惯几天就好了 抱赤华念念的应了一声 他现在最不爱听的就是不能变兽性这句话 此时一旁的伴侣震惊不已的看着身旁的赤华 他刚刚听到了什么 龙族 赤华不仅是个九节兽人 他还是条龙 伴侣一瞬间也粘了下去 合着在这个家里 他和韩川两个是最弱的 玄奇看着莫名粘下去的两人 干什么呢 给我打起精神来 我要教你们东西了 都给我好好听着 听到玄奇要教他们东西 两个兽又重新拾起了精气神 下下说的坐月子是指他生了崽崽以后 不能见风不能碰凉水 你们照顾下下擦洗的时候 一定用的都是热水 下下吃的食物统一 都用泥雾森林的能量兽肉来做饭 此时韩川回到部落的时候 刚好和凌川遇上 凌川说到黑狼部落 有一个新加入的白狼兽人 而他就是千夏的哥哥 并且还表示明天会来 世王部落看望千夏 这真是太棒了 韩川兴奋地紧握双全 而他在具象部落里 找到了千夏的阿富阿姆 还有他的弟弟和妹妹 也从他们口中 得知了他们一路的经历 在千夏睡觉后的这段时间里 玄奇把日常 如何照顾千夏的细节 以及家里的工具 都如何使用等等 这些都一一交给了福玉和赤华 福玉什么都学得很完美 尤其是在做饭这方面上 他仅仅只花费了一头摸摸牛 就已经很完美地 做出了千夏最喜欢的那种口感 赤华就不一样了 他花了整整八头摸摸牛 最主要的是 他把他空间里的 所有摸摸牛肉都用光了 结果做出来还是黑的 玄奇也不指望他来做食物了 反正现在家里人手是够的 玄奇看着桌上 几大碗煎焦了的牛肉 又看了看肚子略显云 面上一片生无可恋的赤华 这些肉 你自己全部吃完 若是你敢浪费 我是不介意和你打一架的 不然你让我变成兽型 我一口吞了成吗 赤华虚弱地开口 吃不下了 真的吃不下了 这个兽人形态是吃不了一点 只见玄奇吐出两个字 不行 此时的赤华 看着兽还在 其实已经走了一会儿 坐在玄奇对面的福玉 此时憋笑快憋不足 谁懂啊 教了他无数遍 但是吃华总是 每一块肉都很精准的 煎得一样教 这也算是一种天赋嘛 正想着 洞口处传来了声音 下一秒只见 一头大惊是迈了警 韩川便回兽人形态 他疑惑地看着福玉 和一旁的赤华 这太阳都要落山了 你不回你的湖族部落 还留在我家干什么 福玉此时有些坐立不安 他下意识地 看向了对面的玄奇 玄奇瞥了福玉一眼 他站起身来 开始往外走去 韩川你跟我出来 我有事跟你说 韩川不明所以 他看了看 面色略显怪异的福玉 然后转身 跟着玄奇出了煽动 韩川 你应该知道 下下不可能 只会有我们两个伴侣 听到玄奇的话 韩川心里咯噔一下 难不成赤华 真的要做第三兽服了 一时间韩川心里 很不适自卫 但是他也知道 玄奇说的是对的 他之前表现出那样子 也只是想着趁 还只有他们两个伴侣的时候 他想多要一点 牵下的爱而已 我知道 韩川闷闷地回答 你是第二兽夫 甚至可以说 你是下下来到 这个世界接触的 第二个雄奇 而像今天这样 耍脾气的事情 我不希望再发生 你应该也知道 光我们两个 是没办法照顾好下下 这点不用我多说了 韩川抬眸看着玄奇 没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而玄奇看着 韩川这副样子 他轻声叹了一口气 同为雄性 他又怎么可能不知道 韩川那些举动的心思 但是这不合适 到时候只会让 千霞心里疲惫和为难 我们都爱千霞 同样千霞也都爱我们 你想想 若是后面有其他寿夫了 你总是这样的话 其他的寿夫会怎么想呢 下下到时候 是不是就很为难了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 以后我不会再这样的 韩川心里有些难过 但是他知道 玄奇说的没有错 他必须要摆正好 自己的心态 签下他也不是一般的慈性 他无论对玄奇 还是对他一直都是很公平 没有偏向哪一个 这已经很难得了 看着韩川的神色 玄奇知道他是听进去了 我现在要跟你说一件事 你要有心理准备 此时韩川倒是有点猛 他刚刚都以为事情说完了 怎么现在还有一个 什么事 我们家有新成员了 听到玄奇这句话 韩川倒没有多大的意外 毕竟他早就想到赤华 或许会成为第三寿夫这件事 韩川还在自我安慰的时候 下一秒玄奇又说 两个新成员 两个 他猛的一阵 突然想起了刚才山洞里 神色怪异的浮渝 韩川扭头直接冲进了山洞 浮渝你这个臭狐狸 小时候抢我东西就算了 现在你还要抢我伴侣 我杀了你 说实话 玄奇他都没想到 会是这么一个情况 他赶忙也冲进了山洞 不许在山洞打架 下下还睡着 韩川立马掩齐吸补 双手燃起的风卷 和雷电瞬间收了起 牵下自己都想不到 因为他睡觉的缘故 从而避免了一场大战的发生 浮渝早料到 韩川会是这个反应 所以在他冲进山洞的那一刻 就已经开启了 自己的精细异能 然后稳稳当当的 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 看着韩川一脸气急的样子 浮渝试探性的开口 要不我们出去 我给你劈几下 其实他知道 韩川的脾气 也就是来得快去的一块 他们毕竟这么多年的交情 哪次不都这样 再说了 不算上玄奇和赤华的话 这片森林里 目前的最强兽人 也就他们俩 他是有这个资格 做签下的伴女 韩川白了浮渝一眼 冷冷的开口 说得好听 有本事你不开意能让我劈啊 开意能让我劈算什么本事 那不行 不开意能让你劈 那我不就死了吗 你想得挺美 浮渝一如既往的回对 嘿 你这个臭狐狸 真该杀了你 玄奇 你看看他 这不欺负新成员吗 第一受服你管管 此时韩川真的要气死了 他刚想说点什么 地旁突然传来一个 不合时宜的声音 本是千军一发的紧张时刻 忽然被一道超长的打格声打破 一时间三人纷纷 看向了躺在桌上的赤华 眼里满是嫌弃 我先出去透透气 浮渝直接就是奔了出去 多待一秒 他都觉得这个空气恶心 随后玄奇和韩川也都走不出去 或许是心理作用 他们总觉得这个空气脏了 赤华可没心思管他们 他们爱怎么打就怎么打 反正除了玄奇 谁也不可能打得过他 他现在只想消消失 撑 还是太撑了 龙生二十多年 他头一次想哭 吃又吃不下 又不让我变兽形痴 兽神药 救命啊 他是真的想哭了 山洞口 玄奇 韩川 浮渝三人排排站着 浮渝还下意识用手挥了挥面前的空气 为了避免他俩再次吵起 找我取肉就好 这样也不用再去解冻 韩川点了点头 知道了 此时玄奇嘴角微微上扬 他看着韩川 心里些许愉悦 果然年纪小经历的 不多的就是容易被带着走 现在家里多了人 山洞要不要换 还得看下下怎么说 然后我现在是这么想的 赤华固定留在家里 你和福玉有需要出门的 就轮流留在家里 和赤华一起照顾一下下 今天我已经把一切都交给他们 韩川疑惑 为什么赤华固定留在家里 说到这个问题 玄奇和福玉两人默契对视了一眼 然后同时扶了扶额口 于是玄奇把今天下午 交做饭的情况和韩川说了一遍 韩川听完以后表示 对这个决定感到赞同 其实他也不是一定要 固定留在家里 只不过你俩 无论是谁带着他出去捕猎的话 一定要去那些 平常没什么受去的地方 他的身份目前一定是不能抱我们 你们注意点就可以 玄奇说完只见 韩川和福玉一口同声的回答 那还是让他留在家里吧 对于韩川和福玉来说 他俩带赤华出去 那是不可能的 万一他一个冲动 就变得兽形奔走什么的 他俩这个期间可拦不住 很明显在这个家里 能镇得住他的只有玄奇 玄奇忽然想起 今天本来是打算出去捕猎的 忽然被这么一打岔 把这个事情忘了 再加上下午教他们做食物 现在可以说是 手上一份普通野兽肉都没有 看着一旁的韩川和福玉 玄奇忽然很是玄奇 风气怎么了 雷电怎么了 惊息又怎么了 一个空间都没有 出去捕猎都拿不了几头猎物 真是玄奇 你们两个在煮下下的食物的时候 也煮一份你们自己 毕竟这个能量兽肉里 所储存的能量可不小 对你们力量提升 有一定的注意 玄奇的话 让韩川和福玉 齐刷刷的看向了他 两人此时心情都有些复杂 迷雾森林的兽肉多珍贵啊 他居然就这么让他们吃了 韩川感动得不行 他猛的一把抱住了玄奇 但马上玄奇就把他推开了 你抽什么疯 来了来了 珊瑚刚从家门口走过来 就看到站在洞孔三人 疑惑地看了一眼福玉 天都慢慢要黑下了 为什么他还在这里 他不回家了 迎风 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好像有什么不一样 珊瑚靠着迎风自以为很小声地说道 正当迎风想要说点什么的时候 下一秒 珊瑚 你不知道说别人的时候要声音小一点吗 韩川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人说道 文言珊瑚脸色一僵 他略显尴尬地转过头看向迎风 我刚刚说的不小声吗 迎风善善地摸了摸鼻子 笑 小声啊 都怪韩川 他听力太好了 不关珊珊你的事 一旁的服御嘴角笑的鼻子还难压 珊瑚也没管那么多 他看向一旁的玄琪 千夏呢 他是不是睡觉了 玄琪回头看了一眼山洞 睡了很久了 也不知道醒没醒 说完转身往洞里走去 珊瑚此时有些犹豫 他看向身旁的迎风 我们进去还是不进去 迎风思考片刻 静哪 刚刚玄琪不是说了 千夏睡了很久了 现在也该醒了吧 千夏是睡醒了 只不过他睡醒的时候 喊了玄琪和韩川都没有反 然后赤华进来了 哎 我抱你起床 赤华的这番行为 让千夏有些惊讶 说实话 他真没想到 最先进入伴侣角色的 居然是赤华 毕竟他一直觉得 赤华他对自己 并没有什么等级 他怕是只是想住山洞的 好 我有些饿了 今天想喝点汤 赤华抱起千夏的双手 忽然一讲 但很快他又恢复了神色 我等下跟玄琪他们说一下 正当赤华抱着千夏出去的时候 刚好和进来的玄琪他们碰着 千夏说肚子饿了 想喝点肉汤 福玉一听千夏肚子饿了想喝汤 转身就直接去洗锅洗肉了 速度之快令韩川都没反应过来 嘿 这臭狐狸 韩川刚想说两句福玉 却瞥见了玄琪 看着他那有些冷漠的眼神 他立马收住了到嘴边的黄 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千夏对面 千夏看着福玉忙上忙下的声音 真是惊奇 睡一觉起来 这个家庭分为居然诡异的和谐 千夏千夏 你睡醒吗 珊瑚兴奋的小跑过来 看到珊瑚的到来 千夏温柔一笑 是啊 刚刚睡醒了 是遇到什么好事了吗 你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珊瑚环视了一圈在场的所有人 他靠近千夏 然后很小声的发问 千夏 你家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可能是鉴于刚刚被韩川说了一嘴 他靠近千夏的时候说的是非常之小声 生怕其他人听到了他的话语 但他说的太小声了 千夏一个字也没听见 你说大点声 我听不见 珊瑚此时有丢丢的干巴 这次他直接凑到千夏的脸 又稍微提了点声音 把刚刚的话又说了一遍 千夏当即心下了然 这是来吃瓜的 千夏对珊瑚微微一笑 然后开始给他介绍自己的新家庭成员 赤华你应该也不算陌生了 我的第四兽夫 来自龙族 九阶兽人 千夏话音刚落 银峰就猛地站了起来 九 九阶兽人 银峰不可置信地看着身旁的赤华 此时他整个兽犹如肺雷批中女人 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兽人的升阶多么困难了 在他们这一代还没出生之前 像酋长他们的六阶 都已经是这片森林的佼佼者 可如今 就这么恐怖的存在 这个小的部落里居然有两个可怕 真的是太恐怖了 这个新来的兽人是九阶就算了 可他还是一头龙啊 龙族的战斗力在流传下来的版本里 都是毁天灭地的存在 狮王部落门口 一只火红色的大狐狸正优雅地端坐着 他朝着守门的兽人开口 让狮山那只老狮子出来见我 两个守门兽人面面相许 你谁 哪那么多话 让你去救去 真的是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狐狸一脸不耐烦地说着 两兽对视一眼后 其中的便去找球长了 很快 守门兽人和狮山就来到了部落门口 狮山看着这一只大红狐狸 他脑袋里满是疑问 老狐狸 你抽什么疯呢 到我这了还保持兽型呢 狐狸傲娇养了一下他的狐狸脑袋 然后迈步走进了狮王部落 你管我 狮山走在狐狸身旁 他略有所思地看着兽型的狐狸 然后悠悠地开口 老狐狸 你怕不是被你扮女挠花了 所以你才不敢变成兽人形态的 部落的脚步猛的一顿 不说什么呢 我们狐狸的兽型天生美丽 兽人形态更是不用说了 我就是要让你们部落的兽人 看看我们狐狸的美貌 狮山轻斥一声 你就装满 今天倒是稀气 咱俩也很久没见了吧 你今天特意来我狮王部落是干什么 别说你是想见我了才来的 我可不信 我想你做什么 老东西 我是来找我那个崽子的 你不会让他加入你的部落了吧 狮山停下了脚步 他双手抱胸 故作深沉地说道 这个呀 他说要加入我的狮王部落 还说什么自己也是个器杰 实力也很强 那我就给他加入了 狮山本来只是想耍一耍胡萝丸的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此时的浮育引尽 此刻胡萝发出尖锐的暴鸣声 你这头该死 狮子 你没有道德了 那是我的崽子啊 一时间部落的兽人们纷纷出来观看 狮山敢猛猛地一把抱住了胡萝的狐狸头 一手直接抓住了他的嘴巴 然后在他耳边小声地说 我逗你玩的 别叫 别叫 我这就带你去找你宰子 于是 部落的兽人们就看到自家酋长抱着个狐狸脑 一手紧紧抓住了狐狸的嘴巴 以一种怪异的姿势往千夏家的方向走去 山洞里 珊瑚看着忙上忙下的狐狱 这个就是第三兽妇了 千夏点了点 看着狐狱的身影 嘴角勾起一丝笑意 虽然不知道狐狱是为什么喜欢他 但是很显然 此时在给他做饭的他很是愉悦 千夏你可真烈了 你四个半 两个九阶两个七阶 这要传出去 外面的其他雌性可不得羡慕死 银峰悠悠地说道 千夏可真棒 千夏好笑地看着珊瑚 这都能夸我棒啊 哈哈哈哈 珊瑚你也很棒的 千夏的视线来到寒川身上 我的大狮子今天辛苦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其实前面看到寒川的时候 他就想着掀火他一分 只是没想到珊瑚突然地到来 不过今天的寒川有点不一样 若是往常他此时哪会这么淡然地做着 早就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千夏悄悄地瞥了身旁的玄琪一眼 心里已然有数 怕是玄琪对他进行了一番敲打 说起来这件事是有点对不住寒川的 但这件事情的发生本就是意外 他相信就连玄琪自己也都是没想到 下下 听到千夏喊自己 寒川此时委屈极了 正当他还想说点什么时候 时候外面传来了他阿富的声音 玄琪福玉 你们在家吗 福玉听到有人喊玄琪和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他下意识地先回头看了眼玄琪 看到他走了过来 然后他自己也才往外走去 这不是我阿富的声音吗 他找玄琪和福玉干什么 寒川一脸疑惑 他站起来正打算要出去看看的时候 千夏叫住了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既然是找玄琪和福玉的 寒川你就别去了 千夏其实只是想和他说说话 我去看看什么情况 然后我回来告诉你 银峰我们走 珊瑚看出来千夏是有话想对寒川说 所以他就随便找了个借口说要出来 他起身要走的时候发现还坐在一旁的赤华 嘿 这条没眼力见的龙 赤华 别坐着了 你也出来 此时赤华一脸猛逼 他指着自己 不肯定的又问了一句 我也选 珊瑚也没再多数 他给银峰使了个眼色 银峰接收后一把拽起赤华就要往外走去 走走走兄弟 我们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不是 我也不爱关注这些 为什么要带上我 千夏看着三人的背影笑出了声 真是太可爱了 收回视线 他看向对面的寒川 微笑的对他说 来坐我旁边 山洞里现在只有他和千夏 这下寒川也不隐藏自己 他一脸委屈地来到千夏身旁坐下 看着寒川红红的眼睛 千夏有些心疼 他伸手抚摸着寒川的脸庞 轻声哄着他 对不起啊 你不在的时候 我收下了福玉和赤华他 但这个真的是个意外 我自己也没想到的 寒川抚上了千夏 抚摸自己的那只手 微微曲曲地开口 我知道的 千夏本来就没有一点 看上了赤华的意思 而福玉和千夏也几乎没什么接触 也就只有那两次野餐 而那时候自己是全程都在 所以他并不觉得 是千夏看上他们 想能收为伴 再说了赤华就算了 但这个福玉就很有问题 怪不得他出来的时候 看到他和玄契似乎是在说些什么 现在想来 怕不是当时是在自己 怪不得 他就说怎么都到家门口了 也没见见来找他 合着本来就不是来找他了 我和他们两个说了 等做完月子以后再完成这些仪式 如果时间准确的话 后天我就要生了 寒川就是一个对感情懵懂的少女 加上他之前也没怎么接触过自己 然后他现在和自己成为了终身伴 可以说他一开始的爱 就是给了自己 他不像玄契见识的那么多 他会对自己有战友欲 实在是太正常不过 所以即便是他知道这个世界的规则 但是在面对他的其他伴侣 他也还是会忍不住的吃醋 难过 但这本就是人性的东西 因为喜欢 所以才会在意 寒川 你很难接受我有新的伴侣吗 寒川忽然一正 看向千夏的眼神里有些不知损促 一时间他沉默着没说话 千夏拉过他手 温柔的开口 我知道 你也并不是很难接受 但你心里确实是有点不舒服 对不对 我也知道你是因为太爱我了 所以你才会吃醋 可是寒川 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的吗 玄契和你一样爱我 但是他觉得他一个人照顾不吼 所以他找上你来做我的伴侣 如今宰子即将出生 你觉得你和玄契两个人忙得过来吗 等以后要是有了你的小狮子 你想想 是不是就更忙不过来 但现在有了福玉和赤华 这些问题好像就没有那么难办 你说是不是 再说了你可是第二受复 要是福玉和赤华事情做不好 你可以教训他们的 签下的这一番话 让寒川突然醒悟 是啊 这世界本就是这样的 一词多夫是这世界的规则 不得不承认 玄契的爱实在是太拿得出手 而自己的爱 除了那可笑的占有欲外 他似乎都没有做过什么 和玄契相比 他的爱真的是太不值一提了 寒川低着头 千夏看不清他脸上的神色 他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是紧握了握他的手 片刻后 寒川扬起一抹灿烂的笑容 他认真又诚恳地看着千夏 夏夏 以前是我不够成熟 谢谢你一直包容我那些小脾气 以后我会成为一个成熟的伴侣 就像玄契一样 守护你照顾你 看着寒川那双认真诚恳的眼睛 千夏有点发猛 他只是想让寒川能够接受福玉和赤华 怎么突然感觉像换了个脑子一样 千夏微微一笑又伸手抚摸着他的脸 也十分诚挚地看着他 谢谢你寒川 两人相视一笑 下下 我们也出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吧 我阿富不找我找玄契和福玉是干什么的 我很好奇 好 去看看 前面福玉和玄契出去的时候 就看到狮山紧紧地抱着一个狐狸头 一手还紧紧地抓住了狐狸的嘴巴 而那被抓住的狐狸不停地发出呜声 福玉当时就猛了 这酋长抱着的狐狸头不就是他阿富的吗 快放开我阿富 这是干什么 狮山在看到玄契和福玉的时候 当即就放开了葫芦 而终于得到自由的葫芦 立马开始了破口大骂 你个臭狮子 你个坏东西 你明明真的是气死我了 你还是跟你小时候一样遭受邪 此时一旁的迎风听着这句话 总感觉莫名的熟悉 阿富 你来做什么 还有 你一直保持着兽性干什么 福玉一脸不解看着自己阿富发问 我来干什么 我来带你回家 你个臭崽子 咱们部落好好的 你跑来加入这狮王部落 你是要干什么你 咋了你了 走 赶紧跟我回去 你阿母知道你又跑了可生气了 可不是生气呢吗 又挠了他几爪子 看着正在顺毛的阿富 福玉坚定地开口 我不回去 我就住这里了 你说什么 你不回去了 你死活是要加入这狮王部落是吧 他这下是真的有点生气了 正当他要发作的时候 突然传来一道俏丽的女声 福玉不回去了 发颠了发颠了 老狐狸的好带被拐走了 牵下看着洞口下的那只火红色的大狐狸 他微微一笑说道 阿富你好 福玉可能是回不去了 福玉一脸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个怀着崽崽的慈性 又看看了一旁扶着他的寒川 很显然 这个慈性就是寒川的伴侣了 是挺好看的 怪不得他那臭崽子喜欢上人家 可这是被人家美貌迷住 你不要叫我阿富 我可不是你阿富 福玉的话刚说完 福玉直接就是开口 对了 他是我的伴侣 叫你一声阿富怎么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 福玉 谁都不能让我伴侣收我去 亲生阿富也不行 你说什么 不是吧 福玉震惊出声 连带震惊的还有一旁的世山 一时间这两人面面相去 完了 这就成伴侣了 这狐狸崽子争抢寒川的伴侣了 完了 自己把这狐狸崽子带进来 霍霍了自己崽子的伴侣 牵下在寒川的搀扶下来的福玉身边 他仍是笑意盈盈地看着福玉 福玉现在已经是我的伴侣了 我住在狮王部落 他自然是要跟我一起住的 此时的福玉显然有些手足无措 是是是 这是自然的 哎呀我来的也突然 也没带什么东西来 那个 臭小子 明天你回趟部落 把我和你阿母给你准备的 节旅的东西都拿过来 那个 我就不多待了 天要黑过来了 我先走了呀 说完福玉直接就是一个大步奔走 留下众人一脸莫名 开玩笑 自家崽子都翘墙脚了 他还不走 留下来干什么 先下看着远处的红色身影 他转头看向福玉 你阿富 平时也这么风风火火的吗 怎么觉得福玉的阿富偷感这么重了 我 应该 啊 福玉有些不确定的回答 此时的尸山偷偷瞥了一眼自己的崽子 而后也假装淡定地说 没什么事了我就先回去了 说完也是脚底加速就走了 寒川看着自己阿富 心里有些纳闷 他阿富是干了什么事情 一脸的心虚样 走得都比平时快一倍 我们就先回去吃饭了 千笑我明天再来找你玩 吃瓜结束 珊瑚也赶紧拉迎风回家去了 玄奇迈不下来走到了千下面前 他微笑着询问 夏夏 你想搬过去那个大的洞穴去住吗 千笑先是一愣 然后看了看几人 我们现在这个山洞是不够住吗 说实话 他不是很想搬 能住 只不过外面大洞的草窝上就要睡三个兽了 说实话 这对于兽人来说是有点勉强 临时住一下的话睡一个窝可以 但一般情况下 同为兽夫 因为平常都不会从小洞的入口进去 所以就连地板也只是 铺在了小洞的最里面作为床的部分 而这个小洞的前面的大部分 可以说都是没有使用的面积 千夏站在小洞的洞口 看着这片一直以来被他们忽视的区域 他有了想法 寒川 我们部落里有没有土稀异能的兽人呢 有啊 珊瑚家的主意就是土稀啊 夏夏怎么了吗 千夏看着这个洞口 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我想着平常这个洞口我们又不进处 可以把这个洞口封了 这样就有一个私密的空间了 玄奇有些诧异千夏的想法 他之前还真没想过封洞口这个事情 封住了洞口以后 夏夏你想做什么呢 玄奇开始好奇千夏的想法了 这个洞虽然比不上大洞的大 但是也没有很小 你们看用来布置你们的窝的话能住的下吗 几人互看了一眼 我没问题 完全可以 我也没问题 你们说了算 我听你们的 得到肯定回复后千夏有些高兴 他迈步走进了洞里 然后在山洞中间的时候停下 那夏夏你怎么 怎么睡啊 寒川些许疑惑发问 千夏微微一笑 指着中间的石壁对几人说 我是这么想的 到时候就在这个位置开一个洞口 另外那个洞口就封起来吧 我就睡原先大洞的那个草窝上 现在家里成员多了 就你们每人每天轮流陪我休息 但这两天的话就玄奇陪着我吧 过两天他就要复旦了 而且我要提前说一点 等玄奇孵化结束后的七天里 都会是他陪我休息 之后再正常轮流 没有意见吧 真实话 这话说的他都脸红 终于也是体验了一把女地的快乐 不过现在人多了 这方面肯定是要安排好的 他自己要是不说 那玄奇肯定就要给他安排 所以他直接告诉他们自己的决定 玄奇看着千夏 脸上笑意满满 此刻的他感觉幸福极了 没意见 几人一口同声 突然赤华悠悠的来一句 那是不是这个山洞要重新哭地板了 一时间 众人纷纷看向赤华 心里同时冒出了一个想法 他怎么就这么喜欢地板 千夏看向赤华 稍稍犹豫后开口 那个赤华 成为我伴侣这件事要不你在 考虑考虑 杰旅这件事可是大事 你要是喜欢地板 我可以让韩川教你怎么做的 我也可以让玄奇和韩川 帮你布置山洞的 其实千夏想说 你倒也不必因为个地板 就要跟自己杰旅 这和为了一口吃的 把自己卖了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玄奇和韩川 浮育三人的视线 齐齐地落在了赤华身上 只见赤华一脸莫名的开口 不要说这种令受难过的话 这让我感觉好像我被嫌弃了一样 开玩笑 他要是真没想好 他能答应杰旅 看着赤华一脸莫名 却又一本正经的样子 说出这么一句话 这诡异的喜感 一时间 在场几人 你们看看我 我看看你 发出愉悦的大笑声 就连千夏也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们笑什么 赤华一脸不解 但众人笑得更大声了 哎呀 我怎么给忘了 韩川突然的一句话 打断了大笑的几人 顿时所有视线 全集中在了他身上 他转头看向千夏 夏夏 你的家人都有消息了 不过很遗憾的是 你的亲生阿父 在保卫七二的这场战斗里 失去了生命 听到这句话 千夏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都挺好的 你的哥哥在黑狼部落 你的阿父也找到了 你阿母和弟弟妹妹他们 现如今他们都在巨像部落 而且你的哥哥和阿母 他们说了明日会来部落探望 韩川说完以后 玄奇立马快步上前 而后一把搂过了千夏的腰身 我们回去躺着好不好 千夏抬眸 有些忧伤的看着玄奇点点头 韩川看着玄奇的背影 沉下了眸子 很快他又恢复了神色 他转过身看福玉和赤华 我们去把大洞的东西都收一收 整理整理 明天我们就要把这个山洞休整了 到时候你们自己的窝 你们自己找东西不知 福玉和赤华点点头 韩川看着福玉 饶有趣味的开口 就刚刚下下说的那个位置 用你的异能把这石壁 搁一个洞口出来看看 福玉瞥了他一眼没说话 他静止走过去 站在原先说好的位置 一瞬间他的身后 变出了八条赤金虎尾 意念一动 只见虎尾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芒 而光芒里的虎尾末端 变成了尖锐而锋利的模样 仿佛一把巨刀 随着福玉的操控 两条巨刀一样尾巴 直接插入了石壁 然后开始缓缓往下割 福玉看着一旁的两兽 韩川你过去 赤华你在这边扶着这块石壁 两人同时一脸疑惑的看向他 为什么 福玉翻了个白眼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这块石块 切割完了以后会倒向那一边 这么大一块石壁 若是倒下来 这个声音会有多大声 这还需要我说吗 这么大声是想下到下下吗 这两个笨手 韩川和赤华对视一眼后点了点头 说的有道理 韩川快步往小洞的另一边走去 赤华也站到了石壁面前双手扶着 随时准备好撑住这石壁 都准备好了吧 我要开始割了 割吧 韩川的声音透过刚刚切割的小缝隙传了过来 福玉立马开始催动虎尾进行切割 整块石壁就这么被完整的切割了下来 由于两边都有力量撑着 石壁也没有倒向那一边 配合的不错 福玉微笑的看着两人说道 韩川看着福玉 一脸的赞赏 升到七阶以后 你这精细固化的能力强了可不是一点半点 福玉一脸白痴的 看着韩川 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 你升了七阶你的异能没有更厉害一点吗 韩川一时间耿住 然后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真想撕烂他的嘴 赤华对于这两人的对话没有一丝兴趣 他不理解 同为弱瘦 这有什么可吵的 于是他直接转身回了山洞 小洞里 千夏坐在草窝上有些忧伤 夏夏 是在因为亲生阿富死去的消息感到难过对吗 玄其温柔的说着 仿佛在哄幼崽一般 千夏看着玄其点了点头 他希望我能帮他找到家人 现在家人是找到了 但是那个有着血脉联系的家人却已死去了 夏夏 在我们这个世界 雄性为了保护伴侣和宰子而死去 对于雄性而言其实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同样的 如果雄性没能保护好自己的伴侣和宰子 往往雄性都会选择自杀死去 因为这对于我们这些雄性而言 是耻辱 玄其拉过千夏的双手 温柔而认真地看着他的双眼 下下 不要忧伤 他的阿富是个英雄 正是因为他豁出生命的保护 才让他们有了活下来的机会 兽神知道了也会赞扬他的勇敢 我们该为他感到骄傲 他是个令受敬佩的英雄 千夏被玄其的这番话安抚到了 玄其说的没错 他的阿富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英雄 他重新扬起了一个笑容 嗯 他的阿富是个英雄 是一个非常厉害且勇敢的兽人 也不知道他和他的阿富 在另一个层面的世界会不会相见呢 应该 会的吧 思绪收回 千夏微笑着对玄其说 刚刚好像有什么声音 我们出去看看韩川他们在做什么吧 好 当玄其扶着千夏走出小洞的时候 发现大洞内的布置已经变了呀 此时韩川正站在这个洞口 用风卷对门边进行着打磨 臂旁的赤华还用风翼能 形成了一个小龙卷风 他操控着风翼能停在韩川的风卷之际 风卷打磨下来的灰尘 被这小龙卷松稳稳卷进去 千夏很是惊讶 你们三个好厉害呀 这才一会儿的功夫 你们就把这个洞开好了 还有赤华你也太聪明了吧 你怎么想到用这种方式来接住灰尘的 这样地上就不会落灰了 真棒 这个方方正正的像门一样的洞口 让他一瞬间有种现代缩影的感觉 他很是喜欢 听到伴侣的夸奖 韩川和福玉两人脸上微微泛红 心里是甜蜜又开心 而赤华在听到这一声夸奖后 嘴角忍不住的上扬 这被人夸的感觉还挺爽的吗 玄奇搬过来一张凳子让千夏做好 然后他走出去看了看天色后又走了回来 同时心里开始盘算着什么 福玉你去把迎风喊过来 就说我找他有事 福玉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就去找迎风了 这个洞口等下再打磨吧 现在时间还不算太晚 我们几个的话应该能在完全天黑之前 把这个地板做出来铺上 明天下下的家人要来 今晚我们速度做好吧 玄奇看着两人说着 其实也不用这么着急的 千夏赶忙说道 没事的夏夏 家里现在人多 做事情很快的 而且做地板我和寒川都很有经验了 刚好也让这两个新加入的家庭成员好好学学 很快福玉就带着迎风过来了 一同过来的还有珊瑚 千夏千夏 我又来了 我看看你们要做什么呢 珊瑚笑意盈盈的走到千夏身边 有些好奇的问着 也没什么 就是现在家里人多了吗 把原先的小洞重新装一下 好让他们都有自己的窝 珊瑚看着新开的洞口 然后他走了过去 小洞这边都还是一片泥土 原来是这样 等着 我去把我的寿夫们全都喊过来 用不到天黑肯定就能把这个山洞梦好 没等千夏说话 珊瑚已经跑出了山洞回家喊人去了 千夏无奈又带着笑意的看向玄奇 等下给迎风拿点能量瘦肉回去吧 珊瑚一家帮了我们好多 玄奇走过来摸了摸千夏的脑袋 半蹲下来宠密的看着他 好 等下我多给他拿几块回去 天知道他多喜欢他喊自己大老公 每次喊他大老公的时候 都是那种娇娇软软软的声音 他真的是爱极了 没一会儿珊瑚就带着他的其他寿夫来了 你们都去帮忙吧 听玄奇安排就好了 几个寿夫点点头后站在了一旁 玄奇又摸了摸千夏的头 夏夏你要是饿了你就说一声 那我就先去安排了 千夏甜甜一笑 然后点点头 去吧 辛苦了 玄奇转身朝着众人走去 辛苦大家为我们家帮忙了 这样 我们把活分工一下 大家同时开始做吧 珊瑚坐在千夏身旁一脸 津津有味的看着自家几个伴侣 然后略带着点色咪咪的开口 千夏 说实话 每到这种时候 我就觉得我的寿夫们简直太帅了 怎么说呢 就是特别迷人你知道吗 千夏看着珊瑚这副样子 他有些好笑 你想说他们很有魅力是不是 我跟你说 这种就叫认真做事的雄性最有魅力 对对对 魅力 没错 就是魅力 说实话 千夏也是这么认为的 就比如现在 平时看起来有些憨厚的赤华 在这个时候都显得有些帅气逼人 他的每个寿夫都很帅呢 就比如现在 平时看起来有些憨厚的赤华 在这个时候都显得有些帅气逼人 他的每个寿夫都很帅呢 当太阳即将落下最后一点光线的时候 小洞的所有布置也全都做好 看着铺好地板的山洞 每个兽都很有成就感 其中有属赤华最为兴奋 珊瑚 今天可是太感谢你和你的寿夫们 千夏很是感激的说着 哎哎哎 咱俩还说这个干嘛 寿氏第一好闺蜜 你说是吧 千夏和珊瑚相视一眼 然后哈哈大笑 福玉看着两人打去的样子 甚是觉得好笑 而看着欢笑的牵下 此时他只觉得幸福至极 爱人在身边 就是最大的幸福 玄奇拿出十块能量兽肉 递给一旁的银峰 银峰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干嘛 给我这么多肉 谢谢你们一家的帮忙 这是谢礼 因为家里的冰柜放不下 而他的空间位置也所剩无几 银峰刚想要拒绝 但下一秒 迷雾森林聚羊兽的肉 想着你们应该没吃过 所以这次就换种肉给你们 以后有需要尽管找我 好险好险 差点损失一笔破天的富贵 此刻玄奇在想 他刚刚要是没说这是巨羊兽的肉的话 看银峰这个样子 怕是都没打算要这些肉 天也黑了 东西也都弄完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银峰向玄奇示意 珊珊 我们该回去了 好 小洞里的珊瑚听到银峰喊 他赶忙硬了一声 转头看着千夏 千夏明天我再来找你玩 我就先回去了 千夏温柔一笑 今天谢谢你了 千夏和福玉走出来的时候 发现玄奇和寒川 正看着不远处餐桌上的几盆尖胶的肉 而赤华则是乖乖地站在一旁 福玉此时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猛地一拍脑袋 然后冲到了灶台边上 而他原本炖着的肉汤的锅 此时已经烧干了 锅底粘着一大块的肉 他又快步地走到千夏身边 很是焦急地询问 夏夏 你 你感觉怎么样 对 对不起 忘记食物这回事了 他真是该死了 成为伴侣的第一天 就忘记食物这件事 伴侣还怀着宰子 此刻福玉压根都不敢看玄奇 他的手已经隐隐在发抖 对了 我怎么 奇怪了 前面刚起床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点想吃东西的想法 这一通忙下来 我怎么没觉得饿啊 牵下一脸疑惑地看向玄奇 他从下午睡醒 直到现在忙完了小洞 这一切起码都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可他居然一点饿的感觉都没有 玄奇此时脸色看上去很是不好 在场的几个兽大气都不敢喘 而此刻只有玄奇自己知道 他现在非常的担心 赤华 把小洞点上照明的火 赤华饶是神经在大条 此时也感觉到了玄奇的不对劲 他赶忙进到小洞 把原先预留出来点火的位置 点上了不灭之火 看到小洞亮起的火光 玄奇走过去一把将千下抱起 然后往洞里的草窝走去 怎么了吗 玄奇这副凝重的样子 让千下忽然紧张了起来 他十分小心翼翼地将千下放在草窝上 然后将手放在了他的肚子上 试图输送能量 但很快他就收回了手 夏夏 你快要生了 玄奇看着千下很是凝重的说着 而此刻千下却是一脸猛 啊 我快要生了 可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崽子们已经停止吸收能量 可能就是在下午你说想吃东西的时候 停止吸收就代表着崽子们彻底发育完成 而你随时可能会生产 看着玄奇担心的样子 千下温柔一笑 他伸手抚摸着玄奇的脸庞柔声的开口 生就生呗 我已经做好了生崽崽的准备了 我很期待我和你的崽崽 千下温柔的话语 抚慰了玄奇紧张而又害怕的心 他腹上触摸脸庞的那只手 担忧而自责地看着他 对不起 今天疏忽了 没有照顾好你 还未等玄奇说完 千下直接一手盖住了他的嘴巴 然后故作生气地看着他 说什么傻话呢 今天你们都在忙呢 已经很辛苦了 再说了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要是不舒服了 渴了饿了我肯定会叫你们的对了 还有你不许乱懒责任知道没 玄奇感动得点点头 夏夏现在想吃东西吗 说实话 他现在没有什么想吃东西的欲望 不过玄奇说他随时都可能会胜 那还是吃点补充下能量 喝点肉汤吃点煎肉什么的 那你先躺会儿吧 我马上去做 做好了我会端进来的 现在我们就不去餐桌上吃了 千下点点头 玄奇扶着他躺下 在他的额头上落下一吻后起身就要走 千下突然又叫住了他 玄奇等下 怎么了吗 是想吃红薯吗还是 他这一句是想吃红薯吗 让千下忍不住想笑 但他很快又正色起来 不是 我是想说 今天情况比较特殊 先是酋长和福玉阿富的到来 然后我又临时突发奇想的设计煽动 大家都在忙前忙后的 别说福玉不记得再煮食物了 就连我自己都不记得吃东西这回事 所以你别怪福玉好吗 他当当真的有被吓到 他都看到福玉在发抖了 他很害怕 我知道了 放心吧 下下你先好好休息 我去给你准备食物 此时大洞内的气氛很是压抑 韩川和赤华坐在凳子上面色紧张 而福玉此时面无血色 他十分惶恐地在洞里走来走去 当玄奇从小洞走出来的时候 韩川和赤华赶忙站了起来 福玉则是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怎么了吗 下下他还好吗 韩川率先出声 说完一边观察着玄奇的神色一边 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的福玉 他现在都替他紧张 玄奇瞥了韩川和赤华一眼 最后视线落在了福玉身上 福玉被玄奇这么一看 手抖得更厉害了 下下下怎么样了 他还好吗 对 对不起 我真该死 抖什么 害怕我杀了你 玄奇的语气有些冰冷 福玉耿住没说话 说实话 他现在还没有和千下刻意 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算不得是千下的办法 所以现在就算是玄奇要杀了他 都不算坏的规矩 韩川见状想说点什么 下一秒玄奇又开口了 今晚你们都别睡了 下下怕是要生了 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生 热水 干净柔软的瘦皮什么的都要准备好 赤华什么都不懂 韩川你就带着他去做 听到这个消息 韩川猛的浑身一震 好好好 我去准备 然后赶忙拽过一旁的赤华 就往大洞的草窝走去 他要赶紧把千下坐月子的草窝给布置好 听到千下要生的消息 福玉又紧张又担心 他很想做点什么 但是玄奇又没法晃 他不敢动 看着福玉这副惶恐的样子 玄奇看了口气 今天突发情况太多了 这事也怪不得 下下说想吃点肉汤和煎肉 你去准备吧 还有今晚锅里一定要围着肉汤 万一下下突然生产 肉汤是给他补身体能量的 看玄奇没有责备他 福玉浑身绷紧的神经慢慢的缓了下来 他眼眶通红的看着玄奇 对不起 是我疏忽了 他十分内疚 也很是自责 他自告奋勇的去煮食物 结果自己还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而他的伴侣此时还是怀着宰宰的状态 若是千下有什么万一 他真的直接自杀谢罪了 这是有我的一部分责任 而且你也是刚开始进入兽夫的角色 不怪你 但是以后不能再发生今天这种情况 去吧 赶紧给夏夏准备食物吧 说完玄奇拿出了几块新鲜的能量瘦肉 递给了福玉 厨余连连点头 结果肉赶忙去做食物 本来做食物玄奇是要自己来的 但是他出来后看到福玉这副样子 又想到千下对他说的那些话 算了 让他做点事情他能少点负罪感 玄奇叹了一口气 然后走到了灶台和草窝中间的位置 看着忙碌的几人 他开始交代事情 下下生完舌弹以后 你们就把他抱到这个草窝上 用热水给他擦干净身子 给他盖好瘦皮 下下吃的食物都要用能量瘦肉来做 冰柜的吃完了就来找我拿 若是他吃进去 觉得浑身盈盈有些发烫的时候 就不要给他继续吃 换成普通的野兽肉 不过家里普通的野兽肉已经没有了 你们需要出去捕猎 我现在也敢主意了 原先说固定赤华在家的 现在就固定他跟你们其中一人出去捕猎 你们两个轮流一人留在家里照顾下想 赤华 你和他们出去捕猎的时候 你只需要用异能辅助他们捕猎即可 我还是那句话 不要暴露你自己 明白吗 赤华点点头 然后又默默的来了一句 那为什么又不让我留在家里照顾下想 只见玄奇瞥了他一眼 淡淡开口 留你个不会做饭的在家里饿死下下 此话一出 韩川忍不住笑出了声 而福玉则是在死命的忍住笑的 他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笑 而原本还有些压抑的气氛 瞬间变得轻松多了 你们先准备着吧 我现在需要出去再准备点干草什么的 家里有你们照看 赤华你进去陪着下下吧 反正现在什么忙你也帮不上 他明明没骂我 我怎么感觉他骂得挺脏的 知道了 现在就去 赤华赶紧从草窝上站起来往小洞走去 千夏侧躺在草窝上 他轻浮着隆起的肚子 好突然 宰宰们你们就快要出生了 不过和你们见面还要再等两个月 这期间可就要辛苦你们阿富了 出生以后可要听乖乖阿富的话 虽然知道自己怀的是蛋 但是他还是想对着他们说说 夏夏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头渴吗 想要喝水吗 听到身后传来赤华的声音 千夏扭头看了一眼 面上隐隐有些发糖 真的是 谁叫他这么站在床头呢 我现在感觉挺好的 喝点水吧 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赤华这么主动来询问他 这当然是给他表现的机会 好 你等等我 赤华赶忙出去装水去了 外面的寒川先是把原先的草窝 重新铺上了一层全新的 干净且柔软的兽皮 然后赶忙又开始赶制新的兽皮衣裙 缝制衣裙这些是每个雄性必备的技能 只不过这衣服做得好不好得分手 赤华端着水回到了小洞 然后又扶着千夏坐起来为他喝水 赤华 其实我有个问题特别想问你 什么 火光摇曳中 千夏看着赤华那一张俊美至极的面孔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地板 千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赤华有些愣住 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脚下的地板 我不知道啊 我就是很喜欢他们方方正正 整整齐齐的样子 觉得很好看啊 而且又干净 他在龙族的时候只能随便捡点石头垫窝 这如今有这么整整齐齐又平滑干净的地板 这谁能不喜欢啊 就没了 对啊 不然还有什么 千夏怎么想也没想到 他喜欢地板的原因竟如此简单 这时 福玉端着一碗肉汤走了进来 夏夏饿了没 肉汤做好了 赤华你去外面把桌上的煎肉拿进来吧 哎 玄奇呢 不是他说做食物的吗 怎么是福玉做了 玄奇出去找甘草去了 应该是要重新再做个孵蛋的草窝 来夏夏 磕肉汤了 福玉吹着摇起的肉汤 温度合适后味到了千夏的嘴边 千夏喝下这一口肉汤后伸手就要接过这碗 怎么了 夏夏 我自己来吧 我还没有到要像喂幼崽一样的时候 你和寒川赤华都还没吃东西呢吧 恐怕是要辛苦你做一顿饭 你们先吃点东西 我现在还没什么感觉 这一时半会也生不了 放心 福玉刚想拒绝 赤华这个时候刚好端着煎肉进来了 千夏看着两人微微一宿 有赤华在呢 你先去忙你的 放心吧 说完便从福玉的手里接过了那碗肉汤 好 那我就先去准备食物了 谢谢我的大狐狸你做的真好吃 这一句我的大狐狸 让福玉面上一红 还好现在是晚上 昏黄的火光盖住了他脸上的飞火 赤华你好好照顾夏夏 有什么事情在喊我 福玉说完便快速地离开了 而一旁的赤华则是一脸的莫名其妙 夏夏 我是看起来很不靠谱吗 为什么这么问 千夏被他问得一愣 只见赤华手里端着尖肉 然后一把坐在了他身旁的草窝上 一脸无辜地看着他 玄奇也是 福玉也是 他们总让我好好照顾你 我觉得他们说的不是废话吗 我虽然没有什么照顾慈性的经验 但是怎么说照顾伴侣 他肯定也会尽心尽力点 偏见 这是偏见 千夏被赤华逗笑了 再加上他一脸无辜的样子 更好笑了 夏夏你笑什么 我不理解 当赤华端着碗筷出来的时候 玄奇抱着很多的干草也刚好回来了 夏夏怎么样了 玄奇看着刚好从小动走出来的赤华询问他 挺好的 刚吃完食物 玄奇点了点头 然后开始用干草盘草窝 赤华看着他手里的动作 一时间碗筷也忘记收了 他走到玄奇身旁蹲着看他做窝 你不进去看着夏夏你在这里干什么 忘了 想看你做窝来着 主要是他没见过做草窝 这不是想学学也给自己盘一个窝出来吗 毕竟他们龙族都是睡的石头窝 为了避免再次被说 赤华假装去洗碗 快速洗碗以后 他赶忙进小动继续陪签下去 当玄奇的窝做到一半的时候 福玉也把食物做好了 寒川玄奇 先吃点东西吧 夏夏一时半会还没生 先补充些体力 福玉看向两人说着 然后把一碗碗的肉汤装好端上桌 一会在看到桌上那几盘赤华的杰作的时候 他皱了皱眉 说实话 他觉得这几盘肉已经不能称之为肉 此时玄奇走了过来 他看着餐桌上的几盘黑不溜秋的肉 这几盘肉扔了吧 也就是现在是春季 野兽繁衍也比较多 捕猎相对来说也没那么困 若是其他的季节 这个肉赤华他必须得试下去 福玉应了一声 然后端起这几盘肉就走出了山洞 韩川此时也结束了手上的工作 看着铺好的草窝 以及他刚刚做好的两套兽皮群 他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起身走向了餐桌 看着桌上摆放整齐的肉汤 韩川不由地感叹了一句 这小子对食物的态度 真的是一如既往的严谨 真是怪事啊 这肉汤的成色看起来 比他和玄奇做得还要好 这是为什么 是哪个步骤不一样吗 玄奇和韩川吃得很快 没等福玉回来 他俩已经吃完了 你现在去换赤华出来吧 也让他吃点东西 韩川点点头 然后往小洞走去 此时小洞里 看着睡着的牵下 赤华轻轻了起 他垂落在脸上的头发 还挺好看的 此前他只觉得牵下长得还行 但现在两个人独处了他 才发现他其实长得很好看 他以前眼睛都看哪里去了 下下睡着了 身后突然传来韩川小声的话语 这让赤华吓了一跳 他美好气地转过生动了他一眼 你走路没有声音的呀 吓死个瘦了知不知道 明明是你自己看着下下发呆 这关我走路有没有声音什么事 莫名其妙 两个人小声地吵架着 韩川拍了拍赤华的肩膀 你先去吃点东西吧 我来守着下下就好 一说吃东西 赤华就想到了自己煎的那盘肉 于是他赶忙白手拒绝 我 我不饿 我守着就行 话音刚落 安静的山洞里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一时间 赤华和韩川尴尬对视 韩川憋着笑 假装淡定地开口 去吃吧 服御新主的 你煎的那几盘肉 玄奇已经让服御丢掉了 再见 赤华站起身 头也不回地就离开 嘿 脸变得还挺快 韩川看着赤华的身影嘟闹一举 然后视线落回了千霞身上 山洞外 玄奇看着赤华 夏夏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睡觉了 韩川在里面守着 玄奇点点头 你们先去吃东西吧 还有 我准备了很多的干草 足够你们几个坐窝用 好的 谢谢玄奇 服御说完就走了 但赤华还站在小洞洞口处 他一直看着玄奇 你不去吃东西 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 玄奇一脸莫名 只见下一秒 赤华指了指地上的干草 然后对他说 你帮我做一个呗 人哪 玄奇死死地瞪着赤华 赤华转身朝餐桌走去 边走还边呢喃着 不帮就不帮美 骂我干什么 天有一丝四亮的时候 千霞有了反应 玄奇 玄奇 千霞是被疼醒 此时他身下湿了一大片 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是羊水还是尿泥 我在我在 下下我在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玄奇此时紧张地握住千霞的手 然后扶着他靠在了自己身上 见状浮育赶忙出去 开始重新烧另一锅水 我疼 肚子有些紧绷了 怕是要生了 生过淡的都知道 第一次生淡 只能是凭感觉 看着千霞满头大汗 寒川赶忙 用凝好水的兽皮 给千霞擦着你 一脸心疼地询问 夏夏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千霞只觉得肚子隐隐坠 肚子绷得有些紧 他紧紧地抓着玄奇的手 大口大口呼吸 你受苦了夏夏 对不起 说什么呀 千霞本想宽慰玄奇两句 很突然的 他忽然感觉一阵张开又收缩 一颗蛇蛋从他的腿间划了出来 一时间千霞和玄奇都很猛 记 记一下 这个是老大 哎呦 这个感觉又来了 还没等玄奇反应过来 第二颗蛇蛋也出来了 玄奇猛了 他赶忙放下了千霞的手 回到准备好的心窝前变化了瘦身 然后用尾巴把两颗蛇蛋卷到了身下 千霞还不忘又嘱咐了一遍 记一下 哪个是老大和老二 不然分不清了 玄奇有点哭笑不得 夏夏 现在仔怎么都是一样的 得看是谁牵破壳 谁牵破壳谁就是老大 在千霞这一声惊叫 第三个蛇蛋顺利出声 千霞生完蛇蛋后 赤华赶忙去换了一盘热一些的水 来给他擦身子 由于还没有和赤华有过正式的交配 千霞多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最后还是先让他出去 由韩川为他清理干净身体 这一顿折腾下来 千霞也没了什么力气 东西也没吃就直接昏睡了过去 三人把山洞都整理好了以后 韩川作为第二兽夫开始发话 福玉你和赤华先去休息吧 我守着夏夏 今天就由你们两个出去补练 明天换我和赤华出去 你可以吗 要不我来照顾夏夏你先去休息吧 福玉一脸担忧地看了看千霞 哪那么多废话 我又不是第一天照顾夏夏 真的是 你快休息去吧 要是有什么事情我会叫你 韩川一脸嫌弃地看着福玉 怎么说他好歹是个第二兽夫好吧 他这是什么意思 福玉又看了一眼千霞 最后点了点头 转身进了小洞 小洞里 玄奇盘着蛇身 脑袋搭在自己的躯体上 一晚上的心惊胆战 终于在这个时候放松了下 而这时天也已经大量 韩川躺在千霞身侧 他细细打量着睡熟中的千霞 而后又给他拢了拢身上的兽皮 我的下下可真厉害 生了三个仔仔 辛苦你了 他轻声呢喃着 随后闭上了双眼浅眯着 他也很是疲惫了 外面柴鸣鸟叫声不断地声 珊瑚终于醒了 一看时间也不早了 他胆忙起床吃东西 然后就想着去找千霞 当珊瑚和迎风走到千霞的洞口的时候 却发现山洞里十分的安静 一丝声音都没有 珊瑚先是看了看天空 然后转头看向一旁的迎风 今天这个时间不早了 怎么千霞家里这么安静 平常这个时候就算他没起 玄奇寒川他们也该起来了呀 一时间珊瑚都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迎风往山洞看了看 此刻他什么也没感觉到 珊珊 可能昨天千霞一家比较疲惫 这会儿还没醒呢 晚点我们再来吧 好吧 那晚点你过来看看 要是千霞醒了你再告诉我 珊瑚又看了山洞里 然后往回走了 当寒川再一次起来查看锅里的肉汤时 千霞醒了 夏夏 你醒了 是不是饿了 喝点肉汤吗 千霞看着一脸疲惫的寒川 他心疼摸了摸他的脸 辛苦你了寒川 寒川握上了他手 满眼温柔地看着他 不辛苦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夏夏真厉害 生下来三个宰宰了 提到宰宰 千霞忍不住的幸福一笑 他也觉得自己很厉害 居然生娃了 而且还是三胞胎 就这次生产来说 他除了要生的时候 感觉一阵阵疼以外 其他好像也没有多大的感觉 千霞醒 可能是因为生的是蛋 昨天他看生出来的蛇蛋 也就跟以前在家吃饭时用的碗 差不多碗口大小 夏夏 我给你擦擦脸 然后你再吃点肉汤好吗 吃完你再睡 等擦洗结束 寒川立马又端来了一碗温热的肉汤 千霞靠在他的怀里 他一口一口地喂着 许是生产真的太费精气 千霞一碗肉汤 刚刚喝完就又开始困顿 寒川 我现在吃饱了 除了睡觉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 你也休息休息 若是有什么事情我会叫你 不用担心 你放心休息 好 我就在你身边 睡吧 千霞对着寒川微微一笑后 直接就是睡了过去 锅里还剩了些肉汤 寒川干脆直接把这些肉汤全喝完了 然后又重新起锅 用小火慢慢炖煮 当一切做好了以后 寒川躺在了千霞身旁 重新立上了眼睛 赤华是醒得最快的那种 他到底还是有些没适应 以兽人形态睡觉 所以醒得都比较早 他第一时间先是出去 看看千霞的情况 看到千霞还在睡着 然后便转身去醒住 当寒川醒过来 一抬头刚好和福玉的视线对称 看着寒川眼里的红血丝 还有他一点疲惫的样 福玉轻声地开了口 寒川 你先去睡会儿吧 古猎一时半会也不着急 等你睡好了 我再和赤华出去就好了 寒川看了一眼熟睡的千霞 然后点了点头 他确实感觉很疲惫 头也有些沉重 夏夏前面吃了点肉汤 锅里我还重新炖煮 另一个锅里也烧着热水 记得夏夏不能碰凉水 洗手擦脸什么的你都要用热水 对好水温了再给夏夏用 福玉则是依依点头 交代好了以后 寒川便回到小洞休息 他一整晚的神经都绷得很紧 现在一放松下来 整个人直接就是睡了不去 没一会儿 小洞里打呼的声音响起 此时洞尾的玄奇 睁开一双舌头 一脸嫌弃地看着不远处熟睡的寒川 前面吃滑洗漱过后 就坐在了餐桌旁 他看着寒川和福玉说完话了以后 也有些期待地看着寒川 以为他也会跟自己交代些什么 结果没想到寒川 直接走进小洞去休息 福玉洗漱过后 先是从冰柜里拿出了几块肉 泡在水里进行解冻 然后他走进小洞去看玄奇 玄奇你想要吃点什么吗 我现在不饿 先不用管我 然后你现在去把迎风叫来 我有事情要交代他 福玉来到珊瑚家的时候 福玉是千夏让你来喊我的吗 福玉微微一笑 这些天恐怕夏夏没办法跟你玩了 今天早上的时候夏夏生崽崽了 现在在休息 我过来是来找迎风的 话音刚落 刚刚看到的那头大狮子 立刻变化人形反过来 此时珊瑚目瞪口呆地看着福玉 随后神情变得激动 你说什么 夏夏生崽崽了 福玉微笑着点了点头 珊瑚激动地一把抱住身旁的迎风 迎风 你挑几张家里最好的 最漂亮的兽皮拿出来 我要送给夏夏 昨天回家后 他才知道 旋起给了他们 十块很大块的能量收入 本来也就只是 简单地帮了个小忙 没想到居然给了 这么贵重的东西 现在千夏生崽崽了 他自然也要拿出 最好的东西送给千仙 迎风宠溺地摸了摸珊瑚的头 好 等一下我挑几张最好的出来 迎风看向福玉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是旋起找你有事 你跟我过去一趟吧 还未等迎风说话 珊瑚已经推着他走了 快去快去 旋起肯定是找你有事 你看看千夏家需要做什么的 你就帮忙去 迎风看着自家伴侣有些好笑 然后转头看向福玉 走吧 我看看他需要我做什么 迎风走了以后 珊瑚翻出摆在草窝上的普通兽皮 然后喊来了乐风 珊珊 叫我是需要我做什么吗 乐风很是开心地看着珊瑚 很少见到自己伴侣有什么需求 一有需求就想到了他 这谁能不开心呢 珊瑚拿着兽皮对乐风说 我想做点小崽子穿的兽皮 你的手艺是我们家里最好 你教教我 乐风一脸震惊 然后又十分惊喜地看着珊瑚 珊珊 你怀宰宰了 乐风的一声惊呼 让其他的几个兽夫全都围了管 几人面上都很是惊喜 哎呀 不是 是千下生宰宰了 我们家和千下家是什么关系 他的宰宰就是我的宰宰 我要给宰宰们做衣服穿 几人听到千下生了宰宰很是意外 这么突然就生了呀 回则意外地说着 那个珊珊啊 这距离小崽子孵化出来还有一段时间呢 而且小崽子们孵化出来也还是小蛇 他们这个时候也穿不了兽皮呀 一时间 在场的几人突然脑补了一出小黑蛇 在兽皮群里钻来钻去的呀 这 这好像大可不必 你说的好像也对 哎呀 不管 我就要学 我就要做 等小崽子们化行了就可以直接穿了 而且学会了以后 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崽子 我可以给崽子们做兽皮穿了呀 好好好 学 教珊珊做 于是几人围着珊瑚开始教他怎么做兽皮衣群 凝峰跟着福玉来到了玄琪面前 看着这盘踞着整个山洞的蛇身 一时间他竟觉得有些压迫 他不是第一次见玄琪的兽皮 但是今天他却莫名的感觉到压迫了 找我有什么事 你说吧 玄琪看了看福玉 然后看向盈峰 今天辛苦你跟他们出去一趟 你的空间留点地方出来 我们家需要囤点普通的野兽肉给想象食用 他们几个都没有空间 出去捕猎也就一人拿一头猎物 你跟着去方便他们一些 嗨 我以为是什么事情了 不就是普通的野兽肉吗 你们需要我直接给你们就好了 这几天凌川和奎泽不知道抽什么风 两人出去抓了不少猎物 把我空间都堆满了 正瞅着怎么解决呢 你等着 我直接给你拿出来 说完迎风后退紧步 在福玉和玄琪略显意外的眼神里 他挥手一挥 地上便满是普通的野兽肉款 这些够不够你们需要的 不够的话我空间里的还有 只见玄琪尾巴一扫 地上一半的野兽肉被他卷进了他的嘴里 把你空间的全拿出来吧